第097章 苏琛 我过两天就来帝都 别急 有我呢 我给你整 硬欢欢拿过洗手池上的抽拉龙头 就开始给林丸雪整 三分钟后 给林丸雪整出了一个造型 看着镜子里的造型 林丸雪有些狐疑地问道 这会不会不太好 很好 完美 性感 走走 赶紧去给你家男神发视频邀请 要不然 他该胡思乱想了 林丸雪被硬欢欢塞进了房间里 关门之前 硬欢欢又把他的衬衣扣子 解开了两颗 整个人显得更加的慵懒有韵味了 当苏晨接到林丸雪的视频的时候 差点就直接缴械投降了 只见林丸雪穿着一袭白色的衬衫 衬衫领口开了两颗扣子 露出他优美的脖梗 还有那头半干半湿的长发 一小股发丝自然地垂落在肩膀上 发丝上还滴着水珠 水珠渗进了单薄的白衬衣里 润透了 甚至能看到黑色的肩带 真是天使和魔鬼结合的完美身材 这就是大晚上的福利吗 他喜欢 这样的福利 苏晨 林丸雪发觉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结巴了 本来想好要说的话 尤其是恨不得要扑倒苏晨的话 到了嘴边 却犯怂了 甚至还觉得十分害羞 手指一点 他就把视频通话 切换成了语音通话 苏晨看着手机上养眼的画面 突然消失不见了 愣了下 然后就勾唇十分无奈地笑了 真是只小妖精啊 这么会勾人 裤子都脱下一半了 就给关了 看来孩子妈是个高手啊 拿下他的难度 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没关系 我苏晨是情场老手 就不相信拿不下你林丸雪 脑海里浮现出一幕 大清早 朝阳照进来 他睁开双眼 就看到白色的沙帘被风吹动 然后林丸雪从阳台外走进来 他穿着他的宽大的白色衬衣 露出两条白皙的大长腿 朝他微笑 说 老公 你醒来了 我来哄你起床 这画面太过美好了 美好的他都恨不得 立马把林丸雪这个小女人 给抓到地度来替他暖床 手机这端的林丸雪 大大的吐了口气 得到了呼吸的机会 要不然 按照刚才那样的视频通话 他能窒息而亡 苏晨 你做的小龙虾 很好吃 林丸雪鼓起 勇气柔声说道 如果要是让他的下属在这里 就会惊讶无比 这是他们家严肃又有威严的老大说话的声音 太软了 外加女神级的嗓音 是个男人听了 耳朵都会怀孕 怎么个好吃法 苏晨一边单手 拖着后脑勺 悠闲地靠在床头上 一拿着手机 滴滴地笑问道 肉质软嫩有弹性 入了麻辣汁 特别好吃 林丸雪软声说道 吃完了吗 还剩下一点 其实 吃得连渣渣都不剩 但是 他怎么能告诉苏晨他胃口大 把一整晚的小龙虾吃光了呢 他得在苏晨的面前塑造出 他是一个胃口小的小女子形象 苏晨笑了 他可不相信 林丸雪说的 还剩下一点点 因为今晚他做的十道菜 就连他给自己做的下韭菜花生米 都被三个女儿给吃光光了 最后 苏依诺和苏又鱼还填碗了 作为女儿们的妈妈 林丸雪肯定是个小吃货 估计把小龙虾都吃光了 而且还准了手指头 想到这里 他笑着说道 大晚上确实不宜吃太多的东西 容易发胖 嗯 我一般晚上都不怎么吃东西的 意思是 我是个很自律的人 不是胖妞哦 今晚我给韩寒配了副中药 还给他扎了爱酒针酒 他这个痛经的事 不出一个月 就可以跟治好 以后来立驾 就不会肚子痛了 林丸雪震惊 你能跟治好韩寒的痛经 这让他太意外 太震惊了 嗯 他的这个子宫内膜异胃症 得早点治好 要不然 以后会越来越严重 林丸雪没想到 自家男人 不仅人长得高大帅气 而且还会做饭 不仅是舞者 还是中医大师 大女儿的病 他找过很多有权威的西医看过 但是都说没办法跟治 即使做手术 一次做好了 还是会复发 没想到 苏晨的中医治疗方法 竟然可以跟治掉 韩寒的那个病 简直是太好了 虽然说 现在还没出结果 但是 他无条件地相信苏晨说的话 要问原因 那就是 苏晨太帅了 做的饭菜太好吃了 行 我过几天会来地都看韩寒 林丸雪说道 只差说 我过几天 就会来地都见你了 苏晨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过几天 林丸雪叫来了 大好事 他得把握住机会 一举拿下他 把19年前 还有这两天 他撩他的事 都用实际行动 给报复回去 让他知道他的厉害 一想到这里 苏晨拉开被子 无奈地笑了 都多大的人了 还是这么经不住 得去洗个冷水早了 要不然 今晚没办法睡觉 很晚了 你早点睡觉 苏晨对电话那头的林丸雪说道 再聊下去 他在强大的肾 估计都要经不住了 真是期待林丸雪的到来 小作者的话 小妹做到了 五更送到 累趴下了 大清早八点就爬起来马自了 脖子酸了 小妹得去外面活动下脖子 明天继续五更走起 小妹说到就会做到的 第098章 可爱的女儿们 好 林丸雪挂了语音通话 然后她抱着手机 笑了好一会儿 才赶紧点开 之前用手机快速截屏 拍的苏晨洗澡的照片 最后选了一张她最喜欢的 拍到了苏晨的上半身 以及测研的照片 然后到陶鱼上 找了一家专门做定制枕头的店铺 把这张照片 还有一张她的正装照发过去 女客服热情地问道 请问 青青是想在枕头上 绣什么姿势的图案呢 雪 还可以选姿势 女客服 嗯啊 我发一些姿势给轻轻看 这些姿势 有轻腻地抱在一起的 还有手挽手面对镜头的 还有更害羞的轻轻的 看着这些卡通版的小人 她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她和苏晨 做这些姿势的画面 害羞的她的小脸 红扑扑的 最后 她粉嫩的指尖 在屏幕上打下字 要轻轻的 女客服 好的 要卡通版 还是要真人版呢 雪 卡通版 真人版的话 她担心被女儿们 或者苏晨看出来 要是让苏晨看出 她对她的狼子野心 不肯践踏了 那可就不好了 女客服 好的 轻轻 请轻轻拍下这个链接 付款后 我会安排美工立马做图 图做出来后 给轻轻看过之后 确定好后 我们立刻做枕头 雪 好 几天可以做好 女客服 不出意外的话 今晚拍下 明天白天就可以做好 雪 行 付款完毕 淋完雪就特期待 这个枕头赶紧送到 到时候 她枕在这个枕头上 就等于枕在苏晨的怀抱里一样 想想 就超刺激 兴奋啊 苏又渝这边 她这会儿超级兴奋 根本没办法睡觉 跟朋友们聊完后 她把今晚拍的家里的照片 还有今晚的大餐的照片 编辑成九宫格 发到了朋友圈里 发的时候 也跟大姐二姐一样 暗磋磋地选择了 不给妈妈看 发完之后 立马姐妹群里 就想起了消息 苏语彤 苏又渝 爸爸做的饭菜超好吃哦 我舔盘子 我舔盘子 我光荣 苏又渝 看我的房间 淡紫色的 超梦幻 墙壁上 还有淡紫色和蓝色的小鱼装饰品 整个房间的风格 比我们之前 看的那些样板房的照片 还要美腻 她十分庆幸自己 来得早 是第三个来爸爸家的女儿 可以选到这间梦幻的房间 爸爸说 以后这个房间 就是她的了 她真的超爱这个房间 光是躺在床上 看房间发呆 她都发呆了半个小时 精致 十分精致 所有的床品和装饰品 以及衣柜 都是崭新的 真的超赞 苏宇童 照片 我现在冻得发抖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加雪的冷风 刮得我脸生疼 你们却在充满暖气的 漂亮房间里睡觉 不公啊 苏宇童 照片 这是我的肉夹馍晚餐 对比你们的十圈十枚 海鲜大餐 我口水已经流了一地 苏宇童 语音 文字内容 一首歌 表达我此刻的处境 那么的穷 我喝过你喝过的西北风 那我们算不算很穷 快看看银行卡和钱包空空 心好痛 苏宇童 单发给苏宇童的红包 红包 八百块 苏宇童 谢谢老板 苏宇童 五妹 你真是人美心善的可爱宝宝 爱你 苏宇童 五妹 你可是我们五姐妹里 最能赚钱的了 一天就赚到了七万多 真牛啊 试问 谁有我五妹牛 苏宇童 单发给苏宇童的红包 红包 一千块 苏宇童 谢谢老板 祝老板兄变大 更加肤白貌美 苏宇童 五妹 你真大方 不像某人 发生活费 一个月还要分三次 我就特欣赏你这点豪爽 苏宇童 单发给苏宇童的红包 红包 两千块 苏宇童 我的小心肝啊 万分感谢老板 祝老板生意兴隆 事业节节高 年入千万 年入破亿 终于知道 为什么抖音上那些女主播 喜欢舔大哥了 苏宇童这么发红包 他哪里hold得住啊 苏可星 四妹 苏宇童 可 我要赶路了 不说了 苏宇童看着微信钱包里 躺着的三千八百块钱 他今晚因为要学习 导致没空 去爸爸家里的伤心小情绪 瞬间就消失殆尽了 心情超漂亮 走路都带疯 我真是物质啊 我真是现实啊 只有大红票子 才能让我快乐啊 一张不够 就两张 群里 苏宇童退场后 苏可星上场 苏可星 五妹 你这样不行的呀 你让大姐 苏又鱼 单发给苏可星的红包 红包 三百块 苏可星 小鱼 姐姐知道 你今天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 苏又鱼 单发给苏可星的红包 红包 五百块 苏可星 小鱼 你真棒 你真优秀 一天赚七万 牛 苏又鱼 单发给苏可星的红包 红包 一千块 苏可星 谢谢小鱼 小鱼 我发现你最近变得更漂亮了 不多说了 我先睡觉了 你也早点睡觉 看着收到的一千八百块钱 苏可星抱着手机 笑得在床上滚来滚去 唉 这该死的钱 也就只有她 才能镇压得住我了 苏又鱼 今天也超级开心 四个姐姐从小读书 就比她厉害 高考的分数线 也比她多 考的大学也比她好 尤其是大姐 三姐和四姐 考的都是国内的顶流大学 让她一顿好生羡慕的 平日里 都是她吹捧他们的 今晚 三姐和四姐 都吹捧了她 这种感觉 简直是太美妙了 钱 真是个好东西啊 我决定了 明天开始要努力赚钱 赚多多的钱 我虽然学习成绩 没有四个姐姐好 但是我赚钱的能力 要比四个姐姐强 加油 小五 小五 第零九九章 老子给你一千万 跪着 叫老子店 第二天 苏晨大清早健身 给三个女儿做早餐 送两个女儿出门 给大女儿熬好中药 出门前往清北大学 因为清北大学 一家书店的老板 准备回老家结婚发展 所以准备卖掉 那家书店的经营权 苏晨准备去盘下来 上午的时候 他把股票全部卖掉了 因为今天是周五 下周一开始 这只股票将会大跌 从他星期一的时候 开始买这只股票 到现在 一周的时间 这只股票就涨了34% 真的是暴涨了 下周一开始 将会出现回财40% 所以 现在卖掉 那就是赚到 后面来接盘的人 将会坠入深渊 卖掉股票后 他股票账户显示的钱 总数已经达到了1440万 一周的时间 总共赚了171万 这还是因为 其中的1000万的本金 是昨天才买入的 等下一波行情 这只股票可以翻个倍 他的本金多了 将会赚到更多的钱 真特么的舒服啊 有系统就是爽 买股票 半点都不用怕亏钱 也不用怕赚到的钱 又被资本割韭菜割了回去 在苏晨开车 快要抵达 清北大学门口的一条 没多少人的路上 忽然 一辆法拉利超跑一个漂移 直接拦在了他的车子面前 随后 还有三台奔驰车 停在旁边 从法拉利车里走下一个人 三台奔驰车里 走下来15个人 一共16个人 清一色的绑大腰圆 浑身肌肉隆起的老外 12个人朝着他抽着烟 气势汹汹地走来 另外4个人在清场 不准人围观拍照 领头的人名叫利亚姆 他走到苏晨的车窗边 但是因为苏晨开的是 高底盘的埃尔法保姆车 所以即使他身高1米9 但是也只能仰着头 跟苏晨用别角的中文说话 你就是苏晨 我家老大让我来给你带句话 不是你的东西 千万别去碰 穆子晴是你不能碰的人 奉劝你 最好识相地离开他 这张银行卡里是500万 拿着这张卡 你立刻消失在帝都 叮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不反抗 并且表示 立马离开帝都 以后再也不会和穆子晴见面 奖励宿主现金1000万 以及中海价值2000万的别墅一套 选择二 不反抗 拿银行卡走人 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依然想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 奖励宿主现金1000万 以及五道升级卡一张 选择三 对他们说 滚 老子给你1000万 立马跪着 叫老子店 奖励宿主现金1000万 以及气韵加十 这三个选择 不说奖励 离开帝都 他肯定是不会离开的 原因很简单 他五个女儿都在这里读书 他不能走 另外就是选择二和选择三 这两个选择 还真的有点难选 选择二属于心平气和 什么事都不管的 就能拿到1000万 再加五道升级卡一张 但是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会继续来找他的麻烦 选择三 可以立马兑回去 不仅口嗨了 还可以获得1000万 外加气韵加十 五道升级卡 他之前选择过 知道他的厉害 可以让他的修为 直接晋级 气韵 他倒是从头到尾都没选择过 之前的选择里 出现过两次选择里有气韵的 不过都是加二点 或者加三点的 这次既然是加十 该怎么选呢 作为在社会上 混了几十年的老油条 他当然知道 不管是考试 还是做生意 又或者是加官进爵等等 气韵都十分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越是有钱的大佬 越是迷信风水一说 就好比高考 很多人 平时模拟考试的时候 全校前十 但是 一到真正高考的时候 全校第一 很有可能是全校 100名以后的人冲上来的 前十的人 还有可能发挥失常 没考好 无缘重本大学 好比做生意 明明大家 做这个都赚钱 但是 气韵不好的 一轮到他来做这个生意 就亏得稀里糊涂 又或者加官进爵的是 明明假比以优秀 但是 最后 加官进爵的却是已 可见气韵的重要性 系统 我可以看到 这些人的舞蹈级别吗 苏晨直接在脑海里问系统 可以 已经为宿主显示 苏晨看过去 就看到这些老外的头部顶端 显示出一段文字 就跟打游戏的时候 怪兽的头部上方 显示出一接妖兽 二接妖兽一样 这里显示的是 领头的老外 是一名二品高级舞者 跟在领头的老外 身后的十多个老外 都是二品初级舞者 而坐在法拉利车里 没有下来的老外 则是一名三品舞者 系统 选择二里面的五道升级卡 可以让我升级到什么地步 苏晨问道 二品终极 系统回道 有没有听我在说话 你个黄皮肤 利亚姆见苏晨对他说的话 半点反应都没有 当即脸上的怒气就更大了 一拳头就砸在苏晨的车壁上 滚 老子给你一千万 立马跪着 叫老子店 苏晨冷哼一声 与此同时 苏晨身上 二品舞者的弃血之力 爆发出来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励宿主 现金一千万 已打入宿主的银行卡里 来源安全 以及奖励宿主 气韵加时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 忽然 一股狂风席卷而来 外加苏晨爆发出来的 弃血之力 直接将有着二品 高级舞者实力的利亚姆 以及那些二品初级舞者实力的 老外 全部给卷到了空中 然后狂风突然消失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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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下饺子一样 一个个的从高空中摔落在地上 屁股都要摔成两半了 不远处的一栋居民楼里 一个小女孩站在落地窗前 指着苏晨这边 惊呼出声地喊道 妈妈 快看 那里在下冰雹 好大一个的冰雹啊 孩子妈过来一看 被吓了一大跳 那哪里是下冰雹啊 明明是在下人 吓得她赶紧关上窗户 拉上窗帘 抱着女儿就跑 神仙打架 可不是他们 这些小平民可以观看的 第100章 震惊 他苏晨是气韵之子 苏晨这边 他也微微惊讶了一把 这股风 特么的来得太及时了 这 就是气韵家时的牛逼之处吗 看来这次没选错 爽 这可比武道升级卡厉害得多 如果他现在选择了武道升级卡 也只能升级成为 二品终极武者 根本没办法做到 现在这样壮大的场面 那群人被摔得彻底的傻眼 猛逼了 把我们给卷飞了 尤其是已经是 二品高级武者的丽亚姆 更是一边揉着摔出血的屁股 一边骂骂咧咧到 草他娘的 搞什么鬼 哪里来的大风 一般的大风 根本无法吹倒一个成年人 更何况 他不仅身高一米九 而且还绑大腰圆 更是二品高级武者 就算是来了大东北的沙尘暴 他也敢断定 自己也是稳坐钓鱼台 这 真是气死他了 最气人的是 苏晨一个区区二品初级武者 竟然敢对他狂妄地说 滚这个字 就算他家老大 都不会对他说滚 更气人的是 苏晨还说给他一千万 让他跪着叫苏晨爹 一个黄皮肤 敢让他一个白皮肤 跪着叫爹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乳 坐在法拉利车里的威廉 宁媒直接一踩油门 就把吊在地上 丢他脸的打手们 给一股脑子撞开 然后下车 跳到法拉利车头上 平视地 看向坐在车里的苏晨 他抽了一根烟 然后吊锒铛地说道 真是没想到 你还有点能耐 不过 你一个二品出级舞者 又是普通人 跟子晴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奉劝你 还是十项点 立刻就离开他 从此不要再跟他往来 利亚姆从地上爬起来 走到法拉利车的旁边 诸威地说道 对 门当户对 这四个字 你有没有听过 只有我家老大这样 有身份地位的人 才配得上木小姐 你这样的穷吊斯 给木小姐 踢鞋都不配 也敢肖想木小姐 有种 你就下车 跟我家老大打一场 他总感觉 刚才那股妖风 有些奇怪 得让苏晨先下车 而且 总是仰着脖子 跟苏晨说话 他也不爽 总感觉低苏晨一等 叮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回打就打 下去跟他们干价 奖励宿主一千万现金 选择二 回 紫晴是我老婆 你们说让我放手 就放 就你们这群垃圾 也配 下去跟他们干价 奖励宿主五道升级卡一张 选择三 开车走人 奖励宿主温馨小区 价值一千万的房产一套 这三个选择 还真难选 选择三 奖励挺诱人的 现在他在温馨小区 有一套富士楼 虽然有七个房间 不过他和女儿们住 就得住六个 爸妈过来 或者是未来的丈母娘 他们一来 那就没地方住了 所以 在温馨小区 再有一套房产的话 确实很不错 到时候 可以给爸妈居住 老人跟孩子 长期住在一块的话 容易闹矛盾 分开住 又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话 那就既能照顾到老人 又避免了长期住在一块 产生的摩擦 带来的矛盾 最主要的是 在帝都买房子 限购了 他的户口没在帝都 只能买一套房子 他爸妈不仅户口没在帝都 而且社保和个税 也没在帝都缴纳 也没长期住在帝都 没有房票 女儿们才来上大一 也没有房票 这套房子 比同等价值的一千万 还是要有优势 但是五道升级卡 他也很眼热 尤其是现在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舞者的存在 而且 以后世界还会动荡 高频舞者 将来会成为 时代前沿的弄潮 大明星 五道升级卡 比一套房 更加值钱 只是 要拿到五道升级卡的奖励 需要说木子晴是他的老婆 他又不是渣男 他现在正准备追求孩子妈淋完雪 虽然他对小青 眉目子晴也动心过 但是 他会克制自己的情感 威廉见苏晨没搭理他 也生气了 他堂堂大英国西克顿家族的少爷 更是三品舞者 同辈中的天才 就算是四品舞者的木子晴 都要给他面子 其他人 谁敢这么不给他面子 苏晨竟然敢不给他面子 当即 他就冷冷地说道 苏晨 你还是不是男人 连下车的勇气都不敢 就你这样的耸包 也配追求子晴 东亚并夫一个 一听这话 苏晨恼火了 现在龙国正在火速崛起 作为龙国人 他有龙国人的骄傲 当即 他怒哼一声 找死 子晴是我老婆 你们说让我放手 就放就你们这群垃圾 也配 不管是系统的选择奖励 还是木子晴 是他的小青梅 作为龙国男人的他 都没办法容忍一个 用东亚并夫词语 蔑视龙国人的老外 这么嚣张 当即 就对了过去 与毙 苏晨一把打开车门 从驾驶座 跳了下去 气场全开 自带BMG音效 威廉的眼珠子 都要突出来了 怒气冉冉 你他妈找死 竟然敢说 子晴是你老婆 一起上 今天不把这个 东亚并夫打残废了 以后就别跟我威廉混了 当即 之前被狂风 卷到天上摔下来的人 纷纷从地上爬起来 在威廉的带领下 17个人朝着苏晨席卷去 凶神恶煞 在不远处的居民楼里 悄悄地关注这一幕的业主们 纷纷忍不住捂住了眼睛 天哪 那个帅哥哥 要被揍了 太可恶了 那些老外 竟然以多起手 在我们的地盘 欺负我们龙国人 我看不过去了 那他就练一练 前天学到的大理金刚拳舞技 每一拳打出去 都虎虎声威 与此同时 整片原本就阴沉的天空 忽然变得更加的阴沉 轰隆隆地响起了雷声 苏晨一拳头 坐在冲到最前方的威廉的脸上 紧接着 一道蓝色的雷电 直接从九霄之上一劈而下 精准地炸在了威廉的脑袋上 电得威廉 浑身抖个不停 痛好的他整个人不断地后退 利亚姆他们都看傻眼了 这 特么的是什么情况 这雷电怎么来得这么诡异 怎么刚好就炸到了老大的头上 我就不信这个鞋 一个区区二品出击舞者 还敢在我们面前嚣张 兄弟们 给我上 只是 他们十多个人 还没冲到苏晨面前 天上的雷电 就像是惩罚有罪之人一样 滋滋滋地狂砸而下 俨然砸成了一片雷海 刚拍掉雷电的威廉 正准备去找苏晨算账 谁知道 这更大的雷海席卷下来了 直接淹没了他 他再次被电得 身体扭曲抖动 死了死了 这雷电怎么回事 怎么不砸苏晨 为什么 他站的位置 刚好在雷电之外 擦 他特么的运气 也太好了吧 我好痛啊 浑身被电得死痛死痛的 胳膊要废掉了 大腿要废掉了 男人的象征要废掉了 一片凄惨之声 第101章 苏晨说我是他老婆 苏晨万分感叹 气韵加实的牛逼之处 真不愧是系统出品的东西 就是强 真特么的爽 在居民楼里 悄悄围观的人 纷纷震惊呆了 天哪 这是老天在惩罚 那群坏蛋老外吗 简直是看得我太爽了 太结气了 那个帅哥哥的运气 好好啊 雷电刚好没有批到他 简直就是气韵之子 在我们龙国的地盘 还想欺负我们龙国人 就该这样 老天都在惩罚他们 爽 看得我太爽了 五分钟后 雷电结束 苏晨看了一眼 被雷电电的浑身浇黑 烧焦的头发上 还冒着黑烟 在地上痛得打滚的威廉等人 其他人都被电晕过去了 威廉是三品五者 还有一丝丝的气息 但是也被电的趴在地上了 他看了一眼苏晨 再次不甘心的怒吼 东亚病夫 这次算你运气好 下次 苏晨走过去 一脚用力地踩在威廉的脸上 踩得威廉整张脸都扭曲了起来 你说我东亚病夫 嗯 立刻给老子道歉 你人还有三分脾气呢 更何况 他苏晨是气韵家时 外加有系统傍身的男人 他可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 敢骂他东亚病夫 就是找死 道歉 我 威廉 誓死捍卫大英国的 荣耀 绝不跟东亚病夫 道歉 苏晨俯下身 铁拳如同下豆子一般 狂坐在威廉的脸上 我看你是大英国病夫 真以为老子不敢打你们 啊 别揍了 要死了 要死了 我道歉 我说错话了 求放过 苏晨捂住鼻子 鼻的看了一眼 被揍成猪头的威廉 这傻逼 竟然屎尿一起流了 真恶心 居民楼里趴在窗户上 看着这一幕的业主们 纷纷激动地拍手鼓掌喝彩 真特么的爽 这群王八犊子 到了我们龙国 还敢撒野 真是胆肥了 就该狠狠地教训他们 看他们还怎么嚣张 让他们知道 我们龙国人的厉害 苏晨的手机响了 是书店老板打来的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到 苏晨说 十分钟后到 就挂了电话 然后他又踢了一脚威廉 以后再敢说 我们龙国人东亚病夫 看到你一次 把你做出屎来 说完 苏晨一记铁拳 就坐在威廉的太阳穴上 直接把威廉揍晕过去 苏晨扫视全场 拍了拍手 转身上车 开车走人 穆子晴这边 他收到消息 什么 威廉带人去围堵苏哥哥了 可恶 这个混蛋 连我苏哥哥也敢去招惹 真是不给他点颜色看 他就开染房了 走 当即 穆子晴就带着100号属下 开着20台越野车 气势汹汹的 朝着闹市地点 风驰电车的奔去 当他赶到的时候 苏晨已经走了 现场一片狼藉 威廉一群人 不是被电晕 就是被苏晨走晕了 看到这一幕 穆子晴也没松懈下来 直接从驾驶座上跳下来 然后拿过特助端来的一盆冷水 直接浇在威廉的身上 晕过去的威廉 被冻得立马睁开了眼睛 清醒了过来 他一看到穆子晴 直接就一脸可怜兮兮的说道 子晴 你来了 我被人欺负了 活脱脱一朵南莲花 你看 我的头发都被烧焦了 衣服也被烧焦了 还有我的脸 被揍成这个鬼样子了 还有还有 少说废话 苏晨 他人呢 穆子晴冷冷地问道 他 他揍完我们就走了 今天我只是单纯地 来找他交朋友的 谁知道 他非但对我们一点都不友善 反而还大放厥词地说 你是他老婆 他真的是半点都不把你放在眼里 威廉觉得 作为女战神的穆子晴 即使对苏晨这样一个普通男人 有点兴趣 但是肯定也不喜欢 在他还没有对外公布 两人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 苏晨就对外说 他是他老婆 会让穆子晴感觉到 大女子主意 受到了挑战 穆子晴肯定会因此 对苏晨的好感大大的降低 甚至会十分厌恶苏晨 穆子晴听到这话 眉毛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那儿上依旧高冷 他说 我是他老婆 确定地再问一遍 对 他说 你是他老婆 他还说他想对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说我们不配跟他交朋友 威廉煽风点火地说道 穆子晴逆了威廉一眼 然后捏住鼻子 一脸嫌弃地说道 真臭 你确实不配跟苏晨交朋友 来人 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急救 这现场是被雷电暴击过 被一场这么大的雷电暴击的人 不是缺胳膊 就是少腿了 赶紧送去医院 进行急救 不能让他们 在我们龙国的地盘上 丢了幸免 免得影响两国的外交 穆子晴对身后一群 穿着迷彩服的男战士们说道 是 目少 男战士们领命 当即就去抬人 他们早就看不惯威廉这群人了 仗着自己是大英国西克顿家族的人 在龙国到处为非作歹 但凡有人跟这群人闹了点矛盾 不是被这群人给做的武道基础毁掉 就是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他们早就想整一顿威廉这群人了 之前一直没找到机会 现在 他们老大发话了 只要留下威廉他们的性命 可不管缺胳膊 还是少腿 出来混 这次该还了 威廉一愣 刚想说什么 后脑勺就被站在穆子影身后的女特助 一抬手砍下去 直接就晕了过去 然后交给男战士 把人拖走 清理完现场后 穆子晴找来交警 做善后的事 确定威廉这些人 事先对苏臣动手 苏臣是出于自保 才揍了一顿威廉 而威廉和利亚姆他们 被大风刮 以及被雷电劈中 完全是自然灾害现象 穆子晴保留下视频 自己还拷贝了一份 到时候 如果大英国的外交来找龙国的麻烦 他们也有理有据 这跟苏臣半点关系都没有 车上 穆子晴坐在后车座里 用电脑打开这份视频 之前在交警队里 她是快速看的这段监控视频 所以 她没听到苏臣说 她是她老婆的话 这会儿 事情处理完了 她得好好的听听 一想到苏臣竟然在外面面前 说她是她老婆 她就兴奋地 脚趾头都要蜷缩起来了 第102章 穆子晴打来电话 快速地拖到苏臣说 她是她老婆的地方 然后正常速度播放 就听到 找死 子晴是我老婆 你们说让我放手 就放 就你们这群垃圾 也配 子晴是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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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一直在车内无限循环恩便 开车的女特 朱特意提醒道 老大 可以戴上耳机听吗 让她一个单身狗 听这样撒狗粮的话 确定合适吗 看样子 你是不想开车了 那明天给你放假 好好的去向她亲吧 穆子晴说道 女特朱的肩膀 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立马说道 老大 我什么话都没说 您继续 吃狗粮 也比其乡亲好 你想听 我还不想给你听呢 我这是在分析案情 你在那里瞎想什么 穆子晴哼了一声 就拿过耳机 连接上了电脑 她刚才太兴奋了 都忘记还可以戴上耳机听了 戴上耳机后 苏晴的声音更加的细致 而且还可以清楚地听到 苏晴说 这句话的时候 每一个字的发音 就仿佛是她 在她耳边说 子晴是我老婆一样 闭着眼睛 一幻想那画面 她就兴奋地不行 我家苏哥哥 真是霸气侧漏啊 她还只是二品初级舞者 却以一人之力 横扫三品舞者 和一堆二品舞者 真不愧是我家苏哥哥 就是不一样的男人 好想把这段录音 当成手机零音啊 但是 还是算了 太高调了 而且 还会影响到苏哥哥 和婉学姐的感情 我还是默默地守护着就好 忍住 忍住 苏晴这边 他这会儿 正好和清北大学书店的老板 谈好价格 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盘下了这家店 这家店跟清北大学 签了十年租约 另外就是 书店里所有的东西 都归苏晨 如果按照市场价的话 起码得150万 因为老板急着回老家结婚 所以就120万 卖给了苏晨 盘下这家店铺 苏晨的心情很不错 因为貌大的书店 从卖书模式 改为租书模式后 虽然还只是短短三天的时间 但是他的微信公众号 就已经有一万人关注了 这些都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而不是将师分 书店会员 也有3000人办理 一人100块 已经收到30万块的会员费 这是一笔很大的现金流 外加 推荐给各大培训机构的名单 短短三天的时间 中介费就收到50万块 这回龙资金的速度 比以前卖书还要快 只是需要前期投入买书的钱 而这种经营模式 最适合复制多家 等壮大后 他的微信公众号的大学生 粉丝一多 那他的微信公众号 就会成为一个流量平台 而在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 流量变现就更简单了 各种跟大学生有关的广告商 也会主动找上门来 甚至 那些大型商场 也会主动找上门来 邀请他的书店入住 因为一家大型商场 必须要有一家高逼格的书店 不仅是为了体现出 这家商场的高逼格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增加进入商场的 顾客的住留时间 顾客在商场住留的时间越久 那么他在商场里 花钱的时间和花钱的数额 也会增加 所以 租书模式的未来前景很大 他很看好 盘下这家书店后 他还准备在陆续 在附近其他的大学里 也盘下书店 大力扩展租书模式 老苏 你最近赚了这么多的钱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男人 还是要有一个家才好 晚上抱着热乎乎的婆娘睡觉 再生一个大胖小子 才是生活和归宿 老板抽了一口烟 回味地说道 他以为 现在苏晨还是单身 无儿无女的状态 准备在苏晨面前 稍微地炫耀下 好为人师一下 毕竟苏晨之前女朋友 一直谈不断 而且一个个 还都是大美女 可是让他一顿好生羡慕 现在 他终于有一点 比苏晨强了 那就是 他要回老家结婚生子了 要比苏晨早一步结婚 早一步有啊 想想 就忍不住想炫耀下 苏晨笑着说道 结婚肯定是要结婚的 我有女儿了 什么 老板老培震惊地望向苏晨 你有女儿了 嗯 而且还是五个 哈哈 苏晨嘚瑟地说道 说到这里 他就想到了 为他生下五个女儿的孩子妈 林婉雪 想到林婉雪过几天 就要到帝都了 他的心 也跟着热了起来 能体会得到 老培为了能快点 把店面盘出去 回老家结婚的心情 五个 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起过啊 老培震惊地倒抽了好大一口气 苏晨笑着说道 我这人比较低调 孩子妈给我生了五胞胎 而且 他还是锦花 五胞胎 锦花 老培震惊地站起身 朝苏晨竖起大拇指 本来他刚开始 还想跟苏晨炫耀 自己马上就要 回老家结婚生子了 这下子 完全炫耀不起来了 倒是反过来羡慕起苏晨了 果然是 在外面不要随意装逼啊 谁知道对方 是不是憋了个更大的招 等着你提这事呢 可把他给震惊坏了 叮叮叮 苏晨的手机响了 苏晨一看 是穆子晴打来的电话 他站起身 对老培说道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直到苏晨走了 老培都 没从之前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苏晨走到门外 一处安静的地方 接了穆子晴的电话 苏德哥 今天威廉来找你的事 我知道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 我竟然无意中 给你添了麻烦 不过你放心 威廉的事情 我已经处理好了 不会有人再来找你麻烦 小事 今天他 反倒还因为这件事 赚了一千万 外加气运加实 以及武道等级 也提升到了二品终极 苏德哥 其实我还要谢谢你 最近这个威廉 一直都在缠着我 我又因为他是外国有人的原因 还不能对他怎么样 让我很头疼 还好 你把他给揍进了医院 他可以 消停一段时间了 我也松了一口气 作为答谢 还有歉意 我想请苏哥哥吃一顿饭 可以吗 苏晨笑了 没想到自己还给穆子晴 解决了一个麻烦 至于吃饭 那就算了 这只小色妞 对他有色心 说是请他吃饭 不知道到时候 还会发生什么 吃饭就不必了 这个威廉不是个什么好人 以后你还是少 和他接触为好 苏晨作为一个大哥哥 该提醒 还是得提醒 谢谢苏哥哥的建议 我会记住的 虽然苏晨没答应跟他吃饭 不过给了他建议 他知道 苏晨还是关心他的 虽然说 他对他的这种关心 不是出于爱情 但是也是友情啊 友情也是一种情 尤其是想到苏晨说的那句 鱼音萦绕的子晴是我老婆 的话 他就跟吃了蜜糖一样 心里甜滋滋的 嗯 挂了 苏晨说道 苏哥哥 你有受伤吗 虽然从视频里看 苏晨没有被雷电击到 也没有被威廉他们揍到 但是因为没有亲眼见到苏晨 所以他还是很担心 其实他请苏晨吃饭 一来是真的为了感谢苏晨 二来则是想看看 苏晨有没有因为他受伤 三来 则是想把一份东西交给苏晨 我没受伤 等会儿诺诺他们要下课了 我得先回去准备中饭了 那就先挂了 苏晨说道 好 苏哥哥拜拜 苏晨挂了电话 然后走向埃尔法保姆车 看着驾驶座的车门上 被利亚姆砸出的一个坑 他想到之前打架的那件事 小丫头应该不知道这句话吧 他当时没在现场 应该不会知道 威廉那群老外 也不会傻到 把这句话告诉小丫头 第103章 学生们震惊 又美又撒的女军 观照苏晨 先回家给女儿们做中饭 吃完中饭后 再去4S店修车 说着苏晨上了车 然后开车回家 这个时候 穆子晴的车 已经抵达帝都经济贸易大学 引来了很多学生们的围观 因为穆子晴的车 实在是太霸气 太惹眼了 一看就是军队的车 那女的是谁啊 好霸气啊 是啊 不仅霸气 而且还好漂亮 她来我们学校 是找人的吗 她找谁啊 天哪 快看 她进苏哥的书店了 该不会是听说了 苏哥最近的事迹后 然后特意来找苏哥的吧 苏哥可是打赢了 跆拳道社长的人 武功卓绝 我听说 苏哥已经是舞者了 部队特意派了美女来找苏哥 该不会是 想请苏哥去部队吧 快去看看 不敢去 我怕 那可是部队的人 我还是远远地看着比较好 真是羡慕苏哥呀 前几天才被帝都大学的校花表白 然后转眼第二天 又为咱们学校的校花苏伊诺打架 现在 又有霸气十足的大美女特种兵 亲自找上了 真是好有厌赋啊 羡慕的我 牙齿都酸掉了 羡慕的我要抱蹄王了 穆子晴走进书店 直接走到柜台面前 坐在柜台负责登记信息的女员工唐音音 被吓得立马起身 对穆子晴肃然起敬 长官 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唐音音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又美又撒的女长官 又是仰慕 又是胆怯地看向穆子晴 问道 穆子晴抬手 站在他身后的女特助 抱来一个材质十分高档 却看不出来 是什么材质的四四方方的密封好的箱子 放到柜台上 穆子晴把手拍在箱子上 对唐音音眨了下右眼睛 这眼神 瞧得唐音音震惊地瞪大双眼 女长官 竟然朝她眨眼睛 天哪 让她受宠若惊 唐音音女士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箱子转交给苏晴 密码是苏晴的生日 另外 记住不要说是我送的 可以办到吗 既然苏晴没空跟她吃饭 那她只好把这些这两天 她亲手准备的一些舞者资料 还有舞技等等东西 送到苏晴的书店里来了 唐音音傻眼了 晃头晃脑地点头 直到穆子晴离开两酒后 她浑身一机灵 晃了晃脑袋 然后才回过神来 周围的学生们 这会儿都围进了书店 纷纷朝着柜台上的箱子 投来好奇的目光 却一个都不敢跑过来 摸这个箱子 纷纷都在一米外讨论 天哪 这是什么箱子 我竟然看不出她的制作材料 不是铜 也不是铁 也不是铝合金和钛合金 这到底是什么啊 不知道啊 一看就是很高级的东西 苏哥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 早知苏哥哥这么厉害 我应该之前就对苏哥哥死打烂缠的 那些跟苏哥哥分手的女朋友们 估计这会儿 一个个都后悔的肠子都清了吧 何止肠子都清了 肯定后悔的都想吃后悔药了 回过神来后的唐音音 看着面前的东西 立马喊来另外一个女员工 让女员工清场 这么重要的东西 是女军官交给她的 她可不能在还没送到老板手里之前 就给搞丢了 或者是搞坏了一点点 女员工清场后 唐音音立刻给苏晨打去电话 报告了书店这边的事情 一个材质很高档的箱子 苏晨一边开车 一边疑惑地问道 是的 老板 很高档 是部队里一名女军官送来的 唐音音说道 女军官说 不要说是她送的 她没说具体的名字 主要是她也不知道女军官的名字 所以 她说是一名女军官送来的 应该没问题吧 女军官叫什么名字 苏晨疑惑了 她还真不认识什么女军官 不过 忽然 她想到了穆子晴 这丫头 不就是如今在特种部队里吗 难道是她 老板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年纪呢 对方 让我不要说是她送的 唐音音一时之间感觉到好为难 然后她忽然想到什么 立马报告到 她说 这个箱子的密码 是老板你的生日 一听这话 苏晨就可以断定 这个箱子 应该就是穆子晴送来的 这丫头 她无奈地笑了 不知道送来的是什么东西 还亲自送到她的书店里去了 老板 你过来一趟吗 我现在把书店清偿了 这个箱子看着太贵重了 我担心出什么问题 行 我现在就过来 搞得唐音音都把书店清偿了 估计这个箱子的材质 应该是太油精制作的 一看就十分的高档 低调奢华 普通人看了 绝对会觉得 这是十分了不得的东西 避免员工们担惊受怕 她还是先去把东西拿回来好 一路开车 来到贸大的书店 苏晨把箱子带回了家里 爸爸 你买了什么东西 经过昨晚的喝汤药 以及睡前的爱酒针酒后 苏子晨今天明显地感觉到 疼痛感减轻了 只会偶尔还疼 不会一直疼了 也不会疼得都走不了路 气色也好了很多 嘴唇没有之前那么的苍白 带了点少女的粉色 她看到苏晨抱着的大箱子回来 立马好奇地走了过去 还试图伸出双手 要去接苏晨抱着的大箱子 苏晨笑着说道 乖 这个东西爸爸来抱着 有点重 你现在还是不要提重物 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 等爸爸打开后就知道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 里面装的是什么 嗯嗯 那我给爸爸拿拖鞋 苏子晨乖乖地打开鞋柜 从鞋柜里 拿出苏晨那双灰色的男士大拖鞋 放到苏晨的面前 爸爸 抬左脚 苏晨抬起左脚 苏子晨把苏晨的脚 放到左边的拖鞋里 再抬右脚 放到右边的拖鞋里 有女儿就是好啊 知道他抱着箱子不好换鞋 特意蹲下身 贴心地给他换鞋 果然老话说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 这句话没错 换好拖鞋后 苏晨抱着箱子来到了客厅 将箱子放到客厅的茶几上 第104章 腹黑的苏宜诺 然后就是开箱 想着唐音音说 箱子的密码是他的生日 在要输入密码的时候 他在想 都过去20多年了 穆子晴还知道他的生日 试一下 苏晨输入他的生日 对 对一声 箱子打开了 这小丫头 还真的一直都记着他的生日 看来 他不是对他一时起的色星啊 是从小就开始了啊 好家伙 还真别说 此刻的苏晨 还真的感觉到 一种骄傲和自豪 毕竟被美女小青梅 而且还是女战神的女孩惦记着 这真的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哇 这是什么 武技 武者 爸爸 这是你买的吗 应该是你穆阿姨送的 苏晨笑着拿起一本武技书 打开看 都是很刚猛的武技 适合他用 还有一些武者知识的书籍 他都粗略地翻看了一下 这小丫头 用心了 穆阿姨送的 看来穆阿姨的积分很多啊 竟然送给爸爸这么多的武技 淬炼法 装功修炼的方法 这需要很多积分 才能兑换出复制版的呀 苏晨笑着解释道 今天爸爸帮你穆阿姨 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调穆子晴不少的积分 他昨晚看过武者的基础介绍 知道积分 是需要去域外力练 或者做国家发布的武者任务 才能获得 每一分的积分 都伴随着危险 这次 穆子晴是真的对他用心了 刚好他现在缺这些东西 穆子晴送来了 那他就收下了 不过 爸爸还是准备给你穆阿姨回的礼物 你帮爸爸想一下 回个什么礼物好 苏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大女儿 然后说道 爸爸就先去厨房做中饭了 等会儿 诺诺该回来了 嗯嗯 好的 爸爸 给女生挑礼物这件事 我最拿手了 我会帮爸爸选一个好礼物的 苏子晴喜滋滋地说道 好 当中午苏伊诺回来的时候 看到穆子晴送的那一箱子礼物 问清楚情况后 他就去看苏子晴的电脑屏幕 你准备选个什么礼物 这把军刀你觉得怎么样 苏子晴点出自己看中的一把军刀 问苏伊诺 在他的印象里 穆子晴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域外作战 很少回来 每次回来 都会来中海看他们 给他们带好东西 他记得去年 穆子晴的一把刀 在域外跟别人作战的时候 坏掉了 听妈妈说 穆阿姨一直还没找到 衬手的武器 普通的 苏伊诺问 苏子晴摇头 舞者专用的 到时候得让爸爸去 舞者交易所买 市面上买不到 太贵了 苏伊诺总结道 我觉得送着不错 苏伊诺点着苏子晴 电脑屏幕上的 弹出来的一个小广告 最近苏子晴都在查看绿枝花卉 准备等到了春天 就好好的 把顶楼的大露台 打造得美美的 所以智能广告 弹出来的 也是绿枝花卉 这个时候 弹出的是一盆 绿油油的茶花树 嗯 这个是花草 需要精心照顾才能养活的 不适合穆阿姨 我觉得还是军刀 比较适合穆阿姨 苏子晴说道 苏伊诺绝了绝小嘴巴 说道 茶花树很好养的 只要种下去 直接就能成活 也不用施肥浇水 不幸的话 你去查查 而且 军刀太贵了 你得为爸爸省点钱啊 爸爸还要带你和小鱼 他们练舞 到时候 我们家包括妈妈 就是七个舞者 你知道七个舞者 得烧多少钱吗 那可是一笔 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所以我们现在得存钱 我真的觉得 这棵绿油油的茶花树 挺好的 春天就能开花 而且 开的还是大红花 多喜庆啊 穆阿姨肯定喜欢的 好了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我去跟爸爸说 然后我们直接在 网上下单购买 选择同城快送 直接送到穆阿姨家里去 省去和爸爸出去 一趟买东西的麻烦 说着 苏伊诺就起身 快速地往厨房走去 苏子涵急急地喊道 诶诺诺 这茶花树太便宜了 才几百块钱一可 穆阿姨送给爸爸的礼物 很珍贵 回的礼物太便宜的话 会影响到爸爸的面子的呀 大姐 咱们家里的钱 要用在刀刃上 你说的 几百块的礼物 很贵了呀 而且 理清情义重嘛 最主要的是 这茶花树 我觉得特好 把送茶花树的事 跟苏晨说了 还说得有理有据的 苏晨一听 觉得可以 茶花树确实很喜庆 而且好痒 他老家那边的农村里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门口中 一棵茶花树 老爸 要的 就这么定了 我这就让大姐去下单 直接送到穆阿姨的家里去 我们知道穆阿姨家的地址的 苏伊诺见苏晨同意了 高兴得他眉眼 都笑弯弯了 绿色的茶花树 绿茶 希望穆阿姨 能看懂这件礼物的意思 哼哼 自家妈妈都还没跟自家爸爸好上 他可不能让别的女人 先把自家爸爸拿下了 他会做好妈妈的好助攻的 行 爸爸给韩寒再打点零花钱 说着 苏晨把火关小 拿出手机 苏伊诺的眼睛立马放光了 用商量的语气说道 老爸 我的零花钱 可以单独打给我吗 他不想每次 都去大姐那里领生活费啊 大姐太抠门了 他想自己管自己的生活费 还是给韩寒来分配吧 苏晨说道 老爸 我不是小孩子了 真的 我可以管理好自己的零花钱的 上次爸爸给我们一人一万块的钱 你一下子就花光了 苏晨涵走了进来 用手敲了一下苏伊诺的脑壳 还好他过来了 爸爸 零花钱还是交给我来管理 要不然我担心妹妹们 月初就给用光了 昨晚五妹就在群里狂撒红包 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别的群里撒红包 五妹刚赚到一点钱 都不知道存着 当水一样的到处撒 苏晨涵又补充道 苏伊诺抬头望天花板 因为今天早上他醒来后 发现苏又鱼在群里撒红包 他立马就私聊苏又鱼拍了一堆彩虹屁 拿到三千块的红包 简直是舒服的他今天上午去上课 都才大气粗地走外八字步 十分豪爽地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请室友们到小卖部 豪衡地买买买请客 收获室友们的一堆彩虹屁 心情好的他十分八十 万分感叹金钱的魅力 所以得知苏晨要发零花钱后 他立马就想把自己的零花钱的所有权 给争取回来 没想到大姐放大招 直接把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不好习惯 曝光在了爸爸面前 第105章 同学震惊 苏晨 你一胎无宝 牛逼 苏晨笑着说道 诺诺 既然韩寒都说了 那就先都转给韩寒吧 另外 明天你们放假 爸爸带你们去SKP买东西 刚因为零花钱的所有权没抢回来 导致心情低落的苏伊诺 一听到苏晨说 明天要带他们去SKP买东西 立马就兴奋地抱着苏晨 在苏晨的脸上 用力地亲了一口 老爸 你最棒 说完 他就兴奋地跳着出去了 因为 他要去列明天的购物清单了 SKP啊 这可是整个帝都最豪华的奢侈品百货商场 也是全球最具标志性的时尚奢侈品百货商场之一 是帝都终极的时尚生活方式和购物的目的地 被誉为龙国高端商场的示范性样本 那里的东西 贵贵贵贵 好好好 他来地都上大学 还从来没去过SKP逛过呢 因为钱包扁扁啊 这次可以大大方方地去了 有个土豪老爸 简直太美滋滋了 苏晨给苏子涵赚了十万块零花钱 让他管理家庭的日常小开销 比如买茶花束的人情往来 以及油盐酱醋 拖鞋 袜子等等这些小东西 他还真的不在行 这些事还是交给女孩来管理好 吃完中饭 苏伊诺就迫不及待地去学校了 因为他要找个机会 把明天自家老爸要带他去SKP买东西的事 说给室友们听 一路上 他都在想该怎么说出来这个事 不显得他是在装逼 哭穷是装逼 还是凡尔赛文学是装逼 苏晨这边吃完饭 他准备去把车子修理一下 苏子涵一个人在家里无聊 而且身体舒服了很多 表示想跟苏晨一起出去 行 不过韩寒 你得多穿点 外面很冷 你现在得做好保暖 不能被冷暴 苏晨说道 大女儿在家里连续待了两天 估计也闷了 正好带他去4S店看看车 今天收获了1000万 他的存款也飙升到了2400多万 他准备再买台4座或者5座的车 因为阿尔法保姆车还是太大了 出去办点小事情 也开这台车的话 不太方便 好的 爸爸 我去房间里加衣服 不一会儿 苏子涵就从房间里出来了 戴着毛线帽子和围巾 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还戴着毛绒绒的耳罩 浑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的 苏晨又拿了一个保囊口罩 给女儿戴上 看到女儿全方位都包裹到位了 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又拿了一壶 他早上煮好的红糖热水 这才带着女儿出门了 苏子涵看到爸爸的贴心 心里暖暖的 笑容甜甜的 走在苏晨的身边 就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一样 一蹦一跳的 把空气都渲染出了甜蜜的颜色 苏晨脸上不自觉地 一直都带着浅笑 开车带着大女儿 来到丰田的4S店 这里是汽车一条街 很多车的4S店都开在这里 把车放在店里修 苏晨带着女儿去看车 爸爸 你还要买台车吗 苏子涵好奇地问道 嗯 准备再买台小轿车 苏晨说着 带着苏子涵进了保时捷的专卖店 保时捷店里的销售顾问们 这会儿正凑在一起嗑瓜子聊天 看到苏晨和苏子涵进来后 只是在苏晨的脸上多看了两眼 然后就收回了目光 没过去接待苏晨他们 因为这些销售们都是人精 虽然看着苏晨长得很帅 但是有女朋友了 他们就不多放心思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苏晨和苏子涵的衣服 鞋子 他们一看就知道是普通款 肯定买不起他们店里的车 因为他们保时捷的车 一台最低价可都是要60万 既然知道对方带着女友来看车 又买不起他们的车 他们才不会去浪费口舌呢 有这时间还不如嗑瓜子聊八卦呢 爸爸我们换家店吧 这家店的车太贵了 苏子涵见销售顾问们 看了他们一眼后 也不过来接待 当即拉着苏晨的胳膊 压低声音说道 他爸爸既然说要买台轿车 而且还走进了这里 肯定是买得起这里的车的 但是那些销售的态度太差了 他不想让爸爸在这里受气 现在太多的销售人员 狗眼看人低了 作为社会人士的苏晨 自然也瞧出了这里的气氛 他倒是没生气 毕竟到了他这个年纪 又不是嫩头青 一点小时并不值得生气 因为生气对身体可不好 他笑着对苏子涵说道 嗯 这里的车的档次确实太低了 走 我们换一架 转身 苏晨便带着苏子涵走了出去 其实他本意 是准备买一台保时捷的 帕拉梅拉顶配版 但是 女儿不喜欢保时捷这家店 他可不会让女儿受委屈 那就换家店看 顶级豪车的牌子多的是 女销售们听到苏晨这句话 立马脑袋凑在一起 各种鄙夷 长得挺帅的 说的话 却是 那么中二 还我们保时捷的车档次太低 我估计 他回头就带他那位小女友 去买丰田了 我刚才就看到他们 是从丰田店里出来的 切帅了不起哦 又不能当饭吃 也就那些18岁的小姑娘 能被他骗 休想骗 我们这些人精 可不是吗 那个小姑娘可真惨 那么年轻 就因为对方长得帅 被骗了身子 嘖嘖嘖 现在套路太多了 还有好多假高富帅 我可是要见到真金 才会棒壳土猪的 就算对方帅破了天界 没钱 也免谈 对 帅又不能当银行卡刷 苏子涵听着这些话 特别的生气 当即就要回头跟他们对起来 苏晨握住了他的手 笑着说道 韩韩 没必要跟他们置气 你现在在生理期 生气对你身体不好 爸爸 苏子涵嗷嗷嗷的 乖苏晨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然后带着他走下台阶 苏晨一记声音传来 苏晨看过去 在脑海里 这个女人是谁 对方就兴奋地朝着他走了过来 一脸激动地说道 苏晨 是我啊 张曼文 真是没想到啊 在这里碰到了你 我去 十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一样的年轻帅气啊 这位是 张曼文的目光 落到苏晨旁边的苏子涵身上 张曼文 是你 还真没认出来 你越来越漂亮了 这是我大女儿 苏子涵 韩韩 这是爸爸的大学同学 叫张阿姨 苏晨笑着介绍道 张阿姨好 苏子涵乖乖地喊道 张曼文直接被震惊呆了 天啊 苏晨 你厉害啊 女儿都这么大了 这些年 我可是半点消息都没听到 你女儿真漂亮 这是你大女儿 那你还有个小女儿 张曼文惊讶地问道 虽然说 以前只能生一胎 但是农村户口 是可以生二胎的 而且 最近这几年 也开放了二胎 他想 苏晨可能是最近这几年 生了个小女儿 苏晨笑着说道 还有四个女儿 年纪跟韩韩一样大 她们五姐妹是五胞胎 五胞胎 张曼文震惊呆了 天哪 我可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谁家生过五胞胎的 三胞胎都没听说过 你这繁殖能力太逆天了 恭喜恭喜 你们这是看车 是准备买车吗 张曼文震惊过后问道 嗯 准备买台车 苏晨说道 张曼文看了一眼 保时捷的店里 然后看到几个女销售 朝着她们这边 指指点点的 立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当即就大声地 对苏晨说道 老同学 你发达了 买车怎么不联系我呢 我现在是法拉利帝都 分部的总经理 你买车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 最低折扣的优惠 走 去我店里看车去 刚好今天新到几款超跑 你看了后 肯定会喜欢的 以你的财力 买一台超跑 还不是洒洒水的事 也给老同学 我增加点业绩吧 其他杂牌的车 就别浪费时间看了 小妹的话 小妹顶着锅盖来了 一天真的没办法写五张 因为小妹要保证质量 呜呜呜 只能每天四个 另外 这本书 小妹会写双女主 不会开后宫 一女主是旅游途中的邂逅 孩子妈淋完雪 一女主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 穆子晴双胞胎是苏晨的孩子 第106章 2250万的法拉利拉法 就这台 买了 苏晨知道 这是老同学在故意给他抬轿子 他其实没想过买超跑 不过老同学都这么的给他面子了 那他就去看看 虽然他如今已经37岁了 但是曾经年少时 他也是有过住豪宅 开超跑的梦想的 现在去实现 也不晚 想着到时候开着拉风的超跑 在这孩子妈淋完雪 一起去海边兜风 想想就超美好 当即 他便笑着说道 走 去你店里看看 苏子晴之前还郁闷的心情 也一瞬间好起来了 笑眼弯弯地 抱着苏晨的胳膊 对苏晨说道 爸爸 我觉得超跑挺适合你的呢 走 咱们去看看 父女俩去了张曼文的店 刚好就是在保时捷的隔壁 张曼文是刚好来店里视察 没想到见到了苏晨 感觉到特别的惊喜 因为苏晨在大学的时候 一直都是校草 他其实也悄悄地暗恋过苏晨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苏晨已经结婚生子 他也结婚生子了 他自然不会再对苏晨有别的什么念想 但是也不想看到 苏晨被别人给欺负了 他准备带苏晨好好地在店里玩玩 买不买车不重要 重要的是 让苏晨和苏子晗玩开心了 保时捷店里的女销售们见状 先是面面相去 然后又凑到一块说八卦 你们说他会不会真的买一台法拉利 怎么可能 你们三没听到吗 那男人跟张曼文是老同学 张曼文肯定是在给那男人抬轿子 我才不相信 一个从丰田店里走出来的男人 还能去买法拉利 就是做做样子的 苏晨这边进了法拉利店后 看着那一台台线条流畅 外形风情万种的超跑 苏晨的热血一瞬间被点燃了 买 就买超跑了 即使他人到37 照样也能单手开法拉利 泡孩子妈淋完血 苏子晗作为女生 看到法拉利的超跑 也眼睛亮了 不过 他看到这里的车的价格太贵了 然后趁着张曼文带苏晨看车的功夫里 他用手机上网搜了下法拉利的价格 震惊地发现 法拉利竟然是一个超级著名的奢华超跑品牌 最低价都要280万 天哪 这么贵 最最主要的是 那牌子上面写的价格 竟然不是法拉利最终成交的价格 只是裸车的价格 落地价 还要至少多个100多万 因为很多东西都需要单独选配购买 比如齿轮款式 座椅的真皮 车标等等都需要单独选配 这 这 档次和价格都狂甩隔壁保时捷一条街啊 如果是以往的话 他肯定会跟爸爸说别买了 太贵了 但是当才在保时捷店里 被那群女销售无声地鄙视了 他这会儿不说话了 他甚至想 如果自己一下子拥有一千万的话 就好了 直接拍板 帮爸爸在这里买一台超跑 苏子涵 加油 努力学习 然后多赚钱 以后好好地孝敬爸爸 买最好最贵的车给爸爸 这会儿 张曼文带着苏晨 已经看了外面展厅里所有展示的超跑 然后带他进了一间玻璃房里 玻璃房里面有一台车 不过被银灰色的保护罩盖住了 张曼文换来保镖 让他们把保护罩掀开 然后转过头来 对苏晨笑着说道 苏晨 这台车 是我们法拉利最贵的一台车 整个龙国 现在都只有我们帝都的分店里 才有这台车的限车款 是今天刚拖运过来的 而且 它还是法拉利70年周年庆的 特别定制限量款 特别定制的这个颜色 全球只有一台 呼 苏子涵看到保护罩掀开的那一瞬间 立马倒吸了一口气 天哪 这车 天空蓝的颜色 一看 就让人舒心不已 还有那剪刀门 简直太酷炫了 爱了爱了 张阿姨 这车多少钱啊 苏子涵忍不住问道 反正买不起 先问问看 以后就把这个 当做努力赚钱的目标 然后买下来 送给爸爸 张曼文笑着回道 子涵 这台是法拉利的拉法 La Ferrari 落地价是2250万 市面上很难买到 买到就是赚到 转手翻个倍 完全不成问题 可惜就是我没那么多的钱 要不然 我肯定买下来转手卖 想买这台车的富家子弟 这几天一直打我电话 问这台车什么时候的 苏子涵内心震惊 没想到这台车 竟然要2250万 比之前看的那些 四五百万的 还要贵得多 真不愧是法拉利 最贵的一台车 而且还是特别 定制限量款的 爸爸 以后我会努力赚钱 给你买的 苏子涵转过头 对苏晨 目光坚定地说道 叮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回那爸爸 等着韩寒赚钱给爸爸买 奖励宿主魅力加五 选择二 回韩寒加油 爸爸相信你将来 会赚超级多的钱 奖励宿主1500万 之前他选择过 系统奖励的运气 还只是加了十个点 他就以一人之力 天降惩罚 把威廉那群人电的 成了黑焦炭 可见 系统奖励的这些点数的 牛逼之处 如果他选择魅力加五的话 再加上他本身的帅气逼人 那走出去 估计就会向古时候 潘安去长安街 一整条街的女人 不管美丑 都朝潘安扔蔬菜 和鲜花的盛况了 魅力太大 也是一种负担 选择二的奖励简单粗暴 直接奖励1500万现金 外加系统金奖励的1000万 一共就是2500万 在不动他之前的存款的前提下 他可以毫无压力地 买下这台法拉利拉法 顶级超跑 又获利更大 因为这会儿 他看得出来 女儿真的很喜欢这台超跑 而且 他作为男人 也很喜欢这台超跑 当即 他心里就有了选择 宠溺地揉了揉苏子涵的小脑袋 说道 韩韩加油 爸爸相信你将来会赚超级多的钱 嗯嗯 苏子涵用力地点着小脑袋 被爸爸信任的感觉 就是棒啊 张曼文笑着说道 子涵 你真孝顺你爸爸 我要是有个你这样孝顺的女儿 我这是做梦 也高兴啊 子涵 你现在是高三 还是上大学了 爱屋即屋 张曼文挺喜欢苏子涵的 大一 大学生了 厉害 考得哪所大学 帝都大学 张曼文震惊的嘴巴 都张大的能晒下两个鸡蛋 天呐 帝都大学的高材生 了不起啊 阿姨相信你以后肯定可以赚到钱 给你爸爸买下这台车的 然后张曼文羡慕不已地望向苏晨 说道 苏晨 你厉害啊 你女儿竟然是帝都大学的高材生 这可是咱们龙国最顶尖的大学啊 多少学子想要挤破头考进去 最后都只能望而心叹 你太厉害了 栽培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苏晨笑着说道 都是孩子妈的功劳 张曼文 这台拉法不错 我喜欢 我女儿也喜欢 那我就不去看别的车子了 就买这台吧 这话一出 全场震惊 第107章 女同学震惊 苏晨 你发大财了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利宿主1500万 1500万已经打入宿主的银行卡 来源安全 听到系统的声音 苏晨拿出手机一看 果然 银行发来短信 他的存款又多了1500万 已经有将近4000万了 爽 张曼文不可思议地 望向苏晨 压低声音问道 苏晨 这台车落地价要 2250万 你确定要买 是啊 买 苏晨笑着说道 张曼文看苏晨这样子 不像是开玩笑 他震惊不已 看向苏晨的目光 也跟之前不一样了 带上了兴奋 和难以压制的激动 苏晨 你 赚大钱了 因为张曼文 没有加到苏晨的微信 所以并不知道 最近苏晨炒股票赚钱的事 还以为苏晨 如今只是中产水平 之前在保时捷门口 他那么说 是故意说给保时捷的销售们看的 没想着 真的让苏晨来他店里买车 给他充业绩 现在 没想到 苏晨竟然不仅有财力买法拉利 而且还有财力 轻松地买法拉利 最贵最顶尖的超跑拉法 这简直是太震撼了 炒股赚了点钱 办手续去 等会儿 还要回去给孩子们做晚饭 苏晨笑着说道 张曼文确认 苏晨是真的买得起这台车后 于是 他震惊地大声地 极为夸张地说道 天哪 老同学 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优秀 炒股赚了这么多的钱 2250万的法拉利拉法 随手就买 牛逼两个字 都无法来形容你的优秀 简直就是牛逼克拉斯 阿妹 过来 快去准备手续 张曼文当即换来自己的助理 让他立刻去办理手续 然后他带着苏晨 还有震惊中的苏子涵 去看这台拉法 给苏晨和苏子涵 详细地介绍 这台拉法的优越性 苏晨 韩韩 这台拉法搭载的是6 三升V12发动机 最大马力963匹 8000转 最高时速380公里每小时 百里加速只需要3秒 开在路上 超级拉风 还有这内饰的配置颜色 是其他的法拉里都没有的 这是婴儿兰的定制版 不仅座椅是婴儿兰 方向盘上也是蓝色 其他的拉法 一般都是红色车身 座椅红色或者黑色 方向盘是黑色的 当看完车 张曼文带着苏晨 父女俩去VIP休息间休息的时候 苏子涵都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刚好这会儿张曼文出去了 苏子涵连忙对苏晨说道 爸爸 这台车好贵啊 2250万 我们真的要买吗 当然买了 爸爸有钱 苏晨打开自带的保温壶 里面装的是他专门给苏子涵煮的 红糖红枣水 他把打开的保温壶 递给苏子涵 柔声地说道 韩韩 你陪爸爸看了这么久的车 累坏了吧 来喝口水 等会儿 我们就坐在这里休息 买好车 我们就回家 苏子涵接过保温壶 摇了摇头 说道 爸爸 我不累 我现在浑身都很激动 爸爸 虽然这台车很漂亮 我也很喜欢 但是 他很怕苏晨是因为他说 喜欢这台车 然后买的 那样他会很自责的 苏晨看得出来 小丫头在想什么 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韩韩 爸爸买这台车 一来是因为你喜欢 二来呢 爸爸也喜欢 三来呢 爸爸现在有钱 即使全款买下这台车 爸爸的存款也还有上千万 所以 你不用为爸爸的存款担心 也不用自责 作为男人 没有不喜欢超跑的 苏晨涵震惊地望向苏晨 天呐 他爸爸全款 买了这台2250万的超跑后 还有上千万的存款 他爸爸到底多有钱啊 都是炒股赚的吗 对了 爸爸推荐给他的股票 真的很厉害 这一个星期 每天都在稳定地涨 没有一天跌过 爸爸的炒股技术 太牛了 想通了 爸爸是真的有实力 而且也喜欢这台超跑才买的 苏晨涵心里也舒服了 他喝完水后 把水杯递给苏晨 贴心地说道 爸爸 你也渴了 你也喝点水 今天可太好了 我们家要进一台价值 2250万的超跑了 而且 刚才张阿姨还说 这台超跑 是全球唯一的一台限量版英儿兰 说从我们买下开始 就等于是翻个倍了 就等于一买下 就赚了2250万 难怪那么多富二代都在抢 没想到最后被我们赶来的仙 买了 太高兴了 苏晨看着女儿 一脸小财迷的样子 一边喝水 一边温柔地笑 有系统的日子 真爽啊 之前 他还在考虑 要不要买这台车 没想到 系统直接出选择 奖励他1500万 直接就毫无压力地 买下了这台车 尤其是看到女儿 脸上那幸福又小财迷的 可爱表情 他觉得 他之前选择了要现金 而不是要魅力点数 完全是值得的 他现在算是体会到了 当奶爸的感觉了 只要看到女儿开心地笑了 就算是外面正在下冰雹 暴雨 他都觉得 世界是一片晴空万里 张曼文端着热乎乎的 银耳燕窝粥 还有刚泡好的顶级红茶过来了 他笑着把银耳燕窝粥 递给苏子涵 把红茶递给苏晨 然后坐在沙发上 看向苏晨说道 苏晨 真是没想到啊 十多年没见 今儿个一见面 你可是让我一直都震惊 震惊啊 我把这十多年存的震惊 都在今天震惊完了 先是你有了韩寒这样 漂亮的大女儿 然后还是五胞胎 然后 韩寒还是帝都大学的高材生 现在你又赚了大钱 2250万的跑车 说买就买 我现在可激动坏了 对了 你是不是没加咱们的同学群啊 我在群里没看到你 我现在拉你进去怎么样 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你现在的情况 因为苏晨在大学的时候是校草 是不少男生的攻击对象 导致在之前的好几次同学聚会上 不少发家了的老同学 都会特意把苏晨提出来 说一说 说苏晨被某某甩了 又被某某甩了 然后还说 苏晨30多岁了 还没结婚 也没生孩子 更没钱 还说帅有什么用之类的等等 他当时就对回去 说 人家过得怎么样 关你们屁事 现在 看到苏晨老婆孩子都有了 而且还十分有钱 他就想把苏晨拉到同学群里 好好的震惊 震惊那群狗眼看人低的同学们 第108章 加入同学群 叮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加入同学群 奖励宿主出级驾驶技能 轻松驾驭超跑 小轿车 房车 选择二 拒绝加入同学群 奖励宿主出级锤吊技能 一个是驾驶技能 一个是锤吊技能 驾驶技能 可以让他毫无压力的 单手开发拉力 帅气又拉风 锤吊技能 可以让他去湖边钓鱼的时候 钓鱼BUFF加深 成为全场的焦点 都是很不错的技能 不过 他想了想 还是选择驾驶技能更好 不仅是因为 单手开发拉力更酷炫 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掌握了驾驶技能后 那他开车的稳定性会更强 可以极大概率的避免发生车祸 保护家人的行车安全 所以 他对张曼文说道 可以 二维码给我 我扫一下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力宿主出级驾驶技能 紧接着 大量的关于如何驾驶超跑 小轿车 房车的技能 以及各种各样车型的配置等等知识 一股脑的输入到了苏晨的脑海里 十秒钟后 苏晨再次睁开眼睛 整个世界在他的眼中都不一样了 隔着玻璃 他看着外面那台婴儿蓝的法拉利拉法 这台车就仿佛退去了衣服一般 在他的眼中 全部都是这台车的钢铁构架 大到发动机 小到一个螺丝钉 他都了如指掌 车子如果哪里出了问题 他相信自己 可以第一时间 就找到车子出问题的原因 然后修好它 这 驾驶技术 牛啊 不仅能把车子开得更稳 最主要的是 还能修车 又会开车 又会修车的 这才是真正的老司机啊 他虽然开车十多年 但是 他对车子的了解 仅限于不用出去洗车 自己可以在家里省钱洗车 现在嘛 他就是正宗的老司机了 这种感觉 太爽了 这会儿 就算是世界第一的赛车手 跟他赛车 也只有被他吊打的份啊 扫码进了同学群 他刚进同学群 之前还在刷屏的同学群 立马就安静了下来 因为大家的界面 有了一条新提示 同学张曼文 邀请陈加入群里 苏晨的大学 并不是在帝都 而是在中海的 一所三本大学 大学毕业后 大家各奔东西 他和陈鹏两人一商量 就北漂来到了帝都 他毕业的那个年代 还没有普及手机 所以一般不怎么联系的 大学同学 也渐渐的 就都不再联系了 他和陈鹏两人 都没收到同学的邀请 加入这个微信同学群 也没参加过 大学同学的聚会 现在一进来 虽然他的名字 只显示一个自成 但是群里的人 立马就意识到 这是他苏晨了 张曼文 这是苏晨 我刚在帝都的店里 碰到了他 拉他进来了 刘志刚 苏晨 十多年没见了 你在帝都过得怎么样 结婚了吗 生孩子了吗 刘志刚 刚好我儿子现在读高一 再过两年 就要准备高考了 想考帝都的大学 刘志刚 不知道帝都哪些 重本大学 是名副其实的 刘志刚 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于轩 班长 这事情你问苏晨 他怎么可能知道 他又没孩子 怎么可能去注意 什么重本大学 不重本大学的 哪里像你 儿子是学霸 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 操心的不行 班长 我可真是羡慕你 儿子考的是中海最好的高中 都不用考虑学区房的事了 我这刚给我女儿 买了套学区房 把两边的家底都掏干净了 现在房价真的是太高了 尤其是学区房 唉 不过也值得 何美交 中海的学区房 我去 于轩 那起码得六百多万一套吧 于轩 可不是吗 老婆小 还花了七百万呢 而且 我们还是按揭买的 带了两成 最近真的是连烟我都戒掉了 太穷了 何美交 泽泽 七百万的学区房 带了两成 你也首付了八成 那可是五百六十万呢 厉害厉害 看来在我们这些同学里 你是混得很好的一个 唉 我也挺惨的 本来在单位工作得好好的 我老公突然就升职当了总经理 年入也就三百万 他就不准 我去上班了 让我在家当家庭主妇 唉唉 我这日子 可真是惨惨的 于轩 我去 何美交 你可真不会是我们班的班花啊 嫁得老公就是好 经理了 年入三百万 我去 班都不用你上了 你这不是躺着当副太太吗 羡慕羡慕 大家都开始了 各种哭穷式装逼 张曼文 图片 at苏晨 老同学 今天我可是谢谢你了 让我赚了这么多的提成 光是这提成 我都可以去买台奥地Q5了 张曼文 恭喜苏总 喜提价值2250万的法拉利拉法一台 张曼文 现在别人想买这台车 可是要多出一倍的价格 还买不到 苏总 你赚到了 苏晨 共赢 两人这话一出来 顿时 整个同学群都炸了 不管是在群里说话的人 还是在悄悄窥评的人 都在这一瞬间 不是从椅子上书地站起来 就是喝水突然被枪到 又或者是开车猛踩刹车 又或者是刚坐到一半 立马穿上裤子 跳下沙发等等 因为这太震撼了 苏晨买了一台2250万的法拉利拉法 怎么可能 可是 张曼文确实是在法拉利公司上班 而且还是帝都分店的总经理 难道 是真的 苏晨真的买了2250万的拉法 刘志刚 张曼文 张美女 没想到几天没见 你都这么爱开玩笑了 她可不相信农村人出身的苏晨 有钱买价值2250万的法拉利拉法 那可都是 要么自己是富一代 要么就是 含着金汤池出生的顶尖富二代 才买得起的 普通人 一辈子都只能在梦里拥有法拉利了 或者法拉利玩具车 于静 张美女 你这玩笑开得有点大 你说苏晨买了一台50万的奥迪Q5 我还有可能相信 你说她买了台2250万的法拉利拉法 这个玩笑太夸张了 何美娇 大家都别说张美女了 毕竟苏大笑草 可是笑草 出场方式当然要不一样 苏大笑草 现在在哪里高救 当年何美娇追过苏晨 但是没追到 所以她心里一直按戳戳的各种希望 苏晨过得不要比她好 毕竟 你若安好 那还得了 第109章 林婉雪交接工作完成 今晚就到 张曼文 图片 这是一张苏晨全款付款的购买单图片 张曼文 我是开玩笑的人吗 你们也太小看苏总了 这图片一出 全场再次安静了下来 这些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 不是有人摔碎了手机 就是有人锤爆了键盘 又或者是开车追尾了 没人说话了 不管张曼文说 苏晨买了2250万的法拉利车 是不是真的 他们都不想在群里说话了 太难受 太难受了 不管是男生 还是不喜欢苏晨过得比他们好的女生 这一刻都抓心脑干的难受 浑身都被苏晨的这个消息 刺激的在发抖 恨不得天上立刻掉下来一个亿 砸在他们头上 让他们立马说一句2250万买台超跑 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大家都被刺激的说不出话的时候 刘志刚站出来了 刘志刚 哦 2250万的超跑啊 真厉害 不过 这也太糟蹋钱了 我觉得钱 还是得投资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 这样才能让整个家族 长久持久的富裕 而不是只富一代 于轩 苏晨 厉害啊 竟然买了2250万的超跑 牛 对了 我记得这周日 就是我们三年一次的同学聚会 今年聚会地址 刚好定在帝都金海湖的碧波岛 苏晨 你记得开着你的法拉利拉法过来啊 我还从来没摸过这么贵的车呢 你可得让我好好地长长见识 呸 他才不相信 苏晨买得起价值2250万的超跑 真是吹牛不打草稿 也不知道张曼文是怎么想的 非要这么捧苏晨的臭酒 就因为苏晨长得帅 但是那也是十多年前的帅 现在 大家都37 38岁了 不是身材变样发福 就是秃顶 皮酒肚 或者光头 满脸褶皱 苏晨现在 肯定也中年发福了 张曼文不是吹捧苏晨吗 挺好的 刚好同学聚会要到了 他就对苏晨来招捧杀 把苏晨捧得高高的 到时候 苏晨开不了拉法过来参加同学聚会 他可真是期待 这周日的同学聚会的到来 这周日 就是后天 他等着那天 看苏晨被打脸 和美娇也立马附和 是啊 苏晨 你可一定要来啊 后天 他一定要打扮的花枝招展 华丽富贵的过去 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带在身上 包括房产证 车子的登记证书 各种奢侈品等等 苏晨 行 我刚好有空 那就来一趟 正好女儿们放假 带女儿们出去玩一趟 挺不错的 金海逼波岛 距离他住的地方不是很远 开车过去两个小时就能到 那是一处旅游度假的好地方 4A急风景区 特别适合亲子旅游 发完这条消息后 苏晨关了手机 带着苏子 含上了法拉利拉法车 开惯了阿尔法这种空间宽大的保姆车的他 再来开超跑 还真别说 他还有点不适应 因为超跑的空间真的挺窄小的 不过适应了这窄小的空间后 他感觉还是超赞的 不管是座椅 还是方向盘 又或者是右手边的操作台 都不愧是顶级超跑品牌 就是设计的贴心又舒服 苏子涵这会儿坐在副驾驶座上 整个人是猛圈的 这 就是价值2250万的超跑 他坐在了副驾驶座上 他立马自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激动地把照片发到了姐妹群里 苏子涵 爸爸的新座驾 苏伊诺 我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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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伊诺 苏伊诺 震惊震惊震惊 苏伊诺 为什么不喊我 我要立刻回家 天哪 自家老爸竟然买了一台法拉利跑车 第一个坐上副驾驶座的人 竟然不是他 而是大姐 擦擦 早知道今天老爸要去买超跑 他今天中午上完第一节课后 就回家了 还非要在学校里 跟室友们吹牛装逼说 明天去SKP购物的事 做啥子悠悠 这下子好了 完美的错过了 这等更装逼的大事 苏又宇 哇塞 爸爸好帮啊 买了一台法拉利跑车 好哭炫啊 我下午上完课 就回来 即使坐车回家 要四十分钟 那也挡不住他要回家的心 苏与彤 我下午没课了 大姐 来接我 已经穷到没钱吃晚饭了 今晚去爸爸那里蹭一顿 现在就可以开车过来接我了 就算晚上还有个实验 他也不想去做了 再大的洪荒之力 也拦不住他 要去爸爸家吃大餐 摸超跑了 尤其是 爸爸开着超跑来接他 面子大大的 他虽然不是个虚荣的女人 但是 也有颗虚荣的心啊 赶紧来 赶紧来接我 苏子涵 那我问下爸爸哦 发完消息后 苏子涵把苏与彤 让他们过去接他的事 跟苏晨说了 苏晨得知 四女儿要他开车去接他 立马就笑着说道 可以 他好了 四女儿让他去接他 就代表接受他这个爸爸了 五个女儿 完全拿下三个 四女儿 很快也会被他拿下 那就只有三女儿苏可兴了 想到马上就可以跟五个女儿 一起坐在餐桌上吃饭 甚至还有孩子妈淋完血 他就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爸爸 那我们那台阿尔法呢 怎么开回去 苏子涵想到 爸爸的阿尔法保姆车 还在丰田4S店里维修 没事 到时候让4S店开回来就好了 这个简单 我给他们做维修的师傅打个电话 说完 苏晨便拿起手机打电话 站在旁边的张曼文 再次被震惊到了 苏晨还有台阿尔法保姆车 也对 苏晨有五个女儿 还有个孩子妈 一般的五座轿车 还真的坐不下 需要七座的阿尔法保姆车 果然应了那句话 看到开保时节的不用怕 看到开阿尔法保姆车的 那可得夹紧尾巴做人了 因为谁也不知道 开阿尔法保姆车的车主家里 还有几台顶级豪车 这十多年没见 苏晨真的是太让他震惊了 他很期待那些在群里还捧杀 以及不相信苏晨赚大钱的同学们 后天看到 苏晨带着五胞胎女儿和老婆 开着阿尔法保姆车 外加拉法顶级超跑过来的时候 震惊的眼珠子掉一地的画面 哼 想想就爽 就期待 林婉雪这边 他放下手里的签字笔 吐了一口大气 舒畅地说道 终于把交接资料处理完了 然后他扭了扭块僵硬的脖子 站起身 扭胯活动细腰 又双手合十 来个伸展姿势 立马把他H号大的胸 称得更加的挺拔 有曲线 凹凸有致 我吊 婉雪 你干嘛 我熬了一晚上的夜 正昏昏欲睡的 你竟然给我来这样流鼻血的画面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啊 都是第一次做人 凭什么 你就凹凸有致 然后我 我就飞机场 扁屁股 这万恶的社会啊 怎么可以这样区别对待 我好恨啊 林婉雪少有的嘚瑟地 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身材 这样的身材 苏承会喜欢吗 想了想 他就喜滋滋地拿过手机 然后满脸期待地开始订票 我现在就订今晚七点的机票 晚上九点 我就可以抵达地都了 苏承 我真的来了 等着我来扑倒你 第110张震惊 他 竟然真的买了法拉利 还是拉法 买好机票 淋完雪就抓过一块帕子 扔给应欢欢 浑身半点都没有熬过夜后的疲倦感 反而整个人精神十分旺盛 赶紧去洗个脸 等下陪我出去逛街买衣服 还有做头发 做护服 他要精致 漂亮地出现在苏承面前 给苏承留下一道 一击毙中的难以忘怀的歉意 应欢欢认命地说道 好吧 为了闺蜜的爱情 我不改搞了 苏承这边 给丰田4S店维修的师傅 打完电话 让他们到时候 把车送到他家里后 他启动发动机 对张曼文说道 张曼文 这次谢了 下次请你吃饭 一启动发动机 他就听到了 超跑独有的轰轰轰 拉风到极致的声浪 真好听 难怪男人都喜欢超跑 还只是启动发动机 还没开始飙车 他就已经感觉到 浑身的血液 都在激情地流淌了 感觉整个人瞬间年轻了好多 精力十分旺盛 脑海里立马就浮现出 昨晚林婉雪 跟他视频的时候 穿着白衬衣 解开两颗衬衣扣子 将清纯和妖娆 还有高冷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的画面 不行了 还冲动了 必须得超速开车 好好的发泄下 当即 刚说完话 他就一踩油门 从车道里 百米加速 而出 配上顶级超跑 轰轰轰的阴浪 和拉法的彪悍 如猛兽的造型 以及这台特制版拉法 吸睛的婴儿兰车漆 直接就把周围 所有人的目光 都给吸引了过来 甚至好多人特意的 从旁边的车店里 跑出来观看 惊呼不已 天哪 快看 那是什么跑车 太酷炫拉风了 男人就该开那样的超跑 我去 那不是法拉利 最贵的拉法吗 一台车的落地价 就要2250万 比我们帝都的一套房 还要贵 不对啊 我看到的拉法 都是红色的 那台怎么是 那么特别的颜色 婴儿兰 我去 我查到资料了 那是特别法拉利 为今年70周年庆 特意定制的一款拉法超跑 全球仅此一台 买到就是赚到啊 开腻了这台 一转手 至少翻个倍啊 天哪 是谁买走了呀 是一个超级帅的帅哥 他的副驾驶座 半点都不让人失望 虽然没看到那姑娘的正脸 但是我看到背影了 一看就知道是个女神 羡慕了 羡慕了 我什么时候 才能过上开超跑 副驾驶座上 坐着笑花级女神的神仙日子啊 保时节店里的女销售员们 苏晨的身影 只感觉到眼前一道风刮过 车屁股都看不到了 而这个时候 张曼文正带着全体法拉利工作人员 一起出来 特整齐地朝着苏晨的车子 消失的方向 一边弯腰90度致近 一边异口同声地大声地喊道 恭送苏总 苏总慢走 恭喜苏总喜提法拉利拉法一台 这一段话 重复说了三次 周围的人都知道了 今天是一个姓苏的帅哥 买了一台价值 2250万的法拉利拉法 销售员们都凑到一块兴奋的唠嗑 然后就有人震惊地大声地说道 什么 天哪 这位苏总最先进的 竟然是保时节 然后没有销售搭理 导致人家去了法拉利 天啊 保时节不是也有一款 1000多万的918超跑吗 保时节成功错过了这个大客户 让人家法拉利捡了便宜 真的是太搞笑了 所以 以后大家做销售的时候 不要再用以前那一套了 现在好多包租公包租婆 都喜欢穿地摊货和人字拖出门的 穿得不怎么样 但是人家有的是钱啊 相反那些穿得人模人样的 反而还真有可能 兜里是干干净净的 保时节的女销售员们 一听这话 立马后悔的肠子都毁清了 连带着在原地跺脚 各种懊悔 甚至还在用脑袋撞墙的也有 眼瞎了这次 那么帅又有钱的帅哥 人生几时能遇到一个 就这样的 让我错过了 毁啊毁 这次要被老总骂死了 忽然 他们三个都接到了电话 是H2经理打来的 让他们去开会 毕竟汽车城卖出一台价值2250万的超跑 传播速度是很快的 保时节的老总 很快就知道了全程经过 他们保时节 不仅错过了苏晨这么一个大客户 而且还得罪了苏晨这个大客户 这些女销售们 必须全部开除 得改变一下营销策略了 不能再找那些狗眼看人地的销售了 时代再变 阶层再变 将来 有钱有权的人 也会发生一次大更换 必须得找善良的姑娘来当销售 才行 苏晨这边 苏晨晨一直在忍着尖叫 等他通过后视镜 看到超跑消失在汽车城后 立马就开始 啊啊啊的叫了出声 爸爸 太快了 不行了 我受不了了 苏晨爽朗地笑道 好 爸爸降速 不好意思 爸爸真是太兴奋了 车子降速下来 苏晨晨终于松了一口气 爸爸 现在要去接四妹 这车只有两个座位 等一下你先把我送回去 然后我把四妹的位置 微信发给你 你再去接她 怎么样 而且四妹胆子大 你可以先带她出去逛一圈再回来 今天爸爸买了新车 我们去外面搓一顿庆祝一下吧 爸爸刚买了新车 又要回家做五个人的饭菜的话 就太累了 行 爸爸今晚请你们去吃好吃的 苏晨哈哈地爽朗地笑道 嗯嗯 苏晨把苏子涵先送到家里 然后才开车去接四女儿苏与彤 还真别说 虽然跟四女儿隔空遇见过一次 但是 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面 没有大女儿在身边 她还真有点紧张 在红绿灯路口 等绿灯的时候 她把车顶的镜子打开 然后对着镜子整理好自己的衣领 胡须 然后扬唇一笑 苏晨 你真特么的帅逼了 等会儿单手开法拉利 一个酷炫的飘移出现在四女儿面前 给四女儿一个深深的震撼 争取一举拿下四女儿 走起 第111章 四女儿叫苏晨叫爸爸 与彼 苏晨关掉镜子 这会儿绿灯已经亮了 但是神奇的是 旁边的车子都不敢先一步走 身后的车子也不敢按喇叭 苏晨笑了 这就是有钱的特权啊 红绿灯路口 绿灯亮了 法拉利拉法不走 其他车辆一律不走 甚至连喇叭都不敢按 如果是其他的车子 身后的车子早就按喇叭按个不停了 甚至还会把头扭出窗口 来骂怎么还不开啊 会不会开车呀 等等之类的话 果然 开顶级豪车出门的待遇 就是高逼格呀 苏晨也没多单个时间 当即一脚踩上油门 拉法冲出 意气绝尘 身后全部都是拍照 或者录视频 或者直播的群众们 快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婴儿兰这样颜色的拉法 绝必是全球限量一台的那种 太酷炫了 太拉风了 要是能坐上那台超跑的副驾驶座 简直就是祖坟暴清烟了 苏晨彤这会儿正站在帝都大学北门口 簇看向开着一台法拉利458 停在他面前的男同学顾世成 我说了 我有人来接 周末也有约了 没空 苏晨彤冷淡地说道 顾世成从车上下来 拍了拍法拉利车身上的月满标志 自信满满地说道 苏宇彤 你作为我们帝都大学的校花学霸 可不是那些BBA车配得起的 你要坐 就得坐法拉利这样顶级豪车的副驾驶座 周末跟谁约了 带上我 我开车带你去 会让你在你朋友面前 倍儿有面子 他前几天在地上打了好几次滚 他好不容易让他爸爸 给他买了一台炮妞神器 法拉利458 就是为了彰显身份的来炮苏宇彤 没成想 苏宇彤竟然拒绝了他的邀请 这可是价值400多万的法拉利 他不相信苏宇彤不动心 这会拒绝了他 肯定是端着架子 今天他开这台车来学校的时候 可是被好多女生要电话号码 还请求拍照之类的 一个个恨不得立马贴到他身上来 但是都被他给拒了 他堂堂顾家小少爷 可看不上那些倒贴的lowho 他要泡就泡高冷笑话苏宇彤 苏宇彤正觉得眼前的苍蝇吵得难听 刚想吓唬他一顿 就看到不远处一台超级拉风 举世瞩目的婴儿懒法拉利超跑 朝着他这边奔驰而来 他的眼睛立马一亮 这是爸爸的车 因为苏子涵在微信群里 发过爸爸新买的这台车的图片 还特意说 婴儿懒这个颜色的法拉利拉法 全球只有一台 就是爸爸的这台拉法 接我的车来了 苏宇彤冷淡地说道 在哪里 顾世诚转身 顺着苏宇彤的目光看过去 立马眼睛一亮 婴儿懒的法拉利拉法 这是今年 法拉利为了庆祝集团成立 70周年的特别定制款 而且 全球只有一台婴儿懒 这台婴儿懒被龙国获得了出售权 他堂哥昨天还跟他说 这台车马上就要抵达龙国了 还说他一定会买下来 现在这台婴儿懒拉法 正朝着他开来 看来他堂哥 真的买下了这台车 真是牛逼啊 2250万的拉法呀 而且还是特定版 没一点关系 根本抢不到 因为这样的车 一转手 可就是至少翻个倍 全球富豪们都想买 物以细为贵 自然会把这台车在二手市场 炒出天价 要知道 法拉利公司的大众款拉法 全球都只限量499台 可不是每一个富豪 都能人手一台拉法 这也导致2250万的拉法 在二手市场 已经飙升到5000万一台 而这台定制版的拉法 全球只限量一台 那他在二手市场的价格 估计最后都会破亿 想到这台车 是自家堂哥买的 他一下子都感觉到 呼吸都急切了起来 再想到自己以后 可以找个机会 跟堂哥借这台车开 他眼睛都要冒出红光了 然后他再往拉法车后看 毕竟现在的重点 不是看他家堂哥的车 而是要泡笑花 所以 他得看看来接笑花的车 是什么车 一看到跟在他堂哥拉法车后面的 那台破大众后 他瞬间底气十足 指着拉法超跑 然后转头 对苏语彤好气冲天地说道 苏语彤 看到没有 那台英尔兰的法拉利 以后我可以带你坐上去 那台车可是我家 堂哥两个字还没说出来 忽然 拉法车 一个漂亮的神龙百尾 就飘逸到了他面前 激动的他浑身 都在发抖了 尖叫声到了嗓子眼 天哪 堂哥 你特么的太给我面子了 直接把车开到我面前 还来了这一样 一招帅炸裂了的神龙百尾飘移 太让我在我家女神面前有面了 虽然他有点小疑惑 自家堂哥的飙车技术 什么时候只要牛逼了 神龙百尾的飘移都开得出来 但是 他现在没空去想那些 他现在只想在女神苏语彤面前装逼 显办 他觉得自己拿下苏语彤 是分分钟的事了 苏语彤 我给你介绍一下 顾世成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发颤 因为他看到苏语彤的眼睛也放光了 显然 苏语彤也是喜欢豪车的 只是 下一秒 爸爸 他就看到苏语彤几步 走到拉法驾驶座那边 然后喊 爸爸 轰轰轰 他感觉到自己的大脑瞬间炸裂了 目翅欲裂地望过去 就看到拉法酷炫的剪刀门车门打开 一个 他不认识 却帅得让人原地爆炸 又高大威猛 瞧着三十岁出头的男人 从驾驶座里走了下来 这个男人 是谁 为什么女神喊这个男人喊爸爸 难道 这是包养女神的大叔 不 不 这车不是自家堂哥买了吗 怎么会是别的男人买了 难道 这个男人的权势地位 比他家堂哥还要牛逼 是六大家族的人 第112章 敢炮我女儿 谁给你的胆 此刻 顾世成尽管暴怒如雷霆 却也不敢上前去找苏诚质问 因为他还没摸清楚苏诚的底牌 生怕因为自己的一时逞强好胜 给自己和家里招惹来一尊魔神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女神 扑到苏诚怀里 抱住了苏诚 他的目光落在两人相拥的位置 那么大 都被击变了 这是抱得有多紧 这样的坦克享受 竟然不是他 而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叔 气炸了 他双手握成拳头 转过头 不敢再看那刺激人的一幕 而这会儿 刚好是晚饭时间点 外加明天是周末 就等于是放小假 所以 帝都大学北门口 聚集了很多准备出去封玩的学生 这些学生们 从苏诚的车出现 到苏诚下车 全程都处于捂着嘴巴震惊的状态 甚至好多人都凑成一堆在谈论 尤其是当苏诚下车的时候 讨论生简直就如同轰隆隆的飞机 开过一般嘈杂 女生们的讨论 天哪 那个男人是谁啊 帅炸裂了 他跟孝花抱到一块了 果然 能坐上顶级超跑副驾驶坐的 不是孝花 就是孝花女神 我好想回炉重造 让我变成孝花啊 不仅可以拥有那么帅的大叔 而且还可以坐上顶级超跑 那儿大大的 不知道这位帅大叔 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女朋友 好想上前去搭设 就算不成功 耐蹭一下他的车拍个照片 也能置把朋友圈啊 男生们的讨论 这就是男人的典发啊 人到三十岁 开顶级超跑 睡顶级大学的孝花 真是羡慕的我 牙齿都酸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买下这么好的豪车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得又帅 又有成熟魅力 又多金啊 我好想重新去投胎啊 我也想重新去投胎加一 加二 排队投胎加三 苏晨这边 接受了四女儿的拥抱后 他感觉得到 四女儿对他这个爸爸的接纳 他心情大好 宠溺地拍了拍小家伙的肩膀 然后放开他 看向他开车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站在他家女儿身边的男学生 你朋友 苏晨问道 作为男人 而且还是作为成年男人 他知道 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 自家女儿 现在可是18岁的娇嫩花朵 他这个当爸爸的 必须得保护好他们才行 没有 只是同班同学 爸爸 别管他 我们上车 苏宇童抱着苏晨的胳膊 说道 苏晨确定 对方只是自家女儿的同学 而不是女儿的男朋友后 当即就没再看顾世成了 拍了拍车门 笑着对苏宇童说道 行 走 苏宇童绕过车头 就要坐进副驾驶坐 顾世成忍无可忍地 终于还是忍不住地喊住了他 苏宇童 他一个大叔 感情经历丰富得很 就是跟你玩玩而已 你别上他的车 说着 顾世成就要去抓住苏宇童的胳膊 只是 他的手还碰到苏宇童 就被苏晨扣住了手腕 然后苏晨以强者之姿 挡在了苏宇童的面前 啊 痛 从小含着金汤池出声的顾世成 哪里受过这样的疼痛 就仿佛整条胳膊 都要麻痹地断掉了 又麻 又追星的痛 直到痛就好 记住了 以后别再缠着苏宇童 说着 苏晨就甩开手 顾世成整个人连续后退出步 拖着一条手 愤怒地瞪向苏晨 一句句顶嘴的话 压在喉咙里 就是不敢放出来 只能死死地咬紧牙关 苏晨拍了拍拉法的车头 然后对顾世成说道 看到这车没 2250万刚买的 法拉利拉法 就你开的一台 破458法拉利 还敢泡我女儿 谁借给你的狗胆 这话一出 全场震惊 尤其是女生们 直接就捂着嘴巴 像蛆一样扭动地在尖叫 天哪 那个帅大叔 不是笑话的男朋友 是他爸爸 好帅 好霸气啊呀 我喜欢 爱了爱了 我恋爱了 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苏宇童家这么有钱啊 不仅有钱 他爸爸长得也太年轻 太帅了吧 完全看不出来啊 说苏宇童和帅大叔 是情侣都没毛病 帅大叔太年轻了 身材保持得太好了 妈妈咪呀 我想当妈了 我也是 我不介意有女儿 我也不介意 我想当妈了 我的母爱爆发了 谁也别想拦住我 发挥出母爱的光辉 顾世成整个人 都震惊地傻眼了 什么 这个帅大叔 不是苏宇童的男友 也不是什么干爹干女儿 而是苏宇童的亲爸 那他刚才 是在对自己未来的岳父 口出狂言 天哪 他真是恨不得 立刻在地上 用脚趾头 抠出个三十一厅 躲进去藏起来 太出糗了 丢大脸了 竟然以为苏宇童的爸爸 是苏宇童的男朋友 自己这是在女生 和未来岳父面前 出大糗了 他立马变脸 特狗腿用力地 扇打自己的脸 自己骂自己 瞧我这没开过光的嘴巴 就是范健 说出来的话 跟拉狗屎一样 太难听了 我自己都嫌弃 我自己这张嘴 苏叔说 对不起 我错了 苏宇童冷淡地扫了他眼 然后让苏宇童上车 他转身绕过车头 上了驾驶座 开着车 就轰轰轰地走了 气场十足 排面十足 所有帝都大学 在北校门口的学生们 都骑刷刷地 朝他车子开离的方向 行住墓里 叮叮叮 顾世成的手机响了 是他堂哥打来的电话 世成 有空吗 出来陪我喝酒 那台婴儿拦拉法 被别人抢先买走了 气死我了 我得去查一查 到底是谁 买走了我顾超看重的车子 敢跟我顾超抢车 我得让他知道 我帝都四少的厉害 顾世成一听这话 立马浑身抖了抖 连忙喊道 别 堂哥 都是自家人 你的那台车 是我家老丈人买的 你家老丈人 什么情况 我最近不是求着我爸 给我买了台法拉利 458吗 嗯 你是要追你们班上的 那个笑话 对 就是苏与彤 买走你的车的人 是苏与彤的爸爸 也是我未来的老丈人 堂哥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别去找 我家老丈人的麻烦了呀 我刚才就搞了一个大乌龙 真是尴尬死我了 他的话说完后 电话那端安静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对方的声音 你说你家老丈人姓苏 应该是吧 毕竟他女儿姓苏啊 好 我知道了 你追你家女神的事 没戏了 我就说嘛 敢跟我顾超抢车的人 怎么可能是一般人 也就只有六大家族那些人 敢不把我顾超放在眼里了 好了 就这样了 你放心吧 这事我不会再提了 因为提了 也没用啊 人家可是六大家族中 上三家 苏家的人 第113章 带四女儿误闯入专业级赛车现场 苏臣这边上车后 因为他还是第一次正式的 跟四女儿单独相处 开车的时候 还有点紧张 没开太快 时不时的会从车内静里 看几眼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四女儿 四女儿长得真的很漂亮 身上有种高冷气质 身材也比大女儿 二女儿 五女儿 发育得更好 语彤 是先回家 还是先去溜会车 苏臣开口打破车内的沉默 问道 溜车吧 其实苏语彤这会儿也很紧张 不仅是因为 头一次坐进这么昂贵的车里 而且还因为自家爸爸 真的如苏有余所说的 真人比照片更帅气逼人 之前在车外 他还没敢仔细地盯着苏臣看 这会儿坐进车里后 他时不时地 就会用眼角的余光 偷偷地看苏臣几眼 发现单手开法拉利的苏臣 真的是帅诈了 想到这么帅 这么年轻 身材这么好 还超级有钱的男人 是自己的爸爸 他就有点紧张了 行 刚好这附近有条赛车道 爸爸带你去飙车玩会 刚拿到男人梦寐以求的超跑 而且还激活了驾驶技能 他的手这会儿真的很痒 很想去赛车道上 标一标车 刚才在帝都大学门口的时候 他耍酷了一下 觉得还不够近 因为在学校门口 不仅限制了车速 而且车还多 超跑的优越性 不太好施展 等会儿到了赛车道 超跑的优越性 就完全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可以体验一把飞一般的感觉 行 那爸爸带你去中海国际赛车道玩 有点刺激 能接受吗 出发之前 苏臣还是先问问女儿的意见 去赛车道 好啊 没问题的呢 爸爸 现在教授跟我们说 外科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病人 不是断肢大出血 就是脑袋撞破大出血等等 刺激人眼球的大场面 胆量一般的人 还真不敢选外科 否则 拿着手术刀 还没开始做手术 就被那出血的大场面 给吓晕了过去 那可不行的 因为人病关天 多一秒抢救 病人就可以多一秒活下去的几率 所以 外科医生的心理素质 要求特别的高 不仅体现在抗压力上 还体现在胆量上 他正琢磨着 怎么去练胆呢 自家爸爸就说 要带他去赛车道玩 那可太好了 只是 爸爸 去赛车道开车 车速很快的 起码得150码以上 爸爸 你行吗 苏宇童有些担心的问道 自家爸爸可是37岁 接近40岁了 如果有什么高血压 高血糖 可是不能做太过刺激的事的 虽然他挺想去赛车道体验 但是还是得先问问 爸爸的身体情况 可不能让爸爸出事了 苏晨愣了一下 然后哈哈地笑道 你爸爸我 即使已经37岁 但是 仍然是少年 任何时候 都行到爆炸 话音刚落 他右手一拨方向盘上的 升荡波片 当即 仪表盘上的车速指针 刷刷地朝上冲 50码 70码 90码 一路冲到150码 还没停 车速快到飞浅 突然加速带来的推背感 吓得苏宇童面色大变 赶紧抓紧头顶上方的扶手 来稳住身体 尤其是 当他看到挡风玻璃前方的 超速画面的时候 他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眼睛都要眩晕了 啊啊啊 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爸 车太多了 咱们不要开这么快 会撞到车的 太快了 啊啊 受不住了 只见马路上 一台婴儿兰法拉力超跑 在有着众多车的车道上 擦车而过 距离左右两边的车 仅仅只有12厘米 一跃而过 被他超车的车主们 还没清楚他的车子 就已经被他超车了 吓得他们浑身发抖 天呐 这是什么车啊 怎么开得这么猛啊 这车界 也是绝了呀 在这样复杂的道路上 都开出了赛车的味道 这哥们 牛逼啊 我什么时候 才能有这样牛逼的驾驶技术啊 中海国际赛车道位于郊外 所以苏晨的车 不一会儿就开出了车流 朝着赛车道奔驰而去 乔女儿被吓到了 她把车速降到了 正常车速120码 雨童 你没事吧 体验了一把飞的感觉后 苏晨感觉整个人 更加的有激情了 之前因为跟四女儿 单独相处的紧张感 一瞬间全部消失了 她一边平稳地开车 一边笑着看向 坐在副驾驶座上 吓得脸色有些发白的女儿 别怪她屎坏啊 没办法 作为男人 而且还是作为爸爸 她可不想让女儿 以为她年纪大了 不行了 她得在女儿面前 塑造出 她是超人爸爸的 高大威猛的形象 我没事 爸 你真的是 行到爆炸 天哪 她一个18岁少女的小心脏 刚才都快要被超快车速 带来的刺激 给刺激得受不住了 甚至她感觉到自己的双腿 现在都还在发抖 而她爸爸 竟然半点事都没有 还在谈笑风声 这 就是胆量的巨大差距啊 她果然 还需要再练练胆 苏晨得了女儿这句话夸赞 嘴角笑得更高了 哈哈 那必须的不 苏晨意气绝尘 超跑开进赛车场 在要进入场内的时候 她放缓了车速 准备去登记一下 虽然她以前买不起超跑 不过 还是有钱带女朋友 来这里玩卡丁车的 所以她来过这里好几次 平日里都是需要登记一下 才能进去的 今天怎么没人 一个人都没有 去哪里了 算了 不管了 先开进去玩玩 等出来的时候 再结账好了 反正这里有监控 按照进出的时间插算前 开进大门后 苏晨指着不远处的 专业级赛车赛道 对女儿介绍道 宇童 这就是中海国际赛车道 是由一级方程式赛道 和其他类型赛道组成 赛道总长度5451米 宽度12至18米 有7处左转弯道 和7处右转弯道 平均时速205公里 最长的直到长度为1175米 苏宇童听完后 整个人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兴奋地说道 爸爸 走 这次我绝对不会怂了 你想开多快 就开多快 我相信 爸爸是最快的男人 听到最后这句话 苏晨愣了一下 然后哈哈地笑着 没忍住用手宠溺地 揉了揉女儿的小脑袋 说道 后面那句话 爸爸就不要了 走 爸爸带你冲上云霄 而此刻 在这条赛道的中路 十多台各式各样的酷炫赛车 正在你追我赶 有剧烈的摩擦声响起 以及赛车加速的嗡嗡声 还有高空中 正在跟拍直播的无人飞机 每一台赛车上的副驾驶座上 都坐着专业的领航员 领航员正在紧张地快速播报 接右一 紧接左一 后直三 点燃了整场赛车比赛的激情气氛 在终点观众席的看台上 通过大屏幕 观看这场比赛的群众们 纷纷一个个激动地挥舞着手里 支持的赛车手的名牌 大声为自家的赛车手喊加油 加油欧皇 加油 毕盖亚 加油 听 加油 杠神 第一 夺冠 夺冠 赛车比赛节目组的监控视频里 忽然有一名工作人员 跳起来惊呼出声的大喊道 不好 有一台家用车 误闯入了我们的赛车比赛赛道 快来人 立刻去拦截 避免对方被专业的赛车手撞到车 家用车的司机 一般最高速也就开到120码 但是赛车手的赛车 时速都是250码起步 而且赛车的时候 因为车速太快 太猛 各大赛车手为了争抢第一 他们都是拼命的 很容易出现赛车事故 赛车手和领航员都穿着专业的防护服 即使出现赛车事故 也不会受太致命的伤 但是普通人开车 可是不会穿防护服的 所以 这位工作人员发现苏晨的车雾闯进来后 吓得脸色大变 生怕苏晨会出事 因为现在这场赛车比赛 可是在全国直播中 绝对不能发生普通人出事故的事 第114章 四女儿为苏晨作诗一首妙 去拦截的人 在对讲机里 慌乱极措地说道 不好 过去拦的时候 他已经追上中路了 开得太快了 像是一道风刮过一样 赛车节目组一听这话 立马脸色大变 惨了 对方已经直逼中路的话 那完全没办法去拦截了 去拦截的话 恐怕还会发生更加难以估计的后果 节目组的领导一拍板 当即就下令道 再吊一架无人飞机过去 全程跟拍 这台婴儿拦拉法 最大程度的确保车内人员的安全 好的 老大 等一下 节目组的领导 被监控屏幕上的荧幕 震惊到激动地立马趴到屏幕上 死死地盯着屏幕 不用再安排无人飞机了 他已经开进了赛车道 加入了赛车大局 直播的无人飞机 可以全程跟拍到他 这人是谁 速度怎么这么快 这绝逼是专业的赛车手 这弯道超车 哭啊 飘移得太漂亮了 前几天下了一场雪 导致路面有些湿滑 今天很多赛车手 都不敢用飘移 因为飘移用不好的话 是会降低速度的 影响效率发挥 但是 苏晨弯道超车的时候 直接一个飘移甩过去 完全在没有影响到 车速的情况下 继续前进 车内的苏宇彤 一直在 啊啊 的尖叫得不停 太 太刺激了 爸爸 我这么喊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开车状态啊 苏宇彤担心地问道 不会 你老爸我强无敌 他现在可不止精通了驾驶技能 而且还是二品中级舞者 舞者相较于普通人 不管是从体魄上 还是从精气神 以及舞杆上 都要强得多 舞者等级越高 越强 尽管现在他的车速 已经开到300码 但是他感觉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并不会因为转弯速度太快 而手忙脚乱 这种程度的赛车 对他来说 就跟在操场里 快速跑步一样 他能完美地控制车辆 类似于达到了 人车合一的地步 爸爸真棒 哈哈 脑袋都快眩晕了 爸爸 你竟然可以开得这么晚 爸爸 周围怎么这么多的车 每台车上面 还有一个好大的数字 没看过赛车的苏宇童 完全不知道 他们妇女俩 这是误闯进了赛车比赛的直播现场 苏晨虽然来这里玩过卡丁车 但是也没看过赛车比赛 因为赛车比赛 不是经常举行 尤其是中海国际赛车场 这里都是举行大型的赛车比赛 比如F1赛车比赛 一年举办一次 平日里 这里除了可以玩卡丁车外 还可以租这里的初级赛车玩 而且 今天大门口 也没人拦着 不准进 因为正式的举行赛车比赛的话 其他车辆是不准入内的 也会停止一切其他活动 整个赛车场 都会交给赛车节目组来负责 按道理来说 今天不是赛车比赛 可是 他刚才超过的那些赛车 五花八门的 根本就不是赛车场提供给游客们 玩的普通赛车 而是专业的赛车 尤其是赛车手 驾驶赛车的状态 也完全不是新手 一看就是老赛车手 看来今天 他们父女俩 是误闯入赛车比赛的赛道了 想明白这一点 苏晨忽然就热血沸腾了起来 对于一个以前从来没摸过超跑 而且一听专业的赛车手 就会觉得很高大上的男人 他现在拥有了赛车技能 他就想跟这些专业的赛车手们 比拼一把 证明一下 老子即使人到中年 也丝毫不逊色于你们这些小牙子 依旧稳得一批 他哈哈 笑着对苏宇彤说道 宇彤 坐稳了 爸爸要加速了 我们这是误闯进了赛车比赛现场 啊 什么 还要加速 爸爸 来吧 加速 加速 冲 我们要拿下赛车比赛的冠军 苏宇彤正愣过后 立马兴奋的呼喊道 他整个人现在都飘了 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难怪那么多男人喜欢飙车 这感觉 真的是太刺激 太爽了 虽然很害怕 但是想到握着方向盘的男人 是他家爸爸 他就不怕了 无所畏惧 原来那句话 说的真的没错啊 家庭教育里有爸爸的参与 孩子们的胆量会更大 他现在的胆子 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在尖叫的时候 不会再闭着眼睛了 敢睁开眼睛 看前面的路况 看到苏宇彤超过一台赛车的时候 他还会兴奋的狂喊 爸爸超棒 爸爸优秀 爸爸 我想做诗了 纵横飞持四风行 飘移过湾如旅平 秋名山上除过名 熊霸天下无人营 苏晨一听 豪爽的哈哈笑道 好诗 爸爸记下了 等会儿回去后 爸爸就写下来 挂在咱们家里 真是没想到 有一个笑话学霸女儿 坐在副驾驶座上 连赛车都变得更加有意思了 得进 得进 好一句 熊霸天下无人营 哈哈 爸爸喜欢 观众席上 这会儿已经炸裂了 天哪 突然冲出来的这台车 是怎么回事 车身上并没有贴边号 这不是赛车 我刚收到八卦 守门的两个保镖 一个悄悄地跑来 看赛车了 一个刚好那几句嘘嘘了 导致一台家用车开了进来 天哪 什么 这是家用车 不是赛车 不会吧 什么时候家用车的司机 开的都比赛车司机还要牛逼了 快看 他已经冲进前五了 天哪 这台婴儿兰的拉法开进来的时候 所有赛车都开到中路了 他这才没来几分钟 就冲进了前五 难道 今天的冠军 会是婴儿兰的拉法 法拉里的负责人 激动地颤抖着手 给帝都的分销总经理 火速地打去电话 评住呼吸地问道 婴儿兰拉法 谁买了 这会儿 张曼文正好在跟帝都分销总经理做报告 总经理打开手机的扩音 回到 苏晨 苏东坡的苏 石沉的陈 苏晨 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我 今天我们法拉里的代言人 就找他了 总经理和张曼文齐刷刷 都被震惊到了 法拉里的代言人 历来找的都是专业级赛车手 因为买法拉里的人 都喜欢赛车 所以 请专业的赛车手来当代言人 更加有明星效应 负责人怎么突然说 让购买了 婴儿兰拉法的苏晨来当代言人 第115章 震惊全场 苏晨拿下赛车大赛冠军 两人还在疑惑中 就听见负责人 突然兴奋地大喊一声 牛 太棒了 苏晨牛 今天的冠军 非我们法拉里莫属了 好了 不多说了 等会儿你们立刻联系苏晨 不管他有多高的价格 就挂了电话 要继续全心全意地看比赛 张曼文听到这话 震惊得傻眼了 作为法拉里的经理 他当然知道 今天在帝都国际赛车场上 有一场一年一度的全国赛车比赛 去参赛的赛车手 都是从各地选拔出来的 龙国顶尖的赛车手 一般的赛车手压根 就没资格参加这样的正规大比赛 苏晨 去参加比赛了 而且还是开着今天刚买的 婴儿兰拉法 去参加的比赛 没有对车辆 做过任何的改装 就直接去参加比赛了 而且 从负责人说的话里 可以听得出来 苏晨不仅去参加了赛车比赛 而且 还能拿下冠军 天哪 这十多年没见 苏晨到底还藏着多少震惊 等着他去震惊了 他感觉到浑身都激动得不行 尤其是想到那些 还在等着后天看苏晨好戏的同学们 亲眼见到苏晨后的震惊表情 他就特别地期待 这场同学聚会 曼文 真是没想到你的同学这样牛逼 代言人的事 就交给你来负责 能搞定吗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我得先去问问苏晨的意见 他没有直接夸下海口 因为他确实得去问问苏晨 愿不愿意来当这个代言人 虽然他觉得这是一件大喜事 但是不知道如今的苏晨 是怎么想的 如果苏晨愿意的话 那皆大欢喜 不愿意的话 也没关系 他不会去强迫的 苏晨这边 苏晨已经冲到第二名的位置了 之前把第二名甩到后面的第一名赛车手 拼 十分自信地在跟领航员聊天 冠军这次是属于我们的 领航员也高兴 听 必胜 忽然 领航员惊呼出声 操 有人追上来了 是 干神 快 油门踩到底 后面这台车的马力太强了 我们油门都开到底了 他还能追上来 该死的 他快撞上我们了 他还开了抄车灯 这是要抄我们 赛车手立刻喊道 赶紧看看 到底是谁 干神的车没这样牛 领航员回头看后方 惊呼出声 是 一台法拉利拉法 没有贴编号 还是婴儿兰的拉法 这不是这两天 就要发售的法拉利 特别定制款吗 怎么会出现在 我们的赛车道上了 难道是误闯进来的 拼 加油 你可不能输给了 误闯进来的 这个非职业赛车手 拼 握紧方向盘喊道 他抄不过我的 此刻 苏晨这里 苏语彤的胆子变得更大了 他没有再 啊 的尖叫出声了 而是兴奋地挥舞着小拳头 喊道 爸 加油 超过前面那台车 我们就第一了 哦 夜夜 有女儿的呐喊助威 就等于给苏晨打了一记兴奋剂 苏晨油门一踩到底 超猛的 前面车里的Tim 大声地破口大骂 混蛋 他撞我 领航员喊道 必须要在终点前甩掉他 要不然训避了 Tim握稳方向盘 信心满满地喊道 放心 我有信心甩掉他 只是他的话刚落音 在一个急转弯的时候 他还试图想要挡住苏晨的车 不准苏晨超过他 但是 苏晨的车技神乎其神的 并没有从他的车身后面绕过去 而是直接一个神龙摆尾 就从他的车头前面 刷地冲了过去 看到一气绝差而去的 因而兰拉法 Tim被气得猛锤方向盘 低没了 而此刻 苏晨的车也如一阵风一般 冲过了终点线 速度快炸裂了 登记员都没来得及看清楚苏晨的车牌 苏晨就驾驶着车辆 火速离去 没办法 在这里停车的话 那肯定会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太高调了 不适合只想跟老婆孩子 过日常生活的他 毕竟 如果成了明星的话 家里四周就会出现 以贩卖他的私生活 为生的狗仔们 一点小小的事 都会被那些狗仔添油加醋地 发放到网络上去 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可不是他要的生活 他现在证明出自己的赛车实力 牛逼轰轰 又过了一把飙车的影 以及收获了四女儿满满的崇拜后 他就很爽了 爸 你太厉害了 太爽了 今天玩得太爽了 我也要去学车 然后有空的时候 就开车玩玩 真的很解压 之前在学校里 苏宇彤每天都是面对 繁重的课堂作业 以及实验 以及刺激人眼球的人体 五脏六腑等等 虽然他自己没说 自己压力很大 但是他发现自己 变得越来越沉闷少颜了 现在跟爸爸在这里 刺激地玩了一把后 他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仿佛又活过来了一样 元气满满的 他喜欢这种感觉 行 没问题 回去后 爸爸问问韩寒和诺诺 还有小鱼 可欣他们 要不要学车 然后爸爸 给你们去报名 找最好最有耐心的女教练教你们 苏晨爽朗地笑着说道 一顿飙车 让他感觉到 他重回到了18岁 那个风华正茂 气血方刚的年纪 如果这会儿 林丸雪出现在他面前的话 他保证会立刻抱着他 来个长达10分钟的拥吻 现在五个女儿 已经拿下了四个 只有三女儿苏可欣没见到了 虽然不知道林丸雪 哪天来帝都 但是 等他拿下五个女儿 就会前往中海去见林丸雪 震惊他 想想那画面 苏晨嘴角的笑容更胜了 第116章0 丸雪查到苏晨家的地址 立马奔去 此刻 赛车现场 以及正在观看这场直播的观众们 纷纷都被震惊呆了 天哪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田秀啊 一辆雾闯入赛道的游客的车 竟然最后拿到了全国赛车大赛的冠军 真的是民间出高手啊 可惜没看到赛车手的样子 这 就是我的偶像啊 我家偶像 对全国赛的冠军半点都瞧不上啊 深藏公与名啊 高手啊 爵士高手啊 兰博基尼 火速给我查到开婴儿兰拉法的车主的资料 我们的代言人 就是他了 布加迪 这就是我要找的代言人 立刻 我要婴儿兰拉法车主的全部资料 西贝尔 真是没想到 龙国的全国赛车大赛 竟然能冲出这么一名黑马 要是开的车 是我们的西贝尔就好了 这次让法拉利捡了的大便宜 此刻 在中海 把自己识度得美美搭的林婉雪 正坐车前往机场 丁 她的手机进了一条消息 闺蜜 英欢欢发来的微信 英欢欢 图片 是苏晨开着婴儿兰拉法 冲破赛车比赛终点线的照片 英欢欢 天哪 这是我男神啊 我老公啊 英欢欢 太帅了 婉雪 你知道吗 我家老公只是去赛车场玩的 没想到无意中闯入了赛车比赛 然后 还拿到了冠军 整个赛场都猛逼了 哈哈 太爽了 最主要的是 我老公还特低调 拿到冠军后 也没停下来接受采访 直接一起绝尘而去 深藏功与名 我就喜欢这样 低调又帅气 又霸气的老公 林婉雪点开图片 看了看 没什么兴趣 又不是她家苏晨开的这台车 她可不像英欢欢 天天换老公 前两天 英欢欢还想追她家苏晨 现在又换了赛车手 不错 英欢欢有了新目标挺好的 当即 林婉雪就给网文办发去消息 表示 已看过那个作者修改出来的章节 可以了 不用再修改了 网文办 好的 收到 谢谢林四二 我现在就去通知该作者 而且警告她以后 绝对不可以 再写如此过线的小说 林婉雪 嗯 过了几分钟 英欢欢 哇哇哇 今天我太幸运了 不仅遇见了我家新老公 而且 哈哈 编辑给我发来消息 说我可以不用改文了 解放啦啦啦啦 我要好好的 抱着我家老公的车 去睡觉了 拜拜 婉雪 祝你今晚齐开得胜 一举拿下你家男神 跟你家男神一度春风 林婉雪 嗯 淡掉一个隐藏性的情敌 舒服 今晚她会和苏晨一度春风吗 貌似 也是可以想想的 不过得先找女儿们 拿到苏晨的地址 找哪个呢 大女儿 还是二女儿 大女儿很贴心 二女儿 也很不错 就是有些坑妈 还是找大女儿 想到就做 林婉雪当即 就给苏子涵发去消息 寒寒 方便视频吗 苏子涵这会儿 正在房间里休息 今天陪苏晨出去看车 坐车 太兴奋了 兴奋过后 疲倦感就席卷上来了 就去睡觉了 她的手机关了静音 所以 林婉雪发来的消息 她没看到 等了几分钟 都没等到回复的林婉雪 知道这会儿 大女儿肯定没看手机 本来她可以等到 大女儿有空回消息的时候 再问的 但是她等不了 很急切地想要立刻知道 苏晨的住址 于是乎 她给二女儿苏伊诺 打去了视频电话 苏伊诺这会儿 正在手机上看苏子涵发给她的苏晨的车的照片 就看到突然弹出来的微信视频邀请 尤其是看到是自家妈妈发来的视频邀请后 吓了她一大跳 对于昨晚她给林婉雪偷拍苏晨的事 就跟喝过的酒一样 她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因为当时喝酒了 还喝醉了 所以胆子大得很 把心里想做的都做出来了 现在 她是理智的 自己这会儿正在爸爸家里呢 肯定不能让妈妈知道 她和大姐还有五妹 已经住在爸爸家里了 否则 妈妈对爸爸的误会还没解除 就先入为主地认为 爸爸在跟妈妈抢他们了 导致妈妈对爸爸的印象坏坏的 她猛地一拍脑壳 就拿着手机去了阳台 然后背靠着窗外 让妈妈看不到爸爸家里的情况 然后才接了视频电话 妈 苏伊诺难得在跟林婉雪打视频电话的时候 笑了 以前都是一脸酷酷的样子 现在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所以的笑着 降低妈妈对她的戒备心 咦 你没在宿舍 林婉雪假装不知道 二女儿这是在苏晨家 问道 所以林婉雪没有把自己今晚要过来的事 告诉二女儿 因为她要给苏晨一个惊喜 如果让二女儿知道 她今晚要来见苏晨了 以二女儿大大咧咧的性子 肯定会立马把这件事告诉苏晨 那就没惊喜来啊 会少了很多的刺激感 她可想看到苏晨突然见到她的惊喜样子了 妈 我没在宿舍 这不是刚好到周末了吗 我朋友喊我来她家玩 我这会儿正在她家里 苏伊诺脸不红心不跳的瞎周 林婉雪没看自家女儿 而是看向自家女儿身后的位置 她看到了酒店两个字 哦 在你朋友家玩 那今晚记得回去 别在朋友家里玩得太晚了 要不然晚上回去不安全 林婉雪一边说 一边倾斜着手机 想把苏伊诺那边的屏幕给往左边挪一挪 方便她看到那个酒店的全称 这样 就可以直接找到苏晨所住的小区了 再通过小区的物业 轻松找到苏晨住的单元房 好的 妈 还有什么事吗 朋友 喊我去看她的猫了 说着 苏伊诺把手机拿远一点 然后学着猫叫声 喵了一声 这个动作 让视频那边的林婉雪清楚的 看到了酒店的名字 摆来大酒店 Yes 林婉雪奥利 给得握了握小粉拳 酒店拿到 然后截图 她就对苏伊诺说道 没事了 刚刚妈给你大姐打了个电话 她没接到 妈等会儿要去做任务了 手机的关机 你记得帮妈问一下你大姐现在的情况 她这两天来立嫁了 好的 妈 我等会儿就给大姐打电话 妈妈注意安全 平安归来 苏伊诺叮嘱道 嗯 说完 林婉雪就挂了电话 然后快速地把这张照片 发给了信息组 让他们立刻查出这个小区的名字 速度 很重要 对 十万伙计 好的 林四二 林四二 查到了 这个小区叫温兴小区 地址位于帝都海淀区一和原路 女属下快速地把地址柄告给了林婉雪 然后又以短信的方式 发给林婉雪 发完之后 她微微有些发愣 林四二突然要这个小区的位置做什么 哦 对了 林四二调职去帝都 要做机密的大事 这肯定跟机密大事有关 当即 她就删掉了所有搜查记录 为自己的机灵点赞 第117章 对我是去见我老公 林婉雪拿到苏晨住的小区的地址后 立刻给在帝都的朋友打了电话 让她给温兴小区的物业公司打电话 查苏晨购买的房子 或者是租住的房子的准确单元号 因为一般人打电话给物业公司 是查不到这些资料的 不过 她的这个朋友可以 不过一会儿 她就收到了朋友的来电 温兴小区一号楼502号 好的 谢了 到时候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后 林婉雪的脸上 扬起一抹势在必得的笑 心情好到爆炸 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一幕 晚上 她抬手敲苏晨家的房门 然后苏晨打开门 看到在门口的她 直接就被震惊到了 然后 苏晨抬手揉眼睛 仿佛不相信 这是真的一样 揉完眼睛后 发现看到的真的是她 她立马就一把抱住了她 然后对她来了一个激情的法式声吻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十分钟 嗯嗯嗯 不能再往下想了 司机 可以再开快一点吗 林婉雪脸颊飞红的问女司机 行 没问题 美女 你这急着去机场 是工作的事 女司机笑着跟林婉雪聊天 不是 那是去见你老公 女司机从镜子里看到 林婉雪双颊微微泛红 一看就知道是陷入恋爱中的女人 你老公 这三个字 怎么就那么的好听呢 林婉雪心里甜滋滋的 她虽然还没和苏晨领证结婚 但是苏晨是她五个女儿的亲爸爸 是孩子爸 也就是她的名副其实的老公 没毛病 女司机笑着说道 你跟你老公的感情真好啊 还特意赶过去 看她 哪里像我和我老公 都老夫老妻了 我老公还说 摸我就左手摸右手一样 嗯 已婚女人聊天的话题 都这么的 奔放吗 苏晨这边 飙完车后 她就带着四女儿回了家 上楼的时候 两人有说有笑的 跟刚开始两人见面的尴尬气氛 完全不一样 两人就像是多年的妇女一样 关系好得很 爸 你上新闻了 火了火了 法拉利 兰博基尼 西贝尔这些超跑公司 都在发微博说 希望你给他们的品牌当代延任 苏宇同金呼出声地说道 叮叮 这时 苏晨的手机响了 是同学张曼文打来的电话 听了女儿说的消息 她大概能猜到张曼文 打这个电话来的目的了 接起电话 苏晨 真是没想到啊 你太让我震惊了 今天全国赛车比赛 你拿下了冠军 天哪 太震撼了 你这体力 强到爆炸呀 因为赛车的时候 要求高度的注意力和精神力 以及体力 一般来说 年轻人在这方面更占优势 年纪越大的人 不管是注意力 还是精神力 以及体力 都渐渐地会跟不上 不少人 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会选择退役当教练 结束自己辉煌的赛车生涯 她没想到 已经37岁的苏晨 竟然在误闯竞赛车道后 不仅越过了一众天才赛车手 而且最后还一举拿下冠军的宝座 这简直是震惊全世界了 我也没想到 今天误闯进了赛车道 我的体力确实十分不错 苏晨笑着说道 这体力这点上 男人没必要谦虚 苏晨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当代言人呢 法拉利负责人 想请你当法拉利2020年 至2025年的品牌代言人 冰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拒绝当代言人 奖励五道升级卡一张 选择二 同意当代言人 奖励初级舞台风技能 开启这个技能 可以让宿主登上舞台的时候 瞬间成为舞台上 最闪亮的那颗星 观众的焦点 自带聚光灯 buff加持 致霸整个舞台 代言人跟明星类似了 他现在并不想出名 不想自己的私生活 曝光在公众眼里 所以 他对张曼文说道 谢妖 不过 我对代言人没兴趣 行 我会转告我老大的 对了 苏晨 你的资料信息 我们法拉利 已经做了全面的机密处理 不会有人泄露出 婴儿蓝超跑的买家是你 张曼文贴心地说道 苏晨笑着说道 好 谢了 这可就太好了 要不然 他刚回绝了张曼文的代言人邀请 后面还有一堆汽车品牌 给他打电话 邀请他去当代言人 那就太影响他的生活了 就像那些房产中介 没日没夜的 总是打骚扰电话一样 就算拉黑了对方 对方还能换着各种电话号码 花样百出地打过来 而且拒接了 还会继续打 切而不舍 太影响生活了 他只想跟家里人 过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 张曼文笑着说道 客气了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后天见 好 后天见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励宿主五道升级卡一张 请问宿主是否现在激活 激活 激活这张卡 比之前的感觉还要强烈 就仿佛 整个人的气血 都翻滚沸腾了起来 浑身上下 都通体舒畅到了一个极致 隐隐地感觉到 要突破了 打开自己的资料卡 宿主 苏晨 五道级别 二品高级舞者 淬炼 上之骨 完成度80% 功法 大力金刚拳 果然晋级到高级了 爽 还是五道升级卡更实用 舞台风虽然看着酷炫 却只是装逼用的东西 哪里有五道升级卡爽 林丸雪叫来了 根据诺诺发给我的消息 林丸雪如今是四品舞者 十九年前 他只是个普通人 没办法在上面 十九年后 他这次 要在上面 后后 加油 男上女下才是主流 爸 我怎么感觉你 忽然之间 变得好强了 苏宇童就站在苏晨的身边 他之前还在震惊于 自家爸爸竟然会拒绝 当法拉利的代言人 然后 他就发现他爸爸身上的气势变了 变得更加的强大了 这种感觉 他以前看到妈妈晋级的时候 感受过 这么说 他爸爸这是突破了 晋级了 五道等级 还能原地突破 他闻所未闻啊 自家爸爸 可真的是让他太震撼了 真是一个宝藏爸爸 难怪苏子涵和苏伊诺 还有苏又鱼 一见到爸爸后 就再也不肯放手了 小妹的话 不好意思 更新晚了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小妹坐久一点 就屁股痛 必须得起来 去活动下 才能继续坐着马子 今天早上起来 还肠胃有点不舒服 不过现在舒服多了 四更送到 小妹继续求推荐票 五星好评 小妹爱你们娃娃 很快 林婉雪和苏晨 就可以见面拉拉 要撒糖哦 第118章 两个女儿争宠 苏晨爽朗地笑着说道 因为爸爸刚刚悟到了 不小心就进击了 你哦 苏与彤真心地 朝苏晨竖起大拇指赞道 说完后 他又把心里的疑惑问出来 爸 为什么你拒绝了 法拉利的品牌 代言人邀请了 因为你爸爸 我不差那点钱啊 苏晨笑着说道 苏与彤愣了一下 然后想到 自家爸爸的财大气粗 不是在苏又鱼的直播间里 豪砸300万 就是豪横的一口气 买下2250万的拉法超跑 面对出名的机会 回到赚钱 却忽略了家庭的大人 不一样呢 他更喜欢带着他玩 不注重追求事业的爸爸 就好比他妈妈 他知道 妈妈工作加班 都是为了给家里多赚点钱 但是 因为工作 因为任务的原因 妈妈 有时候会一个星期都回不了家 每当那个时候 他就特别的想豪横的 把所有的零花钱 拿出来给妈妈 说买妈妈一天的时间 让妈妈在家里陪他们玩 但是 他知道 他不能那么任性地做 因为妈妈 如果不去外面工作赚钱的话 谁养活他们五姐妹呢 妈妈很辛苦了 他应该懂事点 别给妈妈添麻烦 做个乖女儿 所以 他认真努力地读书 就为有朝一日 能够早点借过妈妈肩膀上赚钱的重担 让妈妈在家里的时间 能够更多一些 爸爸虽然口中说 不差那点代言费的钱 但是 超跑的品牌代言人的收入很高的 起码是千万起步 最主要的是出名了 出名了 赚钱就更简单了 而且 当代言人多简单 只需要去拍照耍裤就好了 这可是所有明星们 最喜欢的赚钱方式 不仅来钱快 还轻松 还能扩大自己的 在公众面前的知名度 但是 他爸爸却拒绝了 他想 肯定不是因为钱的原因 应该是他爸爸并不想出名 因为 他爸爸如果出名了 当了明星 那他们全家 就等于曝光在公众面前了 不仅会有狗仔偷拍他们 而且还会有一些仇富 或者其他仇恨心思的人 在网络上恶意地诋毁 谩骂他们 会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所以 为了保护他们的生活隐私 他家爸爸才会拒绝 当法拉利的品牌代言人 才会在全国赛车比赛上 明明拿下了冠军 却不停车 直接开车走了 一想到爸爸细心地 为他们做的事 却不说出来 他眼眶微微地有些发红 一下子 没忍住 他就用力地抱住了苏晨 爸 爸爸的怀抱真的很温暖 有家的温度 这是他日思夜想的家的温度 咦 宇童 你在做什么 苏伊诺刚好准备出来扔垃圾 就看到苏宇童情绪 激动地抱住了苏晨 这让他着实震惊了一把 因为苏宇童 可是在他们五姐妹里 最沉得住气的那个 没想到 竟然让他看到了苏宇童小孩子的一面 有意思 苏宇童听到苏伊诺的话 他的小脸红了红 他刚才有些失态了 而且还被苏伊诺给看到了 他放开苏晨 然后瞬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像个没事人一样的 对苏伊诺说道 诺诺 你做爸爸的超跑了吗 一句话 瞬间点燃了战火呀 直接让苏伊诺 忘记自己要笑话苏宇童 刚刚向那小孩子 抱苏晨的事 他气哼哼地 走到苏晨面前 对苏晨说道 老爸 等会儿出去吃饭 我开你的超跑去 可以不 诺诺会开车 苏晨有些惊讶地问道 可不 我还有驾照呢 说着 苏伊诺就把自己今天回来后 就塞到自己裤兜里的驾照 拿了出来 本来是准备等会儿出门的时候 让苏晨把超跑借给他开的 现在苏宇童刺激他 他哼哼地 就把驾照拿出来了 他现在就要下楼去开车 苏宇童愣了一下 问道 你什么时候去考驾照了 我怎么不知道 苏伊诺傲娇地抬了抬下巴 鼻孔里喷出一个哼字 拽拽地说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 我和爸爸 还有一个小秘密呢 但是 说到这里 苏伊诺朝苏宇童办了个鬼脸 就是不告诉你 他把妈妈的电话号码 还有妈妈喜欢吃的饭菜 都在微信上发给了爸爸 这个事 只有他和爸爸知道 所以 这是他和爸爸之间的小秘密 苏宇童切了声 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今天还陪爸爸 一起参加了全国赛车比赛 爸爸拿到了第一名了 我当时就坐在副驾驶座上 苏伊诺内心震惊 没想到 他今天就缺席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不仅错过了老爸买超跑 还错过了坐着老爸的车 去参加赛车比赛 他要发狂了 内心羡慕极度地发狂 面上 苏伊诺还是很高傲的 切了一声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老爸 还为我打架呢 你是不知道 老爸干架时候的样子 简直率壁了 我猜老爸的心肝小宝贝 两个少女一见上面 就开始胡掐了 最后 两个少女齐刷刷地望向苏晨 老爸 你说 你更爱谁多一点 爸 我们俩可是刚一起经历了一场人生 难得的经历 你更爱我多一点 对不对 苏晨无奈地笑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就跟小时候 爸爸妈妈偶尔闹了点小矛盾的时候 就会逮着他问 晨晨 爸爸妈妈 你更爱谁多一点 没想到 长大了 当了爸爸了 面对的是女儿们来问 他这个爸爸更爱哪个女儿更多一点 还好他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对 你们俩姐妹 都是爸爸的心肝宝贝 来 诺诺 既然你有驾照 那爸爸的车钥匙给你 你去开车的时候 小心点 别把自己给撞到了 宇童 爸爸带你回家看你的卧室 看你喜不喜欢那卧室的风格 说着 苏晨笑着把拉法的车钥匙 放到苏伊诺的手心里 又拍了拍苏宇童的肩膀 带着他进家门 两少女一分开 而且都有了自己期待的事 就没有再继续斗嘴了 苏晨进家门之前 又回过头来 对兴奋地拿着拉法车钥匙 走向电梯的苏伊诺叮嘱道 诺诺 开车记得注意安全 有什么不会的 给爸爸打电话 苏伊诺没回头 举起右手 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酷酷地回道 放心吧 我八岁 就会开车了 开车 So easy 第119章 耍酷的苏伊诺 只是 当苏伊诺真的坐进法拉利拉法车里的时候 他猛圈了 点火按键呢 怎么没在操作台上 擦 竟然在方向盘上 还好我机灵只一眼就看到了 很好 点火了 立马 法拉利独有的恩亨 恩亨的音浪声 就响起来了 苏伊诺当即大喜 白嫩的小手 兴奋地 拍着婴儿蓝色的方向盘 叔父 这还只是启动车子 声浪就性感无比 狂甩我之前 练车的那台大众啊 叔父 顶级超跑 就是叔父啊 这车是我家老爸的 老爸还半点都不担心的 把车借给我开 哈哈 爽 很好 开出去溜几圈 走起 我的大拉法 就在苏伊诺 准备挂挡启动的时候 他再次猛了 咦 挂挡的呢 怎么没有档杆啊 这里有个auto模式按键 按一下试试 嗯 那自动档模式 怎么车子还是不动啊 擦 搞毛线啊 怎么开啊 要给老爸打电话吗 不要 苏与彤还在家里呢 要是让苏与彤知道 我拿着法拉利的车钥匙 连法拉利都开不动 那太丢我苏伊诺的面了 当即 让法拉利专属的月码标志拍了下来 然后就发了朋友圈 文字内容是 万能的朋友圈 谁知道 怎么让这车动起来吗 在选择对谁不可见的类别里 他选了妈妈 四个姐妹 以及爸爸 以及他们五姐妹共同的好友 全部搞定后 他就点了发布 这条朋友圈一发出 直接炸了 来的大佬告诉我下 这是什么车 苏老大 你牛逼啊 竟然开上了法拉利 我去 我去 这车是你的 还是你朋友的 还是谁的 苏伊诺的忠实舔狗 苏老大 你什么时候回中海啊 想卑微的蹭你的法拉利拍个照 可以吗 伊诺 这车是你家老爸的 不会吧 我去 你家老爸 竟然具有钱 不是明天要带你 去SKP买买买 就是把法拉利借给你开 我实名羡慕了 伊诺 开来学校宿舍楼 快 我们下楼了 还从来没在现实里看过法拉利呢 让我摸一摸 对对 伊诺 开来学校 保证乍间 气死吓猪他们 苏老大 你又装逼了 这是法拉利超跑 他的挂档跟普通的车辆不一样 没有挂档杆 也不像奔驰是怀档 他的挂档是拨片 在方向盘上 左边是降档拨片 右边是升档拨片 启动车辆后 拨动右边的升档拨片 就可以开了 苏伊诺郑笑容满面的激动地刷着屏幕 看着朋友们的回复 他直接掠过去了 因为 他现在要找到有用的信息 那就是 怎么把车开起来 终于在评论里 找到了一条有用的消息 方向盘上的拨片 这里还真有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的是降档 右边的升档 好嘞 苏伊诺双手握住方向盘 然后深吸一口气 就脚踩油门 右手轻轻一拨方向盘上的升档拨片 立马车子就开起来了 爽得他直接大笑 哈哈 开起来了 朋友圈果然是万能的 太爽了 去哪里呢 回宿舍 确实很爽 不过 去宿舍不能飙车 而且 马上就要去外面吃晚饭了 再在停车场里 先溜一拳 把厂棚打开 这才叫超跑 他把车停了下来 然后在操作台上找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开厂棚的按键 一按 硬顶厂棚就自动打开了 冬日里的寒风袭来 不过 却半点也冷不到苏伊诺 他这会儿正热血沸腾的 得记 爽 好想出去溜达一圈啊 在地下停车场里 又没有观众 有点不够爽啊 当即 他想到了什么 给苏晨打去电话 老爸 等会儿 我们去哪里吃饭 车子我已经开起来了 你把吃饭的店铺位置微信发给我 我直接开车过去 苏伊诺酷酷地说道 对 开车过去 等会儿 直接炸街 外加震惊 晕苏与童 还有大姐 五妹 想到大姐 四妹 五妹 看着他酷炫地开着超跑过来 然后纷纷震惊地羡慕嫩的样子 他就特别的心痒痒的 想赶紧出现这一幕 苏晨今晚选的是 距离家里比较近的饭店吃饭 摆来大酒店 这家酒店的中餐 是附近这一带最好吃的 也是他以前跟朋友们最常去的一家 OK 老爸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我会在晚上六点半之前 到摆来大酒店门口的 苏伊诺说道 行 路上开车注意安全 苏晨叮嘱道 放心 晚上六点半 苏晨开着丰田4S店 送回来的阿尔法保姆车 载着三个女儿 抵达摆来大酒店 直接停在酒店门口的停车位上 刚下车 苏子涵看了看四周 疑惑地说道 咦 爸 诺诺还没来 我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到哪里了 说着 苏子涵正准备打电话 忽然 轰隆隆地超跑独有的 声浪声响起 一台酷炫拉风的 婴儿兰法拉利拉法 从酒店大门口开了过来 苏又于立马尖叫的喊道 二姐来了 爸爸的超跑太酷炫了 二姐好厉害哦 竟然悄悄地考到了驾照 可以开爸爸的车 我也想开 我也要去学车考驾照 苏与童悠地举手说道 我也是 因为这会儿 苏伊诺打开了顶棚 开过来的 不知道苏伊诺 从哪里还搞来了 一副墨镜戴着 整个人简直是要有多酷 就有多酷 周围的行人 纷纷朝着苏伊诺看过去 天哪 那是富二代吧 这么年轻 就开了法拉利 一个女生 竟然开超跑 太酷了 这女生的爸爸 太有钱了 天哪 他摘掉墨镜了 竟然长得也超级漂亮 笑话级别的 不知道什么样的颜值组合 才能生下这么漂亮的女儿啊 果然 豪门的颜值基因就是好 羡慕 羡慕 苏晨听着这些话 嘴角翘得高高的 胸膛也挺得直直的 因为他们在夸的 可是他苏晨的女儿 太让他骄傲自豪了 苏伊诺把车开到了苏晨面前 兴奋地喊道 老爸 你这车的性能太强了 舒服 得尽 哪一天我也去赛车道上飙车玩玩 城市道路线索 哈哈 把车顶好吃饭去 以后爸爸带你去赛车场玩 苏晨爽朗地笑道 得嘞 还在他的超跑的前后左右四个停车位上 放上了禁止停车的路锥 以防别的车 寡蹭到这台顶级超跑 法拉利拉法 苏伊诺正准备打开车门 下车 可是 他猛圈了 打开车门的把手呢 怎么没有 纳尼 正在耍酷呢 好歹让我把酷完美的耍完啊 他总不能这会儿 又去发个朋友圈问一下 怎么打开法拉利车门吧 他内心乱得一痞 面上他还是继续耍酷的状态 诺诺 下来啊 苏子涵走过去喊道 小鱼已经饿了 二姐 爸爸说 这里的饭菜很好吃 我们赶紧进去吃饭吧 等吃完饭 我再来好好的看爸爸的这台超跑 太漂亮了 苏又鱼也走过去 小心翼翼的摸着拉法的车身 眼睛亮亮的 第120章 想了整整19年 今晚终于可以做了 这么急着吃饭 那你们先去吃吧 我同学问我一点事情 我先回一下他们 苏伊诺决定 还是拿出手机 求助 要不然 他要是说自己是因为不会开车门 才不下车的 多调形象 苏晨大概猜测得到 二女儿为什么不下车的原因 因为他之前 看到二女儿要去开车门 然后梦了 小家伙演示的蛮好的 立马就又换回了酷拽的样子 这会儿拿手机 估计是要查怎么开车门 苏晨笑着走过去 按了车门内壁上的一个按钮 然后车门就打开了 他笑着对苏伊诺说道 诺诺 这外面冷 我们先进酒店 进去后 你再跟你同学聊天 这行动和这话 看得 听得苏伊诺直接从车上下来 就跳到了苏晨的身上 像个五尾熊一样的 抱住苏晨的脖子 挂在他身上 在他的脸上轻了一口 说道 老爸 你今晚超帅的 他还想继续享受爸爸的抱抱 苏与彤就把他给扯了下来 在外面呢 注意点形象 切你就是羡慕嫉妒我 你刚刚是不是不会开门 下车两个字 苏与彤还没说出来 立马他的嘴巴 就被苏伊诺 拿了一个棒棒糖给堵住了 然后苏伊诺哥俩好的 勾着苏与彤的肩膀 笑哈哈的说道 四妹 今晚你很漂亮 我以前不漂亮 苏与彤拿下棒棒糖 悠悠地瞪了苏伊诺一眼 我等会儿带你去飙车 切 不稀罕 要飙车 也是他学会了车 自己开爸爸的车去飙 才不用连法拉利的车门 都不会开的 苏伊诺带他去飙车呢 虽然说他在家里 是排行老四 但是他们的年纪是一样的 都是18岁 只是他晚出生几分钟而已 所以 在他的心里 他除了认可掌管着 他的财政大权的苏子涵是大姐外 其他的都是妹妹 哦 那你就等着吧 现在的驾照可难考了呢 苏伊诺一边说 一边嚼着棒棒糖 酷酷地踢着脚步走路 苏与彤的目光看了过来 就见苏伊诺继续说道 现在可不能一次性 就把四个科目考完 得先考科目一 通过科目一考试后 再报考科目二 通过科目二后 帝都这边需要等20天后 才可以预约考科目三 科目三过了 才能去考科目四 科目四过了后 才能拿到驾照 那满打满算至少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哦 更何况 我没感觉你是开车的天才 你估计最快 也得三个月才能拿到驾照 三个月啊 好像也不久 就是今年过完年 明年开春 你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过年的时候 你就看着我开着超跑到处跑吧 哈哈 苏与彤的脸瞬间黑曲曲的 然后他冷嗖嗖地回了去 你再发抖 苏伊诺 他今晚为了耍裤 特意打开了超跑的顶棚 一路飙车过来 但是这是大冬天的 飙车的时候 冬日北方的冷风直嗖嗖地往他车里灌 他现在不仅浑身被动地发抖 而且脸也是冰凉凉的 这就是在大冬天 要风度不要温度的结果 没想到 被苏与彤给一针见血地戳中了 尽管他现在冷得发抖 但是他是要面的人 当即就拽拽地说抖 我这是拽 不是抖 你格局太小了 真正的抖是这样的 当即苏伊诺就做了一个十分夸张的抖动姿势 走在前面的苏晨 听着身后两个女儿的私聊对话 笑了 两个女儿时不时地逗逗嘴这样的日子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头疼 也挺有意思的 外加苏子涵和苏又渝都很乖巧 正在跟他聊着 报考驾照找老师的事 他就感觉到整个人都很幸福啊 仿佛掉进甜滋滋的浮窝窝里了 点完菜 在等菜的功夫里 苏与彤说起 今天他跟苏晨拿到赛车冠军的事 苏子涵和苏又渝都惊呆了 天哪 爸爸开超跑这么优秀 竟然在误闯入赛车道后 还拿下了全国赛车比赛的冠军 刚好这会儿 包厢的电视里 正在放着一则新闻 就是今天全国赛车比赛的事 这些新闻 一般都只有年轻人 或者喜欢赛车的人喜欢看 受众不是很大 所以 即使刚才苏晨那台婴儿兰的法拉利拉法 开进了酒店门口 也没人惊呼出声说 这是今天拿下全国赛车比赛冠军的车 因为这家酒店的定位标准 就是中档的酒店 并不是五星级酒店 所以 来这里消费的人 都是喜欢聊BBA车的 最多就是寥寥宝石姐 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 是可以触及到的 努努力 将来也是可以拥有的车 但是法拉利 兰博基尼 西贝尔这些顶级超跑的话 对他们来说 那就属于完全碰不到的层面 所以干脆 也就不关注 不聊了 爸爸 你的车上电视了 苏又于惊喜的喊道 苏与彤又开始继续说 法拉利还邀请苏晨 去当品牌代言人的事 然后被苏晨给拒了 整张餐桌上 气氛都特别的热闹 一句句的震惊声 从花样少女们的粉唇里一出 一道道花样少女们的震惊眼神 投放到苏晨的身上 苏晨很享受这样的好气氛 如果三女儿苏可欣 和孩子妈林丸雪 也在这张餐桌上的话 那将更加的圆满 幸福 此刻 林丸雪 刚刚登上从中海 飞往帝都的航班 她已经预定了 百来大酒店的房间 等会儿 她下飞机后 就先去酒店 把行李放好 然后就美美搭地去苏晨家 给她一个惊喜 她从袋子里 拿出订购枕头的店铺 附带赠送的情侣 亚历克材质的钥匙扣 钥匙扣上 有两个亚历克做的小人 这两个小人 就是她和苏晨 跟枕头上的图片和造型是一样的 是两人双手背在身后 然后弯腰轻轻的画面 她看着亚历克上的苏晨小人 没忍住 直接就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把这19年来的思念和暗恋 都亲了下去 然后喜滋滋地 把钥匙扣握进手心里 满眼期待的望向机舱外 飞机已经开始在跑道里行驶了 很快就会起飞 嗡嗡嗡 飞机速度加快 冲上云霄 她的心 也跟着一起飘向了万里之外的 温馨小区 一号楼5020 苏晨的身边 苏晨和女儿们吃饭吃到晚上9点 她坐在大堂的沙发上休息 看着外面四个女儿 在停车位那里玩车 酒店门口很大 苏伊诺开着车 轮流地带着苏佑与他们上车玩 欢声笑语的 苏伊诺最开心 因为她可以一直开着车 苏佑与他们还得分批来做 不过 尽管如此 苏佑与他们也玩得十分开心 纷纷表示 明天就让爸爸给他们去驾校报名 开始学车 这会儿 穆子晴那边 她刚回到家 就看到两只小宝贝 正围着一盆绿油油的树 在那里爬 一会儿伸出肉乎乎的手 试图去拽树上面的叶子 然后就会被保姆抓住小手 小小姐 这个不能碰 不知道有没有打农药 保姆越是阻止两人抓叶子 两人就越是得劲 然后趁着保姆阻止大宝的时候 小宝眼几手快的 一下子就抓到一片小叶子 然后塞进了嘴里啃 笑得月牙弯弯的 萌翻了 保姆瞧见后 被吓得惊呼出声 啊 小小姐 这个不能吃的呀 诶 吐出来 这可怎么办 要是撒了农药的话 那可就坏了 可是小宝不配合 摇头晃脑的 一个劲地抿着嘴 再笑 就是不肯把吃进嘴里的小叶片吐出来 第121章苏晨 见到林婉雪 这可把保姆给急坏了 保姆正准备去打电话给家庭医生 就看到穆子晴回来了 他连忙上前 积极地把事情禀告给穆子晴 穆小姐 这盆茶花树 是一个叫苏子涵的人 吩咐同城快递送来的 小少爷和小小姐 一看到这棵茶花树后 就特别的喜欢 哪里也不肯去 一直围着这棵茶花树玩 也是奇怪 家里好多的名贵树种 什么百年罗汉松 百年樱花树 他们都不去玩 专门围着这个玩 还有小小姐 刚才还不小心 吃了一片茶花树上的叶子 我现在就去给家庭医生打电话 让她过来给小小姐瞧瞧 可别感染了什么病 就不好了 穆子晴挥了挥手 说道 不用打电话 苏子涵是我闺蜜的女儿 你下去吧 宝宝们的事交给我 保姆一听这话 立马领命 好的 穆小姐 对了 穆小姐 苏小小姐送来的茶花树 还附带有一张贺卡 我把贺卡放在客厅电视剧 知道了 你下去吧 好的 穆小姐 保姆下去后 穆子晴走向两个宝宝 在爬行殿上的大宝和小宝 看到妈妈回来了 纷纷朝着穆子晴爬过去 像是在比赛一样 妈 妈妈 哥哥 妈妈 看着两只小可爱 蹬蹬蹬地爬过来的软萌样子 穆子晴温柔地笑了 蹲下身 一手抱起一个小宝贝 如果是一般的妈妈 还真没办法抱起两个八个月大的宝宝 尤其是大宝 作为男宝宝 他现在是个大胖小子 肉嘟嘟的 有23斤重了 小宝是女孩子 轻一些 16斤 不过穆子晴如今是四品五者 所以抱起家里的两个小宝贝 对他来说半点都不费事 小宝 你刚才乱吃东西了 妈妈知道 你喜欢这棵树 这是你们苏姐姐送来的 不过 你们也不可以乱吃树上的叶子哦 乖 把叶片吐出来 他知道自家两个宝宝 都喜欢肯吃东西 尤其是新颖的 没见过的 更喜欢肯 这其实是宝宝们探索世界的正常行为 不过 两个宝宝也都有趋吉避凶的天性 就算把一些抽纸 或者树叶这些东西 吃到小嘴里了 也不会吞下去的 只会放在嘴里 用舌头和牙齿 来感受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小宝听了穆子晴的话后 乖乖地吐出小舌头 小舌头上 正好是他刚才吃进去的小叶片 穆子晴欣慰地笑了 然后吹了一口气 就把那叶片给吹掉了 小宝愣了一下 视线随着叶片的方向落下 然后又收回来 看向穆子晴 咯咯咯地突然就咧嘴笑了 这会儿 穆子晴已经抱着两个宝宝进了客厅 来到电视柜面前 蹲下 大宝 帮妈妈拉开这个抽屉 大宝立马伸出肉糊糊的小手 十分乐意地为妈妈笑了 拉开后 穆子晴看到里面的贺卡 大宝手快地 当即就抓起贺卡 然后另外一只肉糊糊的小手 也抓着贺卡 一拉一扯 把贺卡里的面的卡片扯了出来 小家伙知道这个卡片才是重要的东西 所以扔掉了贺卡包装 喜滋滋地把贺卡呈现到穆子晴的面前 我家大宝真聪明 还知道扯出贺卡里的卡片 小宝看到大宝被表扬了 立马也伸出小手来抓贺卡 大宝没跟小宝抢 于是乎 就是两只宝宝 一人抓住一边的贺卡 可以让穆子晴看清楚 贺卡上写的内容 穆阿姨 这是我爸爸亲自选的礼物 特意送给穆阿姨 感谢穆阿姨今天下午送给我爸爸的5G 和装弓弓法 看到这话 穆子晴眼睛一洗 这棵茶花树是苏晨亲自选好 送来的 当即 穆子晴就抱着两个小宝宝 去了外面的玻璃房里 原本他刚看到这棵茶花树的时候 就很喜欢 现在得知这是苏晨送的后 他更喜欢了 苏哥哥送给我的礼物 这棵茶花树 以后我去哪里住 它就长在哪里 妈妈 妈妈 卡 卡片 吃吃 两只宝宝 见穆子晴没看卡片后 就准备吃 但是这次大宝没让着小宝了 所以小宝使上了吃奶的劲 也没能从哥哥的手里 把卡片全部抢过来 就开始嗯嗯 哼哼地喊穆子晴了 穆子晴两个宝宝 都要把卡片给扯撕裂了 赶紧喊道 大宝 小宝 这是妈妈的卡片哦 不可以吃的哦 这是他送来的茶花树 漂亮吧 你们俩也很喜欢 对不对 以后开出了茶花 妈妈把茶花晒干 然后给你们泡茶喝 好不好 吃吃 吃吃 两只小宝贝 好像听懂了妈妈的话 没再把注意力放到卡片上 而是放到了面前的茶花树上 做出了吃东西的动作 穆子晴笑着把两个小宝贝 放到爬行垫上 他也席地而坐 坐在爬行垫上 阳光房里装了地暖 还有暖气片 所以温度很温暖 宝宝们在这里爬来爬去的 也不会被冷到 他拿出手机 原本准备给苏晨打电话的 但是想到 现在很晚了 指不定苏晨已经睡着了 他决定 还是改为发短信 短信内容是 苏哥哥 茶花树收到了 正在玩吃鸡游戏 看到弹出来的短信 是穆子晴发来的 然后回了一个字 嗯 苏哥哥 武道方面 你有什么不了解的 都可以随时找我 我的手机24小时 都为你开机 好 没事 他是不会去找穆子晴的 发完这个消息 他忽然有些内急 然后收了手机 来到外面 看到女儿们 依然玩得很起劲 没有停下来的架势 他宠溺地笑了笑 没有提回家的事 因为小区的地下停车库 除了车 就是水泥地 以及一闪一闪的白痴灯 可没这里开车有意思 这里不仅有绿化带 而且还有亮着彩色灯的喷泉 以及弯道 开起车来 视觉享受要好得多 子晗 爸爸去一趟卫生间 苏晨对走过来的大女儿说道 好的 爸爸 苏子晗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了很多 他在外面跟妹妹们 玩了半个小时了 也没觉得肚子痛得不舒服 要回去休息 反而还很兴奋 苏晨去了一楼的卫生间 放完水后 洗手 洗完手 正准备转身走人 忽然 他就从镜子里 看到一抹连续两天晚上 都出现在他梦里的女人的身影 林婉雪 第122章 林婉雪和苏晨见面 林婉雪这会儿 正推着行李箱 朝着卫生间这边走来 他刚才下车的时候 苏伊诺他们 去附近的小麦店里 买水喝去了 所以 林婉雪没看到他们 因为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想着 让自己今晚更瘦点 所以没吃飞机餐 但是 下了飞机后 又坐了半个小时的出租车 下车的时候 刚好看到酒店门口 有推着卖关东主的车子 他的肚子 就发出了强烈抗议的咕噜噜声 他也被关东主的香味 给勾得嘴馋了 想着 就吃一点点 要不然不吃饱的话 待会儿怎么有力气去见苏晨呢 而且 今晚 英欢欢 可是祝他和苏晨 一度春风的 一度春风 没点体力 怎么行呢 所以还是再买多点 吃得饱饱的 这样才能持续大战 四五个小时也不累 他一边吃 一边推着行李箱 因为没有苏晨在这里 还挺随意的 关东主是串串 一串上有五六个鱼丸 牛肉丸等等 他刚拿起一串鱼丸吃的时候 就把鱼丸拿得高高的 然后仰头张开红艳艳的唇 吃下第一颗鱼丸 刚好 苏晨看到的 就是这个姿势 他的目光 落到他那红唇上 黑眸逐渐加深 抬手解开衬衣领口的第一颗扣子 已经不满足于 从镜子里欣赏鱼丸雪了 他转身 看向还在专注着吃鱼丸的鱼丸雪 但是能把宽大的羽绒服 都撑起一个弧度 可想而知 被藏在里面的得有多大 五个女儿 跟他长得有些像 都继承了他的美貌 不过在他眼里 他觉得鱼丸雪 最符合他的审美 成熟 有魅力 五官精致 完全看不出半点岁月 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 画着淡淡的妆容 让他整个人更加的精致 一头乌黑靓丽的 黑长直的披肩长发 随意的披散着 让人忍不住 想要去摸一把那头发 真好吃 淋完雪发出感叹的声音 把最后一个鱼丸吃完 买的关东煮也吃完了 他准备去扔垃圾 然后洗个手 再上楼回酒店房间 忽然 一个抬头 他直接正住了 苏晨 苏晨 天哪 苏晨 苏晨怎么在这里 他在看着我 他看我看多久了 是不是从我刚才 毫无形象的吃关东煮开始 他就开始看了 天哪 好出球啊 丢大面了 气质啊 我的气质啊 我的形象啊 我可是要给苏晨 留下最好的印象的 现在 我不仅一边走路 一边吃着东西 而且 我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不仅身材没展示出来 而且 这会儿嘴巴上 肯定也有很多 吃关东煮留下来的红油 颜值也没展示出来 气质更加没展示出来 不 我肯定是看花眼了 苏晨怎么可能 刚好出现在这里 还刚好看到我吃东西 肯定是我的错觉 应该是我太想苏晨了 所以导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都开始出现幻觉了 我真是爱惨苏晨了 可是 睁开眼睛后 他再次愣住了 眼睛不舒服吗 因为此刻 苏晨已经走到了 林丸雪的面前 高大的身影 外加帅气的容颜 还有男神级好听的 性感低沉的嗓音 直接震惊的 林丸雪的内心在咆哮 特别的想重新打开 一遍出场方式 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他的形象 在苏晨面前 真的崩了 而且 他还看到苏晨嘴角 挂着的淡淡的笑容 他在笑话他对不对 你嘴角有点脏东西 我给你擦一下 苏晨拿出一张餐巾纸 然后俯下头 帅气的俊脸 就放大版的 出现在林丸雪的面前 林丸雪觉得自己 真不是花痴 可是 看着静在眼前 日思夜响的男人 他的眼睛 像是被沾了强力胶一样 不会眨了 他的大脑 直接乱成了一锅粥 当机了 他整个人都像是 被定格了一样 又黑又大的黑毛里 倒映着 两个小小的苏晨 然后他就看到苏晨抬手 将他嘴角的红油擦掉 然后又抬手 在他面前晃了晃手 他才猛然回过神来 想要立刻收回视线 看向别处 可是 他的眼睛 就像是被 定在了苏晨身上一样 怎么挪也挪不动 用上吃奶的力气也不行 最后还是 苏晨倾咳一声 滴滴地笑着说道 看我都看得 眼睛都不眨了 我没有 眨了一下眼睛 但是视线 还是放在苏晨的脸上 苏晨又笑了 你知道鸭子 鸭子 他的目光 直接就从苏晨的脸上 往下移 然后 他的小脸 快速地眨着又长又卷翘的睫毛 天哪 一见面 苏晨就跟他聊这样的话题 车速真快啊 不过 他喜欢 他这是在暗示他吗 这里刚好是酒店呢 他可以邀请苏晨 跟他去楼上的房间里 开房 呀呀呀 他的内心 发出了土把鼠的尖叫 小脸更是红透透的了 忽然 他看到酒店外面 苏又鱼正朝着这边走来 他愣了一下 又鱼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知道 他住在这个酒店里 特意来找他的 那可不行啊 今晚可是你妈我的终身大事 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一分一秒 都不能被你们这些小丫头们给耽搁了 当即 他就抓着苏晨的手 往电梯口急急地走去 免得 被苏又鱼看到他 来跟他打招呼 破坏气氛啊 他现在脑海里 都浮现出一幅画面了 他和苏晨一进酒店房间 他就被苏晨摁在房门上 然后他十分霸气地稳住他 再十分急迫地要跟他 快点 快点进房间 等不及了 第123章 凌婉雪 把握住今晚的天赐凉机 进了电梯里 就在电梯门要关上的瞬间 苏晨一只脚放在电梯门中间 电梯门又退了回去 他另外一只撑在电梯门上 看向貌似误会了他的话的凌婉雪 笑着问道 你要带我去哪里 赶紧进来 他感觉苏又鱼要看到他了 你不说带我去哪里 我进来做什么呢 苏晨感觉自己有点小变态 就喜欢看凌婉雪红脸的样子 越看还越得劲 就想调戏一下 爸爸 你要上楼吗 这个吴女儿怎么在这个时候来了 破坏气氛啊 他可不能让吴女儿看到 他现在这个春情泛滥的样子 要不然肯定会被笑话的 他连忙求助地望向苏晨 你还没回我的话呢 就见苏晨滴滴地 用两人的声音笑问道 你不是说鸭子哪里最硬吗 硬 硬 凌婉雪白皙的小脸已经红透了 犯着迷人的光泽 就像是一个诱人的苹果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瞎上一口 苏晨滴滴地笑道 我说的是鸭子嘴硬 你想到哪里去了 看着他愣了一下 然后窘大了的样子 真的是很秀色可参啊 他回过头 对朝着他走来的苏又宇说道 小鱼 爸爸这边有点事 你先跟姐姐们回去 不用等爸爸了 啊 哦 好的 苏又宇想看清楚 点苏晨用胳膊挡住的人是谁 但是奈何苏晨太高了 他没到对方的脸 但是他看到对方穿着的黑色靴子了 肯定是个女人 吼吼 爸爸是在泡妞吗 好吧 自家爸爸现在也有37岁了 还没成家 泡妞交女朋友 也是正常的事 毕竟男人都有那方面的需求 只是 大姐说过 希望大家一起撮合爸爸和妈妈在一起 要是爸爸泡别的女人 那爸爸是不是不会和妈妈在一起了 他现在是不是应该去阻止一下 可是 爸爸很明显对那个女人有意思 要不然 爸爸怎么会对那个女人用壁咚的方式 还跟他们说 让他们先回去 之前他听二姐说 那次大姐和二姐 等爸爸在钓鱼台宾馆酒店吃饭的时候 碰到了穆阿姨 爸爸对穆阿姨的态度 可是很明确的 甚至还没给穆阿姨电话号码 穆阿姨长得也是十分漂亮 而且才三十岁 比他妈妈还要年轻 爸爸却对穆阿姨没有兴趣 那 这会儿 这个让爸爸有兴趣的女人是谁 他真的好好奇 好想过去看看 叮叮叮 他的手机响了 是妈妈打来的电话 吓了他一跳 他赶紧拿着手机 转身朝着门口跑去 生怕被妈妈发现 他现在跟爸爸住到一块了 因为之前妈妈给他打电话 最近就要来帝都了 他还没接到电话 忽然 电话就挂断了 小鱼 咦 老爸呢 苏伊诺从超跑车里走下来 现在快晚上十点了 他们准备回家了 苏有余说道 爸爸说他今晚有点事 暂时不跟我们回去 让我们先回去 苏晨在泡妞的事 苏有余暂时没提 因为他提了目前很急切的事 大姐 二姐 四姐 刚刚妈妈给我打电话了 我没接到 妈妈就挂了电话 我 我现在要给妈妈打过去电话吗 打 妈妈今天跟我说 她要去做任务了 这会儿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情况 才给你打的 你赶紧打过去 苏伊诺严肃地说道 好 苏又余正准备给林婉雪打电话 忽然 她的手机里 就进了林婉雪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 临时有事 没空打电话了 手机要关机了 等妈妈有空再打给你 记得早点睡觉 苏又余把短信给姐姐们看 苏子涵他们看过之后 说道 那就不打了 妈妈做任务的时候 时间一时有 一时没有的 我们打过去 还会影响到妈妈 嗯 苏又余点头 那我们现在回爸爸家吗 还是回宿舍 当然 是回老爸家了 你要回宿舍呀 苏依诺双手插在裤兜里 酷酷地说道 嗯 我肯定想 住在爸爸家里 我这不是担心妈妈过来吗 放心 妈妈这次去做任务 估计至少要三天时间 这三天 她不会来帝都的 正好这两天是周末放假 我们就在爸爸这里住着 等到下周一 再回学校住 苏与佟说道 苏又余觉得在里 点头 嗯嗯 苏子涵想到 明天要去逛SKP的事 她说道 我给可星打个电话 问问她回来没有 明天爸爸带我们去SKP买东西 要是可星也一起去的话 那就更完美了 说着 苏子涵给苏可星打去了电话 苏晨这边 林婉雪当时见女儿要过来的时候 立刻就在羽绒服的衣兜里 给吴女儿打去了电话 然后看着吴女儿 朝着门口跑去的时候 她又把电话给挂了 然后又快速地在衣兜里忙打字 给吴女儿发去消息 并且把手机关机了 做完这一切 只用了20秒不到的时间 这是 放在普通人身上 肯定没办法搞定 对于她来说 已经轻车熟路了 因为以前做任务的时候 就需要有这样的技能 才能够发消息于无形中 要不然 还需要把手机拿出来 再打字发消息 会容易在做机密任务的时候曝光的 至于前面 她竟然理解错了 苏晨说的 压嘴最硬那话的意思 但是 苏晨跟吴女儿说等会再回去 很明显 苏晨是想跟她再聊聊 而且 这会儿 两人也进了电梯 只是 电梯门虽然关上了 但是没启动 因为林婉雪 还没按楼层 她不是不想去按 而是 这会儿她的智商 已经降低到令人发指了 尤其是在搞定了 吴女儿的事情后 窄子的电梯里 只剩下她和苏晨孤男寡女的两人 她脑子里的东西 全部都是带颜色的 完全没办法去思考其他的 浑身都是紧张的 就连呼吸都有些紧张 虽然她没再盯着 苏晨瞧了 但是 眼睛却是注视着电梯里 不锈钢镜面上 那里倒影出了苏晨的身影 不按楼层 苏晨见小女人 好像忘记自己来坐电梯 是为了什么了 笑着看向她问道 说老实话 看着孩子妈林婉雪 被她迷得三婚五素的 她很有成就感啊 果然19年前 林婉雪就是看中了她的帅气 然后把她给拖进房间里 滚了床单的 第124章 喊苏晨进了房间 啊 哦 林婉雪赶紧伸手去按楼层 她的房卡是几楼来着 13楼 按13 咦 电梯怎么没反应啊 林婉雪疑惑一声 大脑完全没有平日里的精明 那句话陷入恋爱中的女人的智商 呈直线降低果真没假啊 苏晨无奈地笑着 凑过去 就要去拿林婉雪 捏在右手里的房卡 谁知道 林婉雪误以为苏晨要过来轻塔 她的心跳速度猛增 然后闭上眼睛 感觉到苏晨的呼吸逐渐地逼近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 羞涩地提醒道 不 不要 在这里 嗯 不要在这里 苏晨有些猛 这里有监控 红艳艳的唇颈咬着 声音低弱闻音 苏晨笑了 抬手在她的脑门上弹了一下 滴滴地笑道 在想什么呢 房卡拿过来 刷卡才能按电梯 啊 林婉雪经的立马睁开双眼 小脸羞骚得红得要滴血了 赶紧松开提着行李箱的手 然后把手里的房卡递给苏晨 眼睛都不敢再多看苏晨一眼 啊 他到底在想什么啊 怎么一见到苏晨后 他总是误会错苏晨话里面的意思 这让他好尴尬啊 苏晨该不会以为 他是一个色女吧 不是想着哪里最硬 就是想着轻轻 阴阴阴 没脸见人了 还好他的抗压能力很强 即使这会儿 他真的尴尬的 恨不得面前立马出现一个地洞 然后藏起来 但是他还是能hold住自己 去偷看摁电梯的苏晨 他发现苏晨刷卡 按了电梯后 没把房卡还给他 他这是要给他去开房门 对不对 呼 吸 这次他应该没有想歪了吧 他使劲地 用已经化成江湖的大脑 来思考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叮 电梯速度太快了 一下子就到了十三层 他刚走出门 走了两步 发现自己忘记带行李箱了 回过身 就看到苏晨推着他的行李箱出来了 谢谢 我平时不这样丢三落四的 林丸雪解释道 你是指 把我忘记丢在电梯里的事 苏晨推着行李箱 笑着问道 呃 林丸雪再次脸红了 小心脏也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苏晨好会撩啊 把两人的关系 说得好亲密啊 不过 他们俩本来就关系亲密啊 都是子涵他们的亲爸亲妈 而且在十九年前 两人还做过更加亲密的事情呢 这事情 今晚 他快速地望向苏晨 没想到 刚好苏晨此刻正黑眸中擒着笑 看着他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相遇 他浑身仿佛被电了一下 电得他愣了一下 然后压住即将要跳出嗓子眼的心脏 对苏晨微微一笑 就赶紧扭过头 加快脚步往房间走去 走到房门口 苏晨拿出卡 把门打开 他赶紧推门走了进去 然后发现苏晨没跟上来 他转过身 就看到苏晨站在房门口 把行李箱推进了房间里 房卡也插在了墙壁上 但是人却没走进来 啊 你不 进来吗 这话 怎么说出口啊 苏晨 进来喝杯茶 你刚才帮我推行李箱辛苦了 他赶紧机智地换了个说法 邀请苏晨进来 不能把自己表现得太色了 要不然 苏晨被他吓到了 该怎么办 这会儿 苏晨不直接进来 肯定是被他刚才的胡思乱想给吓到了 厚厚 把色心思压住 压住 不要暴露得太明显了 男神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哪里有再让他回去的道理 对吧 而且现在三更半夜的 肯定不能再让男神回去啊 外面多危险啊 还真有点口渴了 行 喝杯茶 苏晨顺势走了进来 没关房门 淋完雪见他没关房门 他赶紧趁着拿着烧水壶 去洗手台那里接水的时候 把房门敲咪咪的关上 而且在反锁上 然后露出得逞的笑容 接好水 他把烧水壶放到底座上烧 这里的烧水壶 不知道干净不干净 我先烧一遍开水 把里面消毒一下 等会儿再煮矿泉水 尽量拖延时间 拖着拖着 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hold注意点 别吓到了男神 要是今晚 这样的天赐良机 他没把握住里 反而把男神给吓跑了 他估计要被阴欢欢给笑一年 他自己也会懊恼一年 嗯 确实是这样 苏晨随意地坐在沙发上 然后目光落到 那白色的大床上 又收了回来 看向四周 说道 你这里还挺安静的 晚上睡觉 不会被吵到 确实挺安静 你 什么时候见到鱿鱼的 房间里安静 只听得见烧水壶 发出的嗡嗡响声 他赶紧找话题 一边找话题 他还一边把羽绒服 很自然地解开 毕竟 穿着这么厚实的羽绒服 都没办法展示 他的好身材 羽绒服是拉链款的 一拉到底 就解开了 然后脱下来 收拢 挂到衣架上 他才鼓起勇气 看向苏晨 看到苏晨黑眸里 有一闪而逝的惊艳 他很骄傲地挺了挺胸 苏晨喜欢他这样的身材呢 太好了 他今天里面穿的是一件 侧面开叉的贴身长款针织衫 今天刚买的 英欢欢给他挑的 当时一试衣服 英欢欢就拍板 说买这件 还让他跟苏晨聊天的时候 尽量地只穿这件衣服 然后还要侧面录给苏晨看 因为侧面 不仅可以完美地 将他S型身材 展现在苏晨面前 而且 重点是 侧面是开叉的 开到了膝盖处 可以达到若隐若现的效果 另外 还有一个重招 那就是 他弯腰撬臀 解开靴子上的拉链 一边和苏晨聊苏又鱼的事 一边把鞋子 换成酒店赠送的 白色的棉托鞋 苏晨拿过一瓶矿泉水 咕噜噜的喝了好几口 嗯 现在小鱼也住在我那里 我那里是个富士楼 七个房间 现在他们姐妹们 一人一个房间 房间都带内置的卫生间 很便利 刚才弯腰 一手扶着墙 一手拖鞋的动作 他真的差点就失控了 小妹的话 各位帅哥哥们 编辑今天通知小妹 让小妹周五前 总字数不要到30万字 好上第二次PK推荐 小妹咬着笔头算了下 发现从今天开始 到周五 小妹都只能每天更三张 之前更得太猛了 嗷嗷嗷 第二次PK有要求 不能超过30万字 等小妹上推荐后 小妹继续恢复四更啊 第125章 亲了一口 林婉雪换好棉托 走到苏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两人中间 紧隔着一张小茶几 七个房间 那五个丫头 都能有自己的房间 还自带卫生间 确实很便利 她肯定是和苏晨 住在同一个主卧里 然后五个女儿 住五个房间 还多出来一个房间 那肯定是给客人们 来了住的 苏晨考虑得真周到啊 你喜欢喝什么茶 红茶 还是绿茶 林婉雪一边说话 一边在小茶几上挑选茶包 冬天 喝红茶吧 苏晨放下手里的矿泉水 说道 红茶是经过发酵氧化煤的作用 让茶叶成为红色的氧化物 红茶的味道 是比较醇厚的 温和的 不仅富含微量元素钾 还有水溶性维生素 而绿茶则是不经过发酵的 茶性偏寒 适合夏天结鼠喝 喝红茶的时候 加点糖或者牛奶 还具有养胃护卫的功效 行 林婉雪挑选了一包特级红茶 这会儿水烧开了 她起身去把水拿去洗手台 那边倒掉 然后把烧水壶再清洗一遍 苏晨趁着她去洗手台的功夫 目光再次落到 那张白色的两米大床上 她知道 酒店的床是很软的 而且还有四个枕头 有两个枕头 是用来枕头睡觉的 还有两个枕头 则是用来垫腰的 垫腰 垫腰 她的目光 逐渐变得热了起来 透过房间和卫生间的透明玻璃 她这会儿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洗手台那里 洗烧水壶的淋湾雪 目光再次落到那傲人的弧度上 喉结滚动 拿过矿泉水 猛灌了几口 选择喝红茶 不仅是冬日里喝红茶 可以暖胃的 另外就是 喝红茶还能提神 她这会儿很需要提神 要不然就容易失控 她这身材 比照片里看到的 以及视频里看到的 还要让她难以抗拒 是她见过最火辣的身材 难怪19年前 那一晚过后 她时不时地 就会在梦里梦见那一晚发生的事 然后早上起床 还得换床单 这只小妖精 过了19年 这是发育得越来越成熟 有韵味了 淋完雪把烧水壶洗干净 然后回到了卧室里 她就感觉到 卧室里的气氛 有些不一样了 热了点 热了正好 她假装正经地看向苏晨 见她正在低头玩手机 房间里暖黄的灯光 打在她脸上 为她镀上了 一层朦胧的迷离 侧脸如刀削腹刀一般 帅 真是帅壁了 360度 无死角的帅 她立刻压住内心的狂跳 然后强迫自己收回视线 给烧水壶里倒矿泉水 准备烧水 倒水的时候 她脑海里浮现出 她和苏晨待会儿会做的事 越想越出神 都没注意到 水都溢出来了 淋完雪 苏晨听到水流声 关掉手机 就看到这小妖精 倒水 倒得都流出水壶了 她的双目没有聚焦 小脸飞红一片 一看就知道在想如飞飞 导致都忘记自己 在做什么了 啊 淋完雪回过神来 然后顺着苏晨的目光看过去 就看到水壶里的水溢出来了 惊得她赶紧收住矿泉水瓶 然后把矿泉水瓶放到一边 手忙脚乱地去卫生间里找毛巾 来擦流了水的桌子 只是卫生间的地面 刚才被她洗烧水壶 溅出来的水打湿了 很滑 她又急又慌的 一个不小心 脚下一滑 整个人就朝着一边摔过去 啊 还好苏晨眼急手快 火速过去 抱住了她 握住她那盈盈一握的细腰 一个旋转 把她带离了地面 将她放到了铺了地毯的房门口 因为一切发生得太快 林婉雪也想站稳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林婉雪的小脸 撞到了苏晨的脸上 然后嘴对嘴 柔软温热的触感 让林婉雪瞪大双眼 苏晨也没料到 会发生这样一幕 其实她可以选择放开她 但是都到这个时候了 该装猛圈还是得装 她没放任自己就很不错了 只是保持这个姿势不动 她真的很绅士了 林婉雪这会儿的小脑袋 全部成了江湖 满世界 满脑子里都只有此刻 近在咫尺的苏晨 她亲了她 她没动 她没放开她 一秒 两秒 还是没放开 数到六十下 还没放开 我可就哼哼哼 五十六 五十七 叮叮叮 苏晨的手机忽然响了 这是女儿们 打来电话的特定零音 苏晨不得不放开林婉雪 然后拿起手机 接了电话 苏伊诺的声音 从电话那边传来 老爸 今晚什么时候回来 我和大姐 还有四妹五妹 在家里等你回家哦 回到家里 苏又鱼才告诉他 老爸在泡妞 他直接把苏又鱼给揍了一顿 这个小妮子 难道想老爸 给他们五姐妹 找个后妈吗 真是想给这小妮子 欠非的智商 充点钱啊 看她放大招 把老爸给哄回来 然后得赶紧想办法 早点让老妈过来 然后撮合老妈和老爸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会儿听到他声音的林婉雪 内心有多抓狂 果然二女儿是专业坑妈的 就只差三秒了 三秒一到 他就鼓起勇气 跟苏晨来的法师热吻了 谁知道 二女儿这个时候 打来了电话 真是气得她要跳脚啊 苏晨没错过林婉雪眼神里的 那瞬间 一闪而过的懊悔 他嘴角微扬地接了电话 还舔了舔唇 上面残留着他留下的温度 十分不错 很香 诺诺 今晚爸爸回来得比较晚 你们先睡觉 如果实在不困的话 那看会儿电视 苏晨柔声说道 回来得比较晚 那是几点啊 老爸 现在外面可乱了 你一个人不要在外面待太久啊 苏伊诺说道 苏晨看了下万表 现在是十点二十 他回到 十二点前 爸爸会回来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正好今天我们 四姐妹的精力超级旺盛 我们等老爸回来 好 林婉雪发现 自己见苏晨对二女儿 说话温柔的态度 还有听二女儿话的样子 让他隐隐有些嫉妒 所以 在苏晨要挂电话的时候 他故意地 啊 叫了一声 叫得还很娇媚 像是故意要让电话那端的 苏伊诺听到 第126章 秋天第一杯奶茶 电话这端的苏伊诺的脸色 很难看 他还想继续再拖一下时间 但是老爸 已经挂了电话了 擦 这个娘们 太坏了 故意地罢他 只是这声音 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像妈妈的 好像也不对 怎么可能是妈妈的声音 我这是幻听了 算了 老爸已经答应我 十二点前会回来 今晚 老爸肯定不会跟他娘们睡觉了 明天我就给老妈打个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来帝都 哎 自家老爸长得太帅了 又有钱多金 有女人会往上捏 也很正常 就连穆阿姨都喜欢老爸呀 老妈 你的情敌很多啊 你还不赶紧来坐稳正宫的位置 苏伊诺为自家老妈 担心的抓心挠肝的呀 苏晨看向 因为突然叫了一声 然后脸红地拿着毛巾 就低着头 去了房间里 擦烧水壶溢出来的水的淋完雪 他无奈地笑了笑 这只小妖精 做了错事 就跑了 竟然故意在他和二女儿 打电话的时候 娇媚的啊一声 这是因为 刚才那个亲亲没亲够 走过去 淋完雪把桌子上的水擦干净后 就摁了烧水的按钮 然后转过身来 看向朝着他走来的苏晨 他快速地眨了眨睫毛 目光不敢落到苏晨的脸上 解释道 刚才 我是突然被蚊子盯了一下 才叫出声的 应该没让诺诺误会吧 苏晨笑着看着他死鸭子嘴硬的可爱样子 大冬天的 哪里有蚊子 蚊子都被冻死了 他重新回到沙发座椅上坐下 说道 诺诺误会了也没关系 二女儿温柔说话的样子产生的醋味 瞬间就清空了 他拿过两个杯子 一边给两人的杯子里放茶 一边问道 你要加糖 还是加牛奶 加牛奶吧 好 我也加点牛奶 淋完雪把小包的奶粉倒入到两个杯子里 这会儿 谁也烧开了 他拿过水 开始给杯子里倒开水 一边倒 一边说倒 茶里放点牛奶 这不就是奶茶吗 他忽然想起了秋天第一杯奶茶这个梗 这句话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连起来 就是 他想到这里 他的小脸火速地红了 快速地偷窥了苏晨一眼 然后又赶紧收回视线 拿着烧水壶的手 都因为兴奋而隐隐地有些发抖 等会儿 他把这杯泡好的奶茶递给苏晨 苏晨会明白这茶里的意思吗 他就说 怎么酒店里总是有茶叶包 还有小包的白糖和奶粉 原来 竟然还有这样的深意 阴阴阴 苏晨不知道淋完雪在想什么 只是看到他的脸越来越红了 曼妙的小身板 还在微微发抖 他温馨提醒道 这是开水 小心点 别把开水也洒出来了 要是见到他身上 那他可是会心疼的 好 淋完雪赶紧回过神来 稳住水壶 还好这次没有倒出来 把两个杯子里都倒好水后 他用勺子搅拌两个杯子里的 明明两个杯子里都有勺子 但是他就用一根勺子搅拌 这样的话 他就等于跟苏晨间接接吻了 虽然 他很喜欢刚才那样直接接吻的方式 不过那会儿是意外 这么好的事情 他也不是能时刻都碰上的 所以 能见接接吻下 他心里也超级兴奋 别有点烫 你慢点喝 淋完雪把茶杯递给苏晨 半开玩笑地说道 前段时间 网络上流行一个梗 说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听着还挺浪漫的 苏晨拿着茶杯的手一顿 这小妖精 在暗示他 他刚才倒水的时候 想到的是这句话 作为老司机 他当然知道 这句话的深层意思 不过 不知道淋完雪之不知道 他这是有意说的 还是无意说的 你喜欢秋天的茶 苏晨目光落在手里的奶茶上 一边用茶盖轻浮茶汤 一边随口试探性地问道 秋茶比春茶的香气更加浓郁 回味甘甜 淋完雪也坐在沙发上 开撩 苏晨觉得 淋完雪就是故意的 都直接把秋茶两个字说出来了 他的目光落到淋完雪举手投足间 都透着成熟风韵的身上 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道 确实 春茶太过稚嫩 秋茶有韵味 回味甘甜 我更喜欢喝秋茶 淋完雪瞬间转头望向苏晨 就和他的眸光在空中相遇 电时火花间 两人的心灵都随之一颤 在这微妙的气氛下 隔壁忽然传来了压抑的喊叫声 淋完雪一听 小脸再次红透了 轻咬红艳艳的唇 说道 这 这酒店房间的隔音效果 怎么这么差 说完这句话 他又抬头 眸光寒羞地望向苏晨 苏晨抬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 竖了竖口 让唇齿间流香 很多情侣喜欢在清清之前 嚼点口香糖 其实 喝茶也是很好的 带着淡雅好闻的茶香味 我去上个卫生间 苏晨起身说道 好 淋完雪睫毛轻颤 两只小手有些紧张地放在膝盖上 苏晨走了之后 他立马拿过自己的手机 然后跑到阳台外面 关上玻璃推拉门 开机 立刻给苏伊诺打去视频电话 马上就要到关键时刻了 他可不能再让专业坑妈的二女儿 来破坏气氛 正在客厅里 跟苏子涵他们看电视的苏伊诺 看到自己的手机 想起老妈的微信视频 吓了一跳 他这次不能去阳台那里接电话了 要不然 会被侦查力超强的老妈看出来 他还没回宿舍的 这可怎么办 苏与彤建议到 去卫生间里街 蹲在蹲坑 假装在那什么 这样妈就不会知道 你在爸爸这里了 苏伊诺一个橘子 扔给了苏与彤 还是苏又于给出了好建议 咱们家还有一个白色的公主房 那房间里的墙是白色的 跟我们宿舍的白墙一样 二姐 你可以去那里接电话 让妈妈看到你身后的白墙就可以了 妈妈不会怀疑 你不在宿舍的 还是小鱼聪明又漂亮 苏伊诺拍了下彩虹屁 立马就拿着手机 跑去了白色的公主房 这个房间是给苏可欣准备的 现在苏可欣还没住进来 所以这里还没人住 苏伊诺把房门关上 灯也没开 然后赶紧找了一面大白墙 接了林丸雪打来的视频电话 第127章 试试不就知道我会不会了 电话一接通 他就打着哈欠 对林丸雪说道 老妈 这么晚了 你打我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你这是 在酒店里 林丸雪点头 嗯 之前给小鱼打电话 小鱼没接到 这会儿有空了 给你们打个电话 然后他的目光 落到苏伊诺身后的大白墙上 你还没睡觉 苏伊诺伸了下蓝腰 说道 是啊 明天不是周末吗 我被我同学喊到他的宿舍里 玩了一会儿斗地主 困了 正准备回自己屋 那你赶紧回去 等会儿妈妈给你打电话 看看你的被子够不够厚 你们帝都那边的天气 越来越冷了 前些天还下了雪 如果学校里的被子 不够厚的话 妈妈得给你们再买床后的 林婉雪说道 嗯 啊 妈 你要看我的被子 怎么了 不可以 林婉雪您没问到 苏伊诺怕自己漏线了 赶紧说道 没有啊 当然可以啊 我这就回宿舍 等下到了 给你发视频啊 好 林婉雪点头 然后挂了视频电话 再把手机关机 他得逞地笑了 小样 跟老娘斗 你还真的是太嫩了点 看你今晚还敢不敢再来坏老娘的好事 而刚挂完电话的苏伊诺 整张绝美的小脸都垮下来了 苦哈哈的 他拿着手机 快速地跑出房间 去了自己的房间里 迅速地收拾东西 苏子涵他们走过来问道 诺诺 你这是怎么了 这么晚要去哪里 苏伊诺一边快速地收拾东西 一边惨兮兮的说道 还能去哪里 当然是回宿舍啊 老妈要朝我岗了 要看我的被子 啊 我今晚不能睡我这张喜梦思大床了 要回宿舍睡硬板床了 好苦的我呀 收拾好东西 走之前 他还是不忘记叮嘱苏子涵他们姐妹三人 老爸说过 晚上十二点前会回来 你们记得等着呀 要是没回来 就给老爸打电话 必须得让老爸回来 要不然 今晚老爸 跟那个女人住一块 那咱们 就有后妈了 你们自己想清楚吧 说完后 他一分钟都不敢再耽搁 连忙背着书包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朝着宿舍狂奔 淋完雪收好手机后 深吸了一口凉气 让自己冷静一点 别显得太激动了 要不然等会激动得 不知道该怎么做步骤了 可就闹笑话了 他在脑海里 认真地回想了三遍 阴欢欢写的那些 被屏蔽的张杰里 男女主的感情戏 虽然十九年前 他和苏晨滚过床单 但是 那次他后来 是被药物驱逝了 根本就不知道 是怎么成功的 反正就是瞎打瞎撞的成功了 这次 他是清醒的状态 肯定不能瞎打瞎撞啊 回顾完后 他就信心满满地 推开玻璃门 走了进去 刚好这会儿 苏晨洗完手 从浴室里走出来 隔壁又开始传来声响 林婉雪的小脸一红 深吸一口气 不管不顾地 就朝着苏晨走去 心里不断地默念 加油 林婉雪加油 扑倒他 随着两人逐渐地走近 林婉雪的心跳声 逐渐地加快 仿佛要跳到嗓子眼了 苏晨 他大喊一声 为自己壮胆 然后就朝着苏晨 如色女一样地扑了过去 只是还没扑到苏晨 他整个人就被苏晨 扣住戏腰 然后壁冬在了墙上 下巴也被苏晨挑了起来 看向他 苏晨看着他猴急的样子 滴滴地笑道 这么想扑倒我 那你知道怎么做吗 大女儿可是说过 林婉雪自从那次 跟他睡过之后 就再也没有谈过 其他的男朋友 一直在为他守身如玉 他这十九年 都没有过夫妻生活 确定知道怎么做吗 我当然知道 林婉雪十分霸气地回道 要不你让我试试 试试你就知道我会不会了 胆还挺大 那让你试试 来吧 说着 苏晨放开了他 然后整个高大威猛的身体向后 直接倒在了两米大床上 成人字 林婉雪朝着苏晨如狂野的猫一样 喵叫了一声 然后就扑了上去 把他刚才在脑海里 梳理过好几遍的方法给用上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 苏晨无奈地笑了 还真是一个纯情的小女人呢 这才过去十九年 就把步骤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扣住他的后脑勺 制止住他如小猫一样的舔尸动作 嗯 林婉雪抬起头 目入疑惑地望向苏晨 这就是你说的会做 苏晨滴滴地笑问道 不对吗 明明很对啊 英欢欢小说里 就是这么写的 亲嘴 嘴碰嘴 两只手还得抱住对方的脖子 他确定自己做得很标准 苏晨一个翻身 便转换了位置 然后俯下头 看着处于惊讶状态中的他 滴滴地说道 我来给你展示一遍 得喊我苏老师 说完 苏晨不再废话 因为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好在他是老司机 如果还是年轻不懂事的青涩时期 估计刚才就得投降了 林婉雪瞪大了双眼 天呐 这 这 跟我接吻的时候 乖 第一步 闭上眼睛 苏晨放开他的唇 说了一句 然后又继续 五分钟后 啊 不能呼吸了 苏晨看着他 被他轻得憋气 憋得通红的小脸 滴滴地笑道 多闻几次就会了 喊苏老师 教你怎么换解 苏老师 教我软绵绵的声音 如小猫一样 塑在了心口里 第128章 林婉雪的学习态度 十分认真 十分钟后 林婉雪拼命地吸气 摆着小手 不行了 受不住了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 都要融化成水了 天呐 怎么会这样 只是接个吻啊 太奇怪了 这样的他 变得好奇怪啊 苏晨看着他小脸 都憋成红紫色了 十分无奈地笑着起身 拿过一杯茶地给他喝 教了那么久 还是学不会换气啊 不过没关系 他这个老师 有的是一辈子的时间 来好好地教他 林婉雪接过水杯 喝了好几口 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口水 都干了 被吸干了 喝完水后 他又眸光烈焰地望向苏晨 落到他的唇上 忍不住舔了舔自己的唇 还想来 苏晨笑问道 他这若无渣的接吻技术 屡败还想屡战 林婉雪点点头 多多练习 我不来了 苏晨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乔林婉雪这位开化的样子 今晚估计也就是到接吻的步骤 深层打垒的活 大概率是搞不成 因为他答应了女儿们 晚上十二点前的回家 现在只有一个小时了 时间不够 第一次 他可不想给林婉雪一个 他时间短的不良印象 不来了 林婉雪梦了 他是在嫌弃他的接吻技术 太菜了吗 可是 这十九年来 也没人给他当试验啊 这技术 多练习几次 不就熟能生巧了吗 他忧愿地望向苏晨 苏晨看着他 这没有得到满足的忧愿小眼神 很无奈啊 拿出手机 然后选出一部经典动画片 扔给林婉雪 你先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部动画片可以 那我们继续 什么动画片 林婉雪接住手机 看向手机屏幕 然后下一秒 他的小脸瞬间爆红 立马把手机扔到一边 苏晨一边喝着茶 一边欣赏着他羞涨的小表情 笑着问道 不好看 那可是 他珍藏很久的动画片 时不时的都会拿出来看一看 很经典的 各种姿势都解锁了 那太 那啥了我 我要睡觉了 说着 林婉雪脸红羞涨的拿过小被子 就把自己整个人给照了进去 天啊 原来男女像那样的 太害骚了呀 那姿势 啊 苏晨好坏啊 手机里竟然有这样的动画片 太坏了 太羞耻了 他秒怂了 苏晨看着他 把自己裹成一团可爱的残宝宝 笑了笑 就把水杯放下 然后走过去 拿起手机 说道 我先回去了 林婉雪蠔想把他喊住留下来 可是 跟男人在一起 不是一起抱着睡觉觉 不是轻轻嘴巴 而是要做那样姿势羞羞的事 好害羞啊 苏晨穿上外套 然后又看了一眼 在小辈子里扭来扭去的小女人 他笑了 果然还是 只青色的苹果呀 连动画片 只看了一眼 就羞涩地藏起来 不敢见他了 之前一副要扑倒他 吃了他的样子 在见到真章的时候 描怂了 看来十九年前那一晚 他也醉得糊涂 竟然对那晚做过的事 没多少记忆 真有趣 没关系 来日方长 林婉雪在听到关门的声音后 他立马先开裹在身上的小被子 从被子里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朝着门口的方向 急急地望过去 就看到苏晨真的已经走了 他的肩膀瞬间软了下来 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然后就拍着自己的小脸 恨铁不成钢地骂自己 林婉雪啊 林婉雪 你怎么到了关键时候 就怂了呢 刚才那个动画片的名字叫什么 叫某某少女 林婉雪立马爬了起来 从床头柜上拿过自己的手机 然后开机 打开QQ浏览器 搜索这部动画片 脸红心跳 轻咬红唇地点开这部动画片 然后跳转至腾讯视频APP 点开第一集 看看先 一分钟后 两分钟后 三分钟后 林婉雪脸红地再次扔掉手机 抱着小辈子 在床上骇骚地捂着眼睛滚来滚去 银银银 不敢看了 要是有文字描述就好了 直接看动画片 视觉冲击太大了 而且 没代入感啊 低 对一生 他的手机进了新消息 拿过手机一看 是硬欢欢发来的微信 硬欢欢 宝贝 怎么样 对了 你这会儿应该没空回我消息 明早记得跟我发捷报 看到硬欢欢发来的消息 林婉雪就生气得像那小包子 掀开小被子 她气鼓鼓地坐了床上 两只白嫩的小手捧着手机 在快速地打字 牙齿也在磨得呲呲响响 林婉雪 你还自诩 自己是言情天后 总在小说里开车 切 就你那开车 也叫开车 你一个都没跟男人睡过的母胎 solo 我信了你的鬼 信你会男女之事 早知道 她就该去网上搜下小电影看看 或者去找某岛的动作片资源站看看 否则也不会在苏晨 给她看动画片的时候 导致错过了这么好的天赐良机 殷欢欢 你陪我的春宵一夜 殷欢欢这会儿猛逼了 隔着屏幕 她都能感觉到 林婉雪散发出来的优越 难道今晚的聊播 没成功 殷欢欢 我不会开车 我给你看看 我以前被整本屏蔽的小说 你现在能看到的我的小说 都是被和谐大军扫过的 上次我就写了个青脖子 都背进了好多账 即使我殷欢欢一个母胎 solo 没跟男人睡过 但是 我殷欢欢照样能写男女之事 让你看得潮起潮落 被刺激了得硬欢欢 当即就把自己之前 被屏蔽掉的高能量小说 给林婉雪发了过去 林婉雪点开这本书名叫 霸道大叔爱上我的text文档 他快速地扫了一遍 立马小脸占红一片 全文都只有男女主的感情戏 没有其他人 好家伙 还是第一人称 直接用我 男主的名字 叫冷战呗 呃 不好听 当即 他就赶紧下床 把自己的电脑 从行李箱里拿出来 然后把小说传到电脑上 再在电脑里把小说里的男主名字 改成了苏晨 男主角 喊女主角 喊小七 不行 得改了 我家老公怎么能在床上 喊别的女人的名字呢 改成婉雪 不 还是太生疏了 改成雪儿 还差一点 改成老婆 就这个 改完名字后 林婉雪兴奋地 把改好了的小说 再传到手机上 无视掉音欢欢 继续在那里滴滴滴地吹牛 吹他 曾经写暧昧小说的 牛逼巅峰时期 称自己 能让男女主 从开篇到大结局 三十万字 都在床上不下来 然后林婉雪 把手机改成飞行模式 开始沉浸式的 带入地看 这本颜色绚丽到爆炸的 言情小说 学习态度 十分地认真 比他当年参加警校考试 还要认真一百倍 第129章 一定要一击必中 苏晨这边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刚好晚上12点 女儿们还没睡觉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言情电视剧 客厅里没亮大灯 只开了两盏脚挤上的 微弱暖黄色的灯 时不时地有爆笑的声音 这太逗了 在古代搞把马车 搞成车位置 马会乖乖地站在那里不跑 大姐 看电视剧 就不要这么地较真了 苏又鱼一边吃着柚子 一边看得津津有味 苏与彤则是全程都没有笑 默默地坐在那里看电视 时不时地会往大门口看几眼 画面很温馨 忽然 苏与彤听到门口有开锁的声音 转头看过去 就看到苏晨打开门 回来了 他立马站起身喊道 爸 你回来了 苏子涵和苏又鱼文生 立马起身往大门的方向望过去 看到苏晨后 他们俩纷纷跑向苏晨 然后 两人一左一右地 抱着苏晨的胳膊 甜甜地喊道 爸爸 你回来了 饿了吗 我现在去给你煮一碗面 爸爸 二姐有事回宿舍了 三姐明天早上七点回到学校 她让我们明天上午去购物之前 先去学校里接她 苏又鱼禀告家里的事情 一个暖胃的 想要拉住苏晨 让苏晨感受女儿的温暖 担心苏晨被别的女人抢走了 一个暖心 想告诉苏晨 明天就可以见到苏可星了 给苏晨塑造期待感 一个个都是小机灵鬼啊 苏晨宠溺地搂着两个女儿 笑着说道 爸爸不饿 诺诺回宿舍了 那行 明早我们喊她 可星要回来了 大好事 明天爸爸就喊宝洁阿姨过来 做一遍家里的卫生 我们早上七点 就去接可星 然后我们一起去SKP购物 怎么样 可以啊 苏晨涵欢喜地说道 那明天我们可能会在外面玩一天哦 爸爸你有空的吗 当然有空 明天 如果林丸雪有空的话 把林丸雪一起带上 两人都有五个女儿了 谈的恋爱 没必要瞒着女儿们 大大方方的一家七口走在一起 去Shopping 想到明天 林丸雪看到五个女儿 跟在她身边震惊的样子 她就笑了 对明天也充满了期待 这个小女人 这会儿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 窝在酒店房间里 偷偷地看待颜色的小电影 或者动画片 或者小说 阿T 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林丸雪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北方好冷啊 酒店里即使开了暖气 也冷 不行 得把羽绒服穿上 今晚熬夜 也得把这本小说看完了 把里面所有的姿势 都给学会了 明天再去苏晨家找苏晨 一定要跟她体验一回 吼吼 不怂 绝对不怂 今晚就可以在脑海里摸捏 明天一定考试过关 拿到Perfect好成绩 第二天一早 林丸雪伸了的懒腰 旁边放着一本小本子 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各种词语 以及语句 以及花样姿势等等 她放下手机 然后拿起这本粉丝的小本子 抱着小本子放在胸口上 一脸满足地笑了 笑容里 她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她和苏晨在厨房里 浴缸里 淋浴房里 床上 阳台 玻璃板上 鞦签上 马上 草地里等等场景 停车坐 爱风凌晚 幻想了一通后 她赶紧擦掉不小心流出来的口水 然后揉了揉困倦的眼睛 打了个大哈欠 睡觉睡觉 养精蓄锐 今晚主动出击 一定要一击必重 Go Go 苏晨这边 她洗漱完毕后 又洗了个头发 然后把头发吹干 又熟练地给头发打上发胶 整理出一个帅炸裂的发型 然后 把胡须刮出造型 最后 看着镜子里这个 让林丸雪一见面 就恨不得吃掉的自己 她很满意地笑了 就是非一般的帅 林丸雪 你就为我着迷吧 可心 看到你爸爸这么帅气逼人 你是不是超级开心 苏晨 你醉牛 加油 虽然女儿们说 可心让她去接她 基本上代表了可心女儿 已经大概率地 要认她这个爸爸了 但是 这不是八字还没写完吗 所以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因为五个女儿 只有三女儿苏可心 没有拿下了 她再次对着镜子 左右看了看自己的发型 确认完美后 她才朝气蓬勃地 走出了洗漱间 换好衣服 刚出门 就看到从门外回来的苏伊诺 老爸 早啊 苏伊诺一边偏头皱眉揉着后脖子 一边跟苏晨打招呼 昨晚她百米冲刺地回到宿舍后 给自家老妈打视频电话过去 却一直没人接 她知道 老妈肯定又是去做任务了 她当时就想 又回老爸家里 但是想到 如果半夜老妈 又打来视频电话查岗呢 她只好留在宿舍里住了一晚 然后 人真的是从减入奢益 从奢入减难 睡了几天的超软喜梦伺候的她 再回去睡宿舍里的硬板床 她的脖子就落枕了 现在只能偏着头走路 还不能扭脖子 一扭就痛得她呲牙咧嘴的 伊诺 你脖子怎么了 不舒服吗 苏晨见女儿忍着痛的样子 急忙走过去 老爸 我昨晚落枕了 这脖子一扭 就痛 低头也痛 只能固定着不动 苏伊诺惨兮兮地回到 今天还要去SKP买买买呢 到时候 肯定要凹造型拍照发朋友圈啊 她不想自己歪着脖子拍照啊 太可怜了她 落枕了 别担心 有爸爸在 来 你坐到这把椅子上来 爸爸给你按几下 就会好了 苏晨推着女儿去餐椅那边 苏伊诺照做 希望能治好这个落枕啊 但是她今天起床 发现自己落枕后 百度和抖音都搜过治疗方法了 虽然有很多治疗方法 但是 她一一试过后 半点效果都没有 而且 她还查了一下 发现落枕这个事 想要恢复如初 起码得三四天后了 悲催的她 这两天可刚好是周末啊 让她歪脖子过周末 太残忍了 苏晨让苏伊诺做好后 然后抬起她的左胳膊 找到她的驱齿穴 然后再往下两寸的地方 笨住那里 啊 老爸 痛 好痛啊 痛痛痛 苏伊诺痛呼出声 第130章 见三女儿苏可欣 苏晨手上用力 柔声说道 只痛一下的 诺诺 你扭动脖子 哪边脖子痛 就往哪里扭 啊 这样真的能好吗 老爸 真的很痛啊 还要往痛的那边扭动脖子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受不住了 苏伊诺本来不是个怕痛的人 但是这烙疹 真的很痛啊 不是一般的痛 而且还不是痛一下 而是一活动脖子 就会一直痛 尤其是往活动受限的那边扭脖子的时候 直接痛得她到抽凉器 听爸爸的 几分钟就好了 苏晨安抚地说道 激活了出击中医技能的她 对于治疗这个烙疹病 还是很在行的 中医的穴位 真的很博大精深 好 听老爸的 啊 痛 真的好痛 老爸 我受不住了 坚持 诺诺 老爸 有没有不痛的方法 有 不过需要两天才能好 而现在的这个方法 三分钟立马见效 看你选哪个 那我继续痛着吧 三分钟就能好 真的吗 爸爸 诺诺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大精早就听到苏伊诺在喊痛的苏子涵 推开房门走出来 就看到苏晨在给苏伊诺治疗落枕这一幕 苏伊诺痛得没办法回话 苏晨解释的 诺诺昨晚落枕了 爸爸在给她治疗 哦 爸爸 你还会治疗落枕 你太厉害了 落枕是怎么治疗的 我来学学 苏子涵十分好奇地跑了过来观看 其实他最想看的 还是苏伊诺喊痛的样子 嘿嘿 因为从小到大 他可还从来没有见过苏伊诺 哪次这么喊痛过呢 就算是打超痛的预防针的时候 妹妹们都痛得眉头皱得紧紧的 或者呼喊痛 又或者直接被痛哭了 唯独苏伊诺 眉头都不皱一下的 打完针 他还特拽地对哭鼻子的苏又鱼说 就这 也能痛哭 苏伊诺一看到苏子涵过来了 就觉得自己的面子挂不住了 不再喊痛了 紧咬牙关 忍着 尤其是看到苏又鱼也闻声出来后 他更是眉头都不皱了 脖子转得跟着风车一样 嗖嗖的 恨不得老爸立马把他这个烙枕给治好 别再让他被姐妹们围观了 苏晨一边给苏伊诺摁学位 一边教女儿们找这个学位 这个学位就在胳膊上的趋势穴下面两寸的位置 苏子涵和苏又鱼一下子就学会了 右胳膊 怎么样 可以让你好得更快哦 一边去 又不痛 而且 你确定 你会找这个学位了 苏伊诺拽拽地说道 二姐 你的唇都痛白了 你确定还要口是心扉吗 喊出来没关系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 又不是外人 没人会笑话你的 苏又鱼开始把以前苏伊诺欺负他的话 给还回去 果然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呀 苏伊诺继续倔强着 他才不会在姐妹们面前喊痛呢 他苏伊诺 是不败女战神 三分钟的时间过得很快 呼 好了 苏伊诺惊喜地左右大幅度地活动脖子 苏晨放下他的胳膊 笑着说道 嗯 落枕不是什么大事 当然一下子就可以治好了 老爸 是你的医术强啊 苏伊诺夸赞地说道 老爸对他真的是太好了 每次都解救他于水火之中 他就是他最最最爱的老爸了 当即把所有的赞美词汇 都用来拍苏晨的彩虹屁了 苏子涵也惊讶地说道 爸爸 我今天起来 发现我的气色好了很多 而且 肚子也不痛了 以前第三天的时候 痛感虽然也会减轻 但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舒服 爸爸 看来我这个病 你真的能治好啊 苏晨宠溺地笑着说道 当然能治好了 你的那个事 也不是什么难事 短则一周 长则一个月 肯定能治好 站在一边的苏又于 惊讶地问道 爸爸 你会治疗大姐的那个痛经 嗯 小鱼 你也有痛经 苏晨关心地问道 苏又于点头 苏子涵给苏晨说明情况 苏又于跟他的痛经的病造不一样 是子宫肌瘤导致的 不过因为子宫肌瘤很小 所以不介意做手术去除 子宫肌瘤属于良性肿瘤 一般情况下 只要他不超过五公分 就不用去做切除手术 毕竟 手术既然叫手术 肯定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以及对身体有伤害的 而且 子宫肌瘤切除后 也是容易复发的 苏晨听完之后 拉着苏又于来到沙发上坐下 给他把脉 然后问了一些问题 苏又于都如实地回答 苏晨总结道 小鱼 你的这个情况不是什么大问题 别担心 血鱼导致的子宫肌瘤 爸爸会给你开一些蔬干礼器 活血化鱼的中药汤 到时候给你熬汤喝 再搭配爱酒针酒疗法 不出一个月准能好 苏又于惊喜地问道 爸爸 我这个也能治好 而且不出一个月就能治好 太好了 爸爸 我太高兴了 你就是小鱼的Superman Superman 他跟苏子涵他们 刚开始听到苏晨会治病的反应不一样 他直接就相信苏晨说的了 因为从他见到苏晨开始 苏晨就一直在给他不断地带来奇迹 现在苏晨说可以治好他的这个痛经问题 他相信那肯定是真的 他好了 终于可以来例假的时候不痛经了 苏晨和女儿们一起吃了早饭后 开车带着女儿们 去三女儿所在的清北大学 四个女儿都坐在阿尔法保姆车的后排座 方便他们四姐妹聊天 苏晨在红绿灯路口等绿灯的时候 拿出手机给林婉雪发去微信消息 苏晨 今天准备带女儿们去SKP买东西 有空去不 林婉雪这会儿正在睡觉 而且还睡得很沉 因为昨晚熬通宵看小说了 所以他没听到苏晨发来的消息 苏晨发完消息后 绿灯亮了 他把手机放到一边 开车 转过一个弯进入清华路 远远的就能看到 清北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 白筑三拱 排方式建筑 伦俄上课有晚清军纪大臣那同 1911年提写的 清华园大字 看着清华园这三个字 就让苏晨想起了20年前的自己 当初的他 一听到清北大学 就会肃然起敬 甚至还有过远大的志向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可以考入清北大学 成为清北大学的学生 不过 他的成绩 觉得他不适合进清北大学 所以他没去 兜兜转转 过了20年 他的女儿考入了清北大学 成为了清北大学的学生 女成复制 舒服 爽 进了清华园这座大门 很快就可以见到三女儿苏可欣了 苏晨有些紧张地坐直了身体 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 不斜视地看着前方